吟为闻,非智是于外也。 曰,经之成仁者,何必然? 见力思义,见为寿命。 久要不忘平身之言,亦可以为成仁义。 此语的见有痕,亦亦可以为四肢义同。 浊无云,然则经之不成仁者极多义。 子问公书文子,于公明甲曰,信乎。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甲对曰,已告者过也。 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 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 亦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起其然乎。 浊无曰,是乐取之词。 非猜疑之语。 方外使曰,圣人见人之善。 如己之善,与后如自是不同。 补助曰其然者。 是其实然后言。 乐然后笑。 亦然后取之达也。 其其然者。 为所传不言不笑不取之非也。 子曰。 赃武众以防。 求魏后于鲁。 虽曰不要君。 吾不信也。 子曰。 静闻公爵而不振。 其还公正而不爵。 子鹿曰。 还公杀公子鸠。 照呼死之。 管仲不死。 曰。 为人呼。 子曰。 还公酒和诸侯。 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 如其人。 如其人。 不以兵车。 故如其人。 乃就刀兵杰之真心实话。 子贡曰。 管仲非人者语。 还公杀公子鸠。 不能死。 又向之。 子曰。 管仲相还公。 霸诸侯。 一筐天下。 明道于经受其赐。 为管仲。 无其批乏所任以。 其若匹夫匹父之为量也。 自经于勾读而莫知之也。 大丈夫身于世间。 唯以旧名为第一亿。 小名小节。 何足论也。 天下后世受其赐。 人莫大焉。 家使死劫。 不过忠耳。 安得为人。 旷幼不必死者耶。 当之照乎之死。 特匹夫匹父之量而已。 王规未真。 亦与管仲。 同事个人。 若福忠臣不适二君。 列女不更二夫。 本非圣贤之谈。 正是匹父之量。 故意词曰。 横其得真。 妇人吉。 夫子兄。 大丈夫姓思之。 公书文子之臣。 代父尊。 与文子同身诸公。 子文之曰。 可以谓文以。 浊无云。 因他是文子。 故曰可以谓文。 文字不必太逆。 总之。 及其许可知词。 子言为灵宫之无道也。 康子曰。 夫如是。 昔而不丧。 孔子曰。 众书语。 至宾客。 祝陀。 至宗庙。 王孙甲。 至君吕。 夫如是。 西齐丧。 滴滴人。 尚有待用若词。 况肯用圣贤者乎。 子曰。 其言之不作。 则为之也难。 正要人作。 臣臣子是简公。 孔子沐浴而朝。 告于哀公曰。 陈恒是其君。 请讨之。 公曰。 告夫三子。 孔子曰。 以无从代辅之后。 不敢不告也。 君曰。 告夫三子者。 知三子告。 不可。 孔子曰。 以无从代辅之后。 不敢不告也。 成恒三子。 一起讨疑。 子禄问世君。 子曰。 物欺也。 而犯之。 不能缺疑。 便是自欺。 一及欺君。 今之不敢犯君者。 多是欺君者也。 为君者喜欺。 不喜犯。 耐之何哉。 子曰。 君子尚答。 小人下答。 行而上者未知道。 行而下者未知气。 尚答。 故不气。 下答。 故成狐脸斗烧等气。 若不成气者。 并非小人。 子曰。 古之学者为己。 经之学者为人。 尽大帝是各自己。 所以度尽众生。 至名为己。 若见有己外之人可谓。 便非真正发菩提心者已。 瞿博欲。 使人于孔子。 孔子欲之作。 而问焉。 曰。 夫子何为。 对曰。 夫子欲寡其过。 而为能也。 使者出。 子曰。 使乎使乎。 千古圣贤真学问真血脉。 不义使者一言点出。 真其真其。 子曰。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曾子曰。 君子思不出其位。 未知思也。 夫何远之有。 正是思不出其位。 子曰。 君子使其言而过其行。 浊无云。 此字。 何等精神。 过字。 何等力量。 不住。 言过其行。 即是妄语。 佛教五戒。 一不杀身以修人。 二不偷盗以修意。 三不邪淫以修理。 四不妄语以修信。 五不饮酒以修智。 持五戒者。 方的人生。 破戒则非人也。 故君子持之。 子曰。 君子道者三。 我无能焉。 仁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 子供曰。 夫子自道也。 仁者知者勇者。 三个者自。 正与道者者自相应。 所谓一心三德。 不是三见也。 夫子自省。 真是未能。 子供看来。 直视自道。 譬如华言所明。 诗的菩萨。 虽居因为。 而下帝是之。 则如佛以。 子供方人。 子曰。 四也。 贤乎哉。 夫我。 则不暇。 不暇二字。 顶门真也。 若能思其内审。 则虽言吃力辩。 不明为方人矣。 补助可知圣人。 无时不适修己。 子曰。 不换人之不己之。 换其不能也。 何有于我哉。 我无能焉。 事无忧也。 则无为之有得。 皆换不能之真榜样也。 子曰。 不逆诈。 不义不信。 意义先觉者。 是贤乎。 不为减去世间逆意。 义父减去二圣作义神通以。 是人自多诈。 则恒逆诈。 自多不信。 则恒义不信。 圣人哀之。 故竟以先觉二字。 若欲先觉。 须从不诈不移。 不逆不意下手。 直到至成地位。 自然认运先觉。 苟不向心地客己负礼。 而作义欲求先觉。 便是逆意了也。 故曰君子可欺。 为可欺。 方位君子而。 为生母。 为孔子曰。 丘。 何为是七七者语。 无奈为宁乎。 孔子曰。 非敢为宁也。 即故也。 子曰。 既不称其利。 称其得也。 可以仁而不如马乎。 或曰。 以得抱怨。 何如。 子曰。 何以抱得。 以执抱怨。 以得抱得。 达得怨清平等。 方是直。 若见有怨。 而强欲以得抱之。 正是人我是非为化处。 愿一望。 故抱之以直。 为不见有怨也。 得不可望。 故抱之以得。 为之恩报恩也。 子曰。 莫我之也夫。 子贡曰。 何为其莫之子也。 子曰。 不怨天。 不由人。 下学而上达。 知卧者。 其天乎。 心外无天。 故不怨天。 心外无人。 故不由人。 向上是。 须从向下汇取。 故下学而上达。 为其下学上达。 所以不怨不由。 惊人离下学。 而高谈上达。 譬如无赤。 望你腾空。 公伯寥。 素子录于继孙。 子夫景伯已告。 曰。 夫子故有获至于公伯寥。 无利由能似诸是朝。 子曰。 道之将行也语。 命也。 道之将废也语。 命也。 公伯寥其如命和。 子夫眼中有伯寥。 孔子乐之伯寥不在子路命外。 伯寥自未素的子路。 孔子乐之子路之命拆遣博寥。 可见圣贤眼界胸襟。 子曰。 贤者辟事。 其次辟地。 其次辟色。 其次辟言。 臣子曰。 似者非有优劣。 所欲不同而。 补助辟事。 为在世而出世。 辟地。 为为邦不入。 乱邦不拘。 辟色。 为同居依得。 而不相见。 辟言。 为常常相见。 而不语之言。 若圣人则自他不耳。 无能辟所辟。 故替。 故曰。 无非私人之徒语而谁语。 子曰。 作者欺人矣。 子路素于石门。 臣门曰。 西字。 子路曰。 自孔氏。 曰。 氏之其不可。 而为之者语。 致此一语。 描出孔子之神。 盖之可而为者。 依隐。 周公之类事也。 之不可而不为者。 薄仪。 柳夏慧等事也。 之可而不为者。 超许。 之类事也。 之不可而为之者。 孔子事也。 若不知可与不可者。 不足论矣。 自即庆于为。 有何愧而过孔氏之门者。 曰。 有心灾。 即庆乎。 继而曰。 彼灾。 坑坑乎。 莫己之也。 思矣而已。 身则利。 浅则皆。 子曰。 果灾。 莫之难矣。 寄之因。 亦之心。 但不知目夺之一耳。 果灾莫之难却与之不可而为之。 作一柱角。 可谓难行能行。 子章曰。 书云。 高宗亮音。 三年不言。 何谓也。 子曰。 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 君轰。 百官总级。 以听语总载。 三年。 古之人皆然一句。 伤经思古。 痛甚痛甚。 子曰。 上好礼。 责名一时也。 子禄问君子。 子曰。 修计以静。 约。 如私而以乎。 约。 修计以安人。 约。 如私而以乎。 约。 修计以安百姓。 修计以安百姓。 遥顺其有病诛。 尽十方世界是个自己。 树穷横辩。 其体其量其聚。 皆兴不可思以仁。 与百姓。 不过自己心中所现一毛头许境界而。 子禄只应不达自己。 所以连用两个如私而以乎。 孔子见得己自透彻。 所以说道遥顺有病。 非病不能安百姓也。 只病修己未到己则处而。 圆壤一诗。 子曰。 幼儿不孙弟。 长儿无树烟。 老儿不死。 是卫贼。 以仗寇其境。 以打骂作佛事。 却党童子将命。 或问之曰。 义这语。 子曰。 无见其居于位也。 见其与先生并行也。 非求义者也。 欲速成者也。 未学日益。 未到日损。 人都看作两绝。 若知下学而上达。 则日益处。 即日损处已。 经童子儿能居未并行。 何等置气。 但恐其离下学而求上达。 便是依乎中庸之道。 故令之将命。 所以是其操旅儿。 居未。 即是欲立。 并行。 即是欲达。 皆童子之所难能。 故之不适仅求义者。 浊无云。 在居未并行处。 见其欲速成。 非不于做随行也。 若不于做随行。 一放牛小私矣。 何以将命。 魏陵宫第十五。 魏陵宫问臣于孔子。 孔子对曰。 祖斗之事。 则常闻之矣。 君旅之事。 魏之学也。 明日遂行。 再臣绝良。 从者病。 莫能兴。 子鹿运渐曰。 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 君子顾穷。 小人穷。 撕烂矣。 只削运剑。 便是烂。 若知乐在其中。 那剑有穷可运。 子曰。 四也。 女义语为多学而识之者语。 对曰。 然。 非语。 曰。 非夜。 语意以贯之。 浊无云。 辅如未然非语处。 不如曾子之为。 可发一笑。 方外使曰。 俗如望未曾子传的孔子之道。 则子共义传的孔子之道矣。 孔子何以再探经也则亡。 子曰。 由。 知得者先矣。 痛下依针。 子曰。 无畏而治者。 其顺也语。 夫何未哉。 功。 己正难免而已。 从来圣贤。 只有为人为学为德而已。 断断无有畏智者。 若亦有畏智之心。 则天下亦乱矣。 功己二字。 即是修己已尽。 又即为人为学为德之时功夫。 子章问行。 子曰。 言中性。 行赌境。 虽蛮莫莫之邦行矣。 言不忠性。 行不赌境。 虽周里行忽哉。 利。 则见其参于前也。 在于。 则见其矣于痕也。 夫然后行。 子章书诸生。 姓儿曰中。 静儿曰赌。 对至子章并根也。 参前已痕。 但尽其中性赌境儿。 非以此求行也。 唯不求行。 夫然后行。 子曰。 执哉始于。 邦有道如始。 邦无道如始。 君子哉取薄欲。 邦有道则是。 邦无道。 则可卷而怀之。 春兰秋菊。 各善其美。 子曰。 可语言而不语之言。 诗人。 不可语言而语之言。 诗言。 知者不诗人。 亦不诗言。 四息谈。 补助。 不诗人亦不诗言。 则四息谈句以。 息。 便也。 谈。 诗也。 四息谈者。 一是戒息谈。 是性去义。 所以起性。 二为人息谈。 是训导义。 所以开解导习。 三对质息谈。 是警侧义。 所以止恶身善。 四第一意息谈。 是解脱义。 所以显性正真。 佛说一切法。 不离四息谈。 子曰。 智世人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生以成人。 如此。 方明智世人人。 经知智世人人。 依以此自堪。 子供问卫人。 子曰。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居士邦也。 是其代福之贤者。 有其是之仁者。 贤之与人。 皆无利器也。 奈何顿智之曰。 言冤问卫邦。 子曰。 行下之时。 成因之路。 福州之勉。 乐则少武。 放正深。 愿宁人。 正深淫。 宁人待。 亡阳明曰。 言子具体圣人。 其余卫邦的大本大元。 都已完备。 夫子平日之之以身。 到此都不必言。 只就制度文位上说。 此等处。 亦不可忽略。 非要是如此。 方静闪。 又不可因自己本领事当了。 便于防范上疏苦。 虚事要放正深。 远宁人。 盖言子是克己。 向理得上用心的人。 孔子孔其外面末节。 或有殊略。 故救他不足处。 邦不说。 若在他人虚告以为正在人。 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人。 达到酒精。 及成身。 许多功夫。 方使作德。 此方是万事常行之道。 不然。 只去行了下时。 成了阴露。 扶了周勉。 做了少武。 天下其便智德。 补助。 其欲及震身。 妄言及宁人。 千数百年来。 迷利之偏体。 迎荡之师父。 傍佛非圣之闻词。 皆正身宁人教淫教代之有者也。 国以为教。 家以为学。 而不知其非。 天下大乱之所由来也。 放之远之。 山之悔之。 而后天下可谓也。 子曰。 人无远律。 必有静忧。 未超三界外。 松在五行中。 断静二障。 律思远矣。 子曰。 以以乎。 无畏见好得。 如好色者也。 正是不肯绝望。 子曰。 脏文重。 其切谓者与。 知柳下慧之贤。 而不与立也。 诸心在意之字。 子曰。 公自厚。 而保责于人。 则远远矣。 后责人者。 只是不能自厚而。 子曰。 不曰如之和如之和者。 无莫如之和也矣。 毕竟将如之和。 补助之因果。 性轮回。 善有所劝。 恶有所成。 小人有所忌惮。 然后可以交之为善。 周安士先生曰。 人人性因果。 大智之道也。 人人不性因果。 大乱之道也。 虽圣人并起。 无如之和以。 子曰。 群居终日。 言不及义。 好行小会。 难以灾。 小会与义正相反。 子曰。 君子义以为之。 立以行之。 孙义出之。 性义成之。 君子哉。 行之。 行此义也。 出之。 出此义也。 成之。 成此义也。 浊无曰。 不是以义为之。 以立行之。 以孙出之。 以性成之。 方外使曰。 须向君子二字上着眼。 子曰。 君子并无能焉。 不病人之不己之也。 子曰。 君子即没事而名不称焉。 称字。 去身。 没事而时得不称。 君子之名。 真可及以。 子曰。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识得自己。 自然求己。 小人只是不知自己而。 哀哉。 子曰。 君子今而不争。 群而不党。 今。 则亦争。 群。 则亦党。 故意不争不党位借免。 子曰。 君子不以言举人。 不以人废言。 至名至公。 子共问曰。 有意言。 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 其数乎。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可行于天下。 可行于万事。 真事亦以贯之。 子曰。 无之于人也。 谁会谁欲。 如有所欲者。 其有所事以。 私明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人自卫在三代后。 孔子是之。 皆同于三代时。 所以如来成正诀时。 悉见一切众生成正诀。 补助是有审也。 如日审月是之事。 是其所以。 观其所由。 插其所安也。 子曰。 无有即使之却闻也。 有马者借人成之。 今王已夫。 不敢绝望。 子曰。 巧言。 乱得。 小不忍。 择乱大谋。 二皆自乱自己而。 浊无云。 一师之福。 一师之造。 子曰。 众恶之。 必查焉。 众好之。 必查焉。 上句。 为豪杰身躯。 下句。 为香愿赵胆。 子曰。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可见道。 只是人之所惧。 天地万物。 又只是道之所惧。 谁为天地生人耶。 子曰。 过而不改。 是为过矣。 为三种颤法做前茅。 补助千年暗示。 一句能消。 忏悔有句也。 无句则永暗矣。 忏法三种。 一作法忏。 向佛前披成身口一嘴。 事不复作。 二曲相忏。 于定心中。 运忏悔相。 如佛来磨顶。 义感瑞相。 其消烦恼。 三无身颤。 正心端坐。 而观无身之理。 如法华经云。 若欲忏悔者。 端坐念诗相。 重罪如双路。 慧日能消除。 子曰。 无常终日不识。 终夜不寝。 以思。 无义。 不如学也。 学。 思。 本非两世。 言辞。 以旧偏思之师儿。 子曰。 君子谋道。 不谋识。 根业。 内在其中矣。 学也。 路在其中矣。 君子幽道。 不幽平。 浊无云。 作训词看。 子曰。 知己之。 人不能守之。 虽得之。 必失之。 知己之。 人能守之。 不装以利之。 责名不敬。 知己之。 人能守之。 装以利之。 动之不以利。 未善也。 知己。 人守。 是明明德。 装以利之。 是清明。 动之以利。 是指至善。 不能装利动力。 便是人守不全。 不能人守。 便是知之未及。 私之私之。 如来得三不户。 方可明动之以利。 故曰修己已尽。 遥顺其由并诛。 补助。 如来牲口一三叶。 纯净离过。 不需防护。 名为三不户。 子曰。 君子不可小之。 而可大寿也。 小人不可大寿。 而可小之也。 不可小之。 不可以思意策夺之也。 可大寿。 如大海能受龙王之语。 能受重流之归也。 小人反事。 子曰。 明之于人也。 胜于水火。 水火。 无见导而死者已。 未见导人而死者也。 既曰未见导人而死。 又曰有杀生已成人。 方信杀生不是死。 子曰。 当人。 不让于师。 见过于师。 方堪传授。 浊无云。 智慧学者。 唯有当人一事让师。 顾云。 补助。 此当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始交且令。 其余不足观也以张何看。 辨知不当贡高。 亦不当退驱。 华言经云。 心佛即众生。 事三无差别。 顾贡高与退驱二者皆非也。 子曰。 君子真而不量。 量。 即坑坑小人。 子曰。 士君尽其事。 而后其时。 尽其事尽自。 从尽止发来。 既尽其事。 必后其时已。 子曰。 有教无类。 佛菩萨之心也。 若使有类。 便无教乙。 补助。 列子充须经言。 太古神圣之人背之万物情态。 西界异类应生。 慧而聚之。 逊而受之。 同于人民。 故先会鬼神痴媚。 四达八方人民。 莫惧禽寿宠儿。 言血气之类。 心智不疏远也。 神圣之其如此。 故其所教训者。 摩索一一焉。 列子所谓太古神圣者。 非三界大师四身慈父之大爵士尊乎。 子曰。 道不同。 不相未谋。 好理有差。 天地玄格。 人与不人而已。 子曰。 此。 答而已。 从故有几个真正答的。 浊无云。 五字。 便是谈文秘密藏。 诗勉鉴。 集结。 子曰。 结叶。 集习。 子曰。 习也。 皆佐。 子告之曰。 某在思。 某在思。 诗勉初。 子章问曰。 与诗言之。 道语。 子曰。 然。 故相失之道也。 子章看得道自奇特。 孔子诸。 孔子诸得道自平常。 纪事第十六。 纪事将罚专于。 染有记录见于孔子曰。 纪事将有事于专于。 孔子曰。 求。 无奈尔事过于。 夫专于。 习者先妄以为东蒙主。 且在邦遇之中以。 是设计之臣也。 何以乏味。 染有曰。 夫子遇之。 无二臣者。 皆不遇也。 孔子曰。 求。 周人有言曰。 成立就裂。 不能者指。 为而不迟。 颠而不服。 则将焉用笔相矣。 且而言过矣。 虎似出于侠。 归欲毁于独中。 是谁之过语。 染有曰。 经夫专于。 故。 而净于肺。 经不取。 后世必为子孙幽。 孔子曰。 求。 君子及夫舍曰遇之。 而必为之词。 秋叶。 文有国有家者。 不换寡。 而换不君。 不换平。 而换不安。 盖君。 无平。 何。 无寡。 安。 无亲。 夫如是。 故远人不服。 则修文得以来之。 既来之。 则安之。 经有与求也。 相夫子。 远人不服。 而不能来也。 帮分崩离析。 而不能守也。 而谋动干戈于帮内。 无孔寄孙之忧。 不在专于。 而在肖墙之内也。 老力断育曲直分明。 补助。 文得及君也。 安也。 和也。 不君。 不安。 不和。 故人不服也。 远人不服。 而修文得以来之。 此正本清缘之话。 若弃文得。 而独无功。 静人不服。 旷远人呼。 故国家之忧。 不在远人。 而在肖墙之内也。 孔子曰。 天下有道。 则里月真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则里月真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 盖时世息不失以。 自代夫出。 五世息不失以。 赔臣执国命。 三世息不失以。 天下有道。 则正不在代夫。 天下有道。 则数人不义。 浊无云。 明诸臣子。 隐则君父。 补助上臣天道。 下子庶民。 未知天子。 非节奏独夫之所能混同也。 好善如春之身。 恶恶如秋之素。 好善如母之词。 恶恶如父之言。 礼乐真伐。 吉好善恶恶之事也。 明知所好好之。 明知所恶恶之。 故树人不义。 树人义而天下之乱可之以。 乃至树人不敢义。 而天下之乱义甚以。 孔子曰。 孔子曰。 路之去公事。 五是以。 正歹于代夫。 四是以。 故夫三环之子孙为以。 孔子曰。 义者三有。 顺者三有。 有直。 有量。 有多文。 意义。 有辩辟。 有善柔。 有辩宁。 顺义。 孔子曰。 义者三乐。 顺者三乐。 乐节礼乐。 乐道人之善。 乐多贤友。 意义。 乐交乐。 乐意游。 乐艳乐。 顺义。 义者顺者。 都就求一招损的字身上说。 补助。 多文难。 量。 更难。 直。 由难中之难。 如此亦有。 信物交必失之。 便辟。 非直也。 善柔。 非量也。 便拧。 非多文也。 便辟。 四直而非中道。 善柔。 四量而非至成。 便拧。 四多文而非正知正见。 如此损有。 切勿勿认。 孔子曰。 事于君子有三眼。 言为己之而言。 为之造。 言及之而不言。 为之隐。 为见颜色而言。 为之骨。 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 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 有戒。 则能遇血气。 无戒。 则被血气使。 一步一经。 三戒收尽。 补助。 是及贪甜吃三毒也。 自少。 而壮。 而老。 一切时。 皆当戒之。 分举三十者。 以其亦犯而。 与偏而亦原也。 之三毒皆有血气所为。 则之非本性所有。 能悟性者戒之非难。 性体虚空。 何有余色。 性量亦如。 何有余斗。 性聚万有。 何事余德。 是之未顺性修解。 孔子曰。 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 为大人。 为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 而不为也。 侠大人。 五圣人之言。 天命之信。 真妄难分。 所以要为。 大人。 修道父信。 是我明师良有。 所以要为。 圣言。 只是修道父信之要。 所以要为。 为天命。 是归一一体三宝。 为大人。 是归一注持佛宝三宝。 为圣人之言。 是归一注持佛宝也。 不知天命。 亦不知大人。 亦不知圣人之言。 小人既皆不知而不畏。 则君子皆知。 故皆为耳。 不知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不知人心为为。 不知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不能借圣恐惧。 是不畏天命。 妄以礼佛。 你就敬佛。 是侠大人。 妄为经论是指提法。 不知会命所计。 是五圣人之言。 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 上也。 学而知之者。 四也。 困而学之。 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 明思未下矣。 只是肯学。 便非下明。 孔子曰。 君子有九思。 是。 私明。 听。 私葱。 色。 私温。 茂。 私公。 言。 私中。 是。 私敬。 疑。 私问。 分。 私难。 见得。 私意。 自自真名。 未知私也。 夫何远之有。 君子私不出其位。 与此参看。 孔子曰。 见善。 如不吉。 见不善。 如探汤。 无见其人矣。 无闻其语矣。 隐居矣求其智。 行义矣达其道。 无闻其语矣。 未见其人也。 其井功。 有马千四。 死之日明无德而称焉。 薄夷书其。 厄于守阳之下。 明道于今称之。 臣不以赴。 亦指以义。 其思之未语。 臣抗问于薄于曰。 此。 亦有亦闻乎。 对曰。 未也。 常独立。 理屈而过停。 曰。 学诗乎。 对曰。 未也。 不学诗。 无以言。 理退而学诗。 他日又独立。 理屈而过停。 曰。 学理乎。 对曰。 未也。 不学理。 无以利。 理退而学理。 闻思二者。 承抗退而喜曰。 问一的三。 闻师。 闻理。 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未得未得。 忘了一个空欢喜。 可笑可笑。 补助。 圣人是一切众生如子。 有何远近之分乎。 帮君之妻。 君称之。 约夫人。 夫人自称。 约小童。 帮人称之。 约君夫人。 称诸一帮。 约寡小君。 一帮人称之。 亦约君夫人。 补助一帮君之妻儿。 而各个称之不同如此。 可恶性义而名语相万书之指。 为人君指于人。 为人臣指于敬。 为人子指于孝。 为人父指于慈。 与国人交指于姓。 其为至良之一也。 扬获第十七。 扬获遇见孔子。 孔子不见。 归孔子屯。 孔子拾其王也。 而往拜之。 御诸徒。 为孔子曰。 来。 御语而言。 曰。 怀其宝儿弥其邦。 可恶人乎。 曰。 不可。 好从事而及失时。 可恶之乎。 曰。 不可。 日月事已。 遂不我语。 孔子曰。 诺。 无将事已。 拾其王。 只是偶执其王儿。 孟子坐看其王。 便令孔子坐略。 仅于洋货一般。 岂可忽哉。 孔子曰。 信。 相敬也。 习。 相远也。 信敬习远。 方式不便随缘之义。 孟子道信善。 只说人道知信。 以救时而。 补助、顺性而修。 则久戒众生。 皆可成佛。 故约相敬。 随习而流。 则同体之性。 而始法戒分焉。 始法戒者。 佛法戒。 菩萨法戒。 原诀法戒。 深吻法戒。 此位四圣。 天法戒。 人法戒。 修罗法戒。 畜生法戒。 恶鬼法戒。 地狱法戒。 此事六凡。 九戒对佛而言。 皆众生也。 十戒为是一心。 心本无戒。 依于所习善恶竟然似法而成十戒。 故约法戒。 真如性内。 绝身佛之假名。 故约一真法戒。 真者无妄。 如者不便也。 此约。 为上之。 与下于。 不疑。 除雀上之下于。 便皆可疑。 继位道上之。 岂可不畏之低防。 既不甘下于。 岂可不早思一意。 补助。 杨明先生为上之与下于不疑。 非不可疑。 乃不肯疑耳。 上之不肯畏恶。 下于不肯畏善。 非不能也。 自知五成。 文贤歌之声。 夫子挽耳而笑曰。 歌姬烟用牛刀。 自游对曰。 西者眼也。 文珠夫子曰。 君子学道。 则爱人。 小人学道。 则意识也。 子曰。 二三子。 眼之言是也。 前言戏之耳。 宫山扶扰。 子废叛。 赵。 子欲网。 子路不说曰。 莫知也已。 何必宫山是知之也。 子曰。 夫赵我者。 而其屠栽。 如有用我者。 无其为东周乎。 原不说公山绝能用我。 浊无云。 言必为西周。 不为东周也。 子章问人于孔子。 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 为人已。 请问之。 曰。 公。 宽。 性。 命。 会。 公。 则不武。 宽。 则得重。 性。 则人认焉。 命。 则又公。 会。 则足以使人。 要以此五者行于天下。 方式人。 不得舍却天下。 而空言存心。 以天下不在心外。 而心。 飞肉团固也。 非肉团固也。 佛西照。 子欲网。 子鹿曰。 习者游也。 文诸夫子曰。 亲于其身为不善者。 君子不入也。 佛西以忠目判。 子之网也。 如之河。 子曰。 然。 有事严也。 有事严也。 不曰奸乎。 磨而不灵。 不曰白乎。 灭而不姿。 无起刨瓜也哉。 焉能细而不识。 磨得灵的。 便非真尖。 灭得姿的。 便非真白。 刨瓜。 用味浮囊。 而不用做石器。 只是一片之用。 圣人无用。 摩索不用。 故云无起刨瓜。 乃现无可无不可。 犹如太虚空然。 不可换作一物儿。 非是要与人做石器也。 若做石器。 纵使狐脸。 亦可灵可自已。 子曰。 游也。 女文六言六必以乎。 对曰。 未也。 知。 无与女。 好人不好学。 其必也鱼。 好之不好学。 其必也荡。 好性不好学。 其必也贼。 好之不好学。 其必也脚。 好勇不好学。 其必也乱。 其必也乱。 好刚不好学。 其必也狂。 若不好学。 责任之等。 皆虚名而。 言者。 但有虚名。 非实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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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是实并矣。 子曰。 小字和墨学夫诗。 诗可以心。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愿。 耳之是父。 远之是君。 多识于鸟授草木之名。 经人都不曾学诗。 自卫薄于曰。 女为周男赵男以乎。 人而不为周男赵男。 其有正强面而立也语。 为自。 妙。 直须为文王。 为周公。 是非面强。 不住。 孟子曰。 身不行道。 不行于妻子。 使人不以其道。 不能行于妻子。 譬如面强而立。 第一不以不可行。 安能行之家国天下乎。 故文王之话。 自行于寡妻史。 然后置于兄弟。 以欲于家邦。 子曰。 李云李云。 玉伯云忽哉。 乐云乐云。 中古云忽哉。 与人而不仁张参看。 子曰。 色力。 而内人。 辟诸小人。 其由川于之道也语。 得当之圣。 克独之圣。 子曰。 相缘。 得之贼也。 子曰。 道听儿图说。 得之弃也。 相缘。 只好偷十人十马。 道听图说。 连十人十马也偷不得。 子曰。 彼夫可与世君也与哉。 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 记得之。 患失之。 苟患失之。 无所不置疑。 照妖镜。 斩妖剑。 子曰。 古这名有三级。 金也获释之王也。 古之狂也四。 金之狂也荡。 古之金也连。 金之金也奋力。 古之鱼也直。 金之鱼也诈而已。 格克九鼎门针。 不知还就得否。 可悲可怜。 子曰。 巧言。 吝啬。 仙乙人。 子曰。 二子之夺诸也。 二振生之乱雅乐也。 二利口之父邦家者。 二也字。 义者字。 冰柱力然。 子曰。 语欲无言。 子共曰。 子如不言。 则小子和树烟。 子曰。 天何言哉。 四十行焉。 百物深焉。 天何言哉。 无言。 岂是不言。 何言。 却是有言。 说时莫。 莫时说。 参。 如悲遇见孔子。 孔子此以极。 将命者出户。 取色而歌。 使之闻之。 不住, 既此以极。 又取色而歌使之闻之。 可知圣人之不肯忘语。 虽不见如悲。 却是以静而教之。 宰我问三年之丧。 其以久矣。 君子三年不为礼。 礼必坏。 三年不为乐。 乐必崩。 换什么做礼乐。 可耻可耻。 旧古记眉。 心古记深。 钻碎改获。 岂可一意。 子曰。 食夫道。 依夫井。 于女安呼。 曰。 安。 丧心病狂, 女安。 则未知。 夫君子之居丧。 食指不甘。 闻乐不乐。 居处不安。 故不畏也。 真理真乐。 何盘托出。 经女安。 则未知。 宰我出。 子曰。 与之不仁也。 自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 天下之通丧也。 与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难道三年之丧。 便报得三年之爱。 且救人情真切处。 典型之耳。 陈明昭曰。 宰我答案。 真有吊达入地狱的手段。 得他此答。 方引出孔子一番痛骂。 方使天下后世之为子者。 皆不得安。 方杜绝千古事后。 欲短丧之邪说。 不住、吊达。 集体婆达多。 于无量解前。 佛为国王。 调达为阿斯仙人。 为王说妙法华经。 自试世事事现逆行。 专意害佛。 深湖泛王家。 为佛从地。 常义督藏食指甲。 礼佛皆足。 足不伤。 而指自坏。 又与阿舌是王。 谋欲杀佛。 而自卫心佛。 王纵五百罪向踏佛。 佛已收指。 指献狮子。 向皆赦福。 又推大食压佛。 得神遮之。 十岁。 蹦其小者。 中佛族流血。 应是陷入地狱。 佛遣时问其安否。 报曰。 我处此。 如似禅天乐。 又问几时出地狱。 答曰。 呆世尊来入地狱。 我方出之。 其五密类如此。 实则大权释献。 成就佛功德。 故法华会中。 得受祭成佛。 子曰。 宝石终日。 摩索用心。 难以灾。 不有博弈者乎。 为之有贤乎乙。 好行小会。 摩索用心。 拒难以灾。 虚事拘异以四命。 子鹿曰。 君子上涌乎。 子曰。 君子亦以为上。 君子有勇而无义。 为乱。 小人有勇而无义。 为道。 勇者夺破。 子贡曰。 君子亦有恶乎。 子曰。 有恶。 恶称人之恶者。 恶居下流而善上者。 恶勇而无礼者。 恶果感而至者。 曰。 四也。 亦有恶乎。 恶脚已为之者。 恶不孙已为勇者。 恶劫已为之者。 大须各自简点。 莫使词恶人恶。 子曰。 为女子。 欲小人。 为男养也。 敬之。 则不孙。 愿之。 则愿。 趋近女子小人情状。 补助女子小人。 皆须教之一道。 学道则亦时也。 若养而不教。 则有怨与不孙之弊。 子曰。 年四时而见恶焉。 其中也已。 恶字。 不作去生毒。 见恶。 为上不能改恶从善也。 虽云改过可贵。 但四时不改。 孔中不能改矣。 故尽力之。 亦欲其奋发速改也。 补助,欲其不忠于恶也。 不忠于恶。 则朝闻道细死可矣。 为子第十八。 为子去之。 姬子为之奴。 比甘剑而死。 孔子曰。 应有三人焉。 义士者。 却知其人。 同识者。 却云不知其人。 孔子于人字。 何等认得清楚。 其四子路子共子张无伯等。 隔墙猜迷乎。 卓吾曰。 千古之眼。 方外使曰。 若聚厚如见识。 则为子之去。 姬子之成红犯于五王。 安德与比甘同论。 呜呼。 人力之不明也久矣。 补助,为人而去。 为人而奴。 为人而死。 顾约应有三人焉。 柳夏慧未试诗。 三处人约。 子未可以去乎。 约。 直道而是人。 焉往而不三处。 往道而是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 卓吾约。 有剑有手。 方外使曰。 微剑。 得真。 固守得定。 其进攻呆孔子曰。 若即是。 则无不能。 以即梦之间呆之。 曰。 无老矣。 不能用也。 孔子行。 其人归女了。 即还子受之。 三日不朝。 孔子行。 楚狂皆愚。 歌而过孔子曰。 奉夕奉夕。 何得之衰。 往这不可见。 来这有可追。 以而以而。 今之从政者代而。 孔子下。 玉语之言。 驱而辟之。 不得语之言。 又是圣人一个知己。 驱而辟之。 游有禅姬。 长举。 解逆。 偶尔根。 孔子过之。 使子鹿问惊焉。 长举曰。 夫之余者为谁。 子鹿曰。 为孔秋。 曰。 是鲁孔秋语。 曰。 曰。 是也。 曰。 曰。 是知今已。 好赞词。 问于杰逆。 杰逆曰。 自为谁。 曰。 为众游。 曰。 是鲁孔秋之徒语。 对曰。 然。 曰。 曹曹者。 天下皆是也。 而谁已一知。 且而与其从辟人之事也。 其若从辟事之事哉。 忧而不辍。 辟人之事。 错看孔子。 子鹿行已告。 夫子武然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 无非私人之徒语。 而谁语。 可见不是辟人之事。 天下有道。 丘不语一也。 菩萨心肠。 目夺之分。 子鹿从而后。 欲仗人以仗何游。 子鹿问曰。 子见夫子呼。 问得满状。 仗人曰。 四体不情。 无骨不分。 书为夫子。 答得清楚。 执其杖而云。 子鹿拱而立。 至子鹿诉。 杀鸡未属。 而识之。 见其二子焉。 露出马脚。 惹出是非。 明日子鹿行已告。 子曰。 引这也。 使子鹿反见之。 赵州勘婆子。 智则行已。 勘破了也。 子鹿曰不适无矣。 掌幼之劫。 不可废也。 君臣之义。 如之何其废之。 欲劫其身。 而乱大伦。 君子之事也。 行其义也。 道之不行。 以之之乙。 此数据。 绝不似子鹿之言。 绝不似子鹿之言。 想是夫子教他的。 信的藏人不在。 不然却被藏人堪破。 补助。 常举劫逆藏人之情四体。 分无故。 自是古时学者本色。 两汉学风尚如此也。 孔子欲敬以大臣旧事之学。 故不许其辟事。 然高于后世科举学校所养成之游民万万以。 经之学者。 当法常举劫逆藏人之生计自立。 而更尽求大臣旧事之学。 则征孔子徒也。 独凡池请学驾张。 亦当之此义。 若战国时许行军民并跟儿时之说。 则至爱难通以。 两汉诸地。 上宫根吉田。 以宫宗庙祭祀。 而令郡国各举效地利田之事。 以为相礼表率。 此则两法美意可施行也。 义名。 薄仪。 书齐。 于众。 一亿。 朱章。 六下会。 少连。 子曰。 不将其智。 不辱其身。 薄仪书其语。 为柳下会少连。 降至乳身矣。 言中伦。 行中律。 其私而已矣。 位于众一矣。 隐居放言。 身中轻。 费中权。 我则异于是。 无可无不可。 异于是。 为异于不降不辱。 异于降至乳身。 异于隐居放言也。 非为异于一鸣也。 亦无可无不可。 而负于一鸣之科。 又是目夺一个注脚。 大师智。 士奇。 亚犯干。 士楚。 三犯聊。 士采。 四犯缺。 士情。 古方书。 入于河。 波、照邪献古。 五。 入于汉。 少诗阳。 及庆乡。 入于海。 七创之景。 万古堕泪。 亦可注发苦空无常关门。 不注,此周十天子诗观学在四一之十路也。 古这百官各专其学。 各是其官。 赖有事录以养之也。 周东迁后。 王震步行于诸侯。 所入不足以养官。 而散在四方。 百官之学。 遂便为百家之学。 而古学见衰矣。 独班故以文志。 可知其大略也。 周公为鲁公曰。 君子不失其轻。 不使大臣怨忽不已。 故就无大故。 则不弃也。 无求备于义人。 补助,此言居上要宽。 宽则得重。 无求备于义人。 世交凡有国者。 造就人才之准则。 求备于义人。 可使天下无义人。 不求备于义人。 而人才不可慎用义。 后世科举学校。 皆以求备义人之法。 使天下应财。 不能成财。 不能成德。 而国家之根本商义。 可探野夫。 周幼八世。 博达。 博士。 重突。 重乎。 书页。 书下。 记随。 记瓜。 补助,八世而出于一家兄弟。 又两两双生。 可想周世之多。 文武周公德化之圣也。 杨圣曰。 大力董南曾见诵人小说周有八世。 命名八人儿四孕。 博达博士一孕也。 重突重乎一孕也。 书页书下一孕也。 记随记瓜。 随寻何返。 瓜乌歌返。 一孕也。 周人上文。 于命子之名。 亦致密不苟如此。 说见顾婷玲因学五书之堂运证。 子章第十九。 子章曰。 事件为致命。 见得思义。 既思尽。 丧思哀。 岂可以义。 浊无云。 致命。 不用思字。 有礼。 子章曰。 值得不红。 信道不读。 焉能未有。 焉能未亡。 浊无云。 骂得很。 方外使曰。 红字。 赌字。 用得妙。 子下之门人。 问交于子章。 子章曰。 子下云河。 对曰。 子下曰。 可者云之。 其不可者拒之。 子章曰。 亦乎无所闻。 君子尊贤而荣重。 加善而经不能。 我之大咸语。 于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咸语。 人将拒我。 如之何其拒人也。 无有不如己者。 缘不是巨人。 子下曰。 虽小道。 必有可观者焉。 致远孔迷。 是以君子不畏也。 子下曰。 日知其所亡。 月无望其所能。 可谓好学也已矣。 此便是子下之学。 不是孔子之学。 所谓小人如也。 子下曰。 博学而赌智。 切问而尽思。 人在其中矣。 此却说得有味。 子下曰。 百公居四。 以臣其事。 君子学。 以致其道。 逼真好同欲。 子下曰。 小人之过也。 必闻。 浊无云。 惊人躺有闻过之念。 此念便是小人了。 子下曰。 君子有三变。 望之。 俨然。 疾之也。 温。 听其言也。 立。 向赞。 子下曰。 君子信而厚劳其名。 未信。 则以为利己也。 信而厚见。 未信。 则以为傍己也。 小心天下去得。 子下曰。 大德不于闲。 小德出入可也。 浊无曰。 最方而最圆。 出入。 形容其活动而。 云和便说未尽合理。 方外使曰。 若不合理。 和明晓得。 子游曰。 子下之门人小字。 当派扫药应对进退。 则可以。 亦莫也。 本之则无。 如之何。 前垂小字。 子下闻之曰。 一。 言又过矣。 君子之道。 赎先传焉。 赎后眷焉。 点画小字。 辟诸草木。 屈以别矣。 激励小字。 君子之道。 焉可乌也。 有始有促者。 其为圣人乎。 怂恿小字。 自由之机。 是要门人之本。 子下之变。 是要门人及莫物本。 至此撒扫应对进退。 若以为莫。 到底是莫。 若知其本。 偷偷皆本。 二贤各出手眼皆隐门人。 莫做是非会也。 补诸佛以一音眼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天以一味将食语。 草木随类各自荣。 君子之道。 本莫不耳。 见本见莫。 见先见后。 皆学者机感知不同也。 若即莫知本。 即使之醋。 则非至圆至顿之圣人不能。 故意成佛法。 分别而说三说五。 乃至无量。 为菩萨。 圆觉。 神闻。 天。 人。 即恶到众生。 躯垂方便。 十方三是佛。 等一大词也。 子下曰。 事而忧。 则学。 学而忧。 则是。 浊无曰。 今人学未忧。 则已是以。 是而忧。 如何肯学。 方外使曰。 为其学未忧便是。 所以事后永无忧时。 子游曰。 丧至乎哀而止。 子游曰。 无有张也。 为难能也。 然而为人。 曾子曰。 堂堂呼张也。 难语并未人矣。 好朋友。 真难得。 惊人纳肯如此说病痛。 曾子曰。 无文诸夫子。 人未有自治者也。 必也清丧呼。 曾子曰。 无文诸夫子。 梦庄子之孝也。 其他可能也。 其不改父之臣。 与父之正。 是难能也。 梦是使养夫。 为世诗。 问于曾子。 曾子曰。 上师祈祷。 明散久矣。 如得其情。 则哀今而勿喜。 为至孝者。 方能至词。 堪为万世世诗座右鸣。 子贡曰。 咒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天下之恶皆归焉。 应见不远。 子贡曰。 君子之过也。 如日月之时焉。 过也。 人皆见之。 更也。 人皆养之。 光明正大之论。 为公孙朝。 问于子贡曰。 众迷焉学。 子贡曰。 文武之道。 为罪余地。 在人。 贤者时其大者。 不贤者时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学。 而义贺常诗之有。 卓吾曰。 分明说他诗文武。 而语自圆妙。 书孙无书。 语代夫于朝曰。 子贡贤于众迷。 子负紧薄。 以告子贡。 子贡曰。 辟之功强。 四之强也极奸。 窥见世家之好。 夫子之强庶任。 不得其门而入。 不见宗庙之美。 百官之父。 得其门者。 或寡义。 夫子之云。 不亦一乎。 书孙武书悔众迷。 子贡曰。 无以为也。 众迷不可悔也。 他人之贤者。 丘陵也。 有可于也。 众迷日月也。 无得而于焉。 人虽欲自觉。 其和商于日月乎。 多见其不知量也。 臣子情为子贡曰。 子贵公也。 众迷起贤于子乎。 子贡曰。 君子一言以为之。 一言以为不知。 言不可不慎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 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 夫子之得邦加者。 所谓利之。 私利。 道之。 私行。 缓之。 私来。 动之。 私和。 其身也。 容。 其死也。 哀。 如之和其可及也。 卓吴曰。 对痴人。 不得不如此浅说。 方外使曰。 世间痴人都如此。 向他说及浅事。 他便见得深。 向他说及生理。 他既不知。 反任坐浅。 遥曰第二时。 遥曰姿耳顺。 天之利数在耳宫。 允值其中。 四海困穷。 天路永中。 顺意以命语。 曰。 欲小自律。 敢用玄母。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舍。 帝臣不必。 减在地心。 正宫有罪。 无以万方。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周幼大赖。 善人是父。 虽幼周卿。 不如人人。 百姓有过。 再与一人。 景全量。 审法度。 修费官。 四方之阵行焉。 新灭国。 既爵士。 举一名。 天下之名归新焉。 所重名。 十。 丧。 既。 修寂已尽四字。 便是帝王道迈。 历历可靠。 宽。 则得重。 信。 则明任焉。 命。 则又公。 公。 则说。 子章问于孔子曰。 何如。 思可以从正义。 子曰。 尊五美。 平四恶。 思可以从正义。 子章曰。 何为五美。 子曰。 君子慧而不废。 劳而不怨。 欲而不贪。 太而不骄。 威而不猛。 子章曰。 何为慧而不废。 子曰。 因明之所利而利之。 思不亦慧而不废乎。 则可劳而劳之。 又谁愿。 欲人而得人。 又焉贪。 君子无重寡。 无小大。 无感慢。 思不亦态而不交乎。 君子正其衣冠。 尊其瞻事。 俨然人望而未知。 思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章曰。 何为四恶。 子曰。 不教而杀。 未知虐。 不借事成。 未知报。 慢令至奇。 未知贼。 由之与人也。 出纳之令。 未知有私。 子曰。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不知理。 无以利也。 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 知命只是身性因果而。 知理。 则善于观心。 所谓曰之以理。 知言则善于文法。 所谓了达四溪因缘。 忠。 论语点经补助下忠。 周易禅解。 周易禅解序。 偶易子结冬于月台。 禅诵之于。 手持为鞭而监视之。 或问曰。 子所解则是一曰。 于应之曰。 然。 父有事而问曰。 自所解则非一曰。 于应之曰。 然。 又有事而问曰。 自所解则意意意非一曰。 于应之曰。 然。 更有事而问曰。 自所解则非一非非一曰。 于应之曰。 然。 事者闻而笑曰。 若是忽惰在四句中也。 于曰。 辱不闻四句皆不可说。 有因缘故四句皆可说乎。 因缘者。 四膝谈也。 人为我世子也。 而亦通如。 能解义。 则身欢喜焉。 故为是意者。 无然之。 世界西谈也。 或为我世子也。 奈何解义。 以同俗如。 之所解之非意。 则善心生焉。 故为非意者。 无然之。 为人西谈也。 或为如是代无分也。 若知意与非意必有差别。 虽意而同。 虽同而意。 则弄动之并不得作焉。 故为意意亦非意者。 无然之。 对至西谈也。 或为如是必有始法也。 若知非意。 则如非定如。 知非非意。 则是非定是。 但有名字。 而无实性。 顿见不思意理焉。 故为非意非非意者。 无然之。 第一意西谈也。 是者曰。 不然。 若所解是意。 则人将为意可助出是法。 臣增义棒。 若所解非意。 则人将为师自说禅。 何尝之意。 臣俭损棒。 若所解意意亦非意。 则人将为如缘非禅。 禅义非如。 臣相为棒。 若所解非意非非意。 则人将为如不成如。 禅不成禅。 臣戏论棒。 乌见其为四溪谈也。 余曰。 是固然。 辱毒不闻人参善补人。 而弃喘者福之力必忽。 亦不闻代皇罪损人。 而终满者福之力挫乎。 春之身欲万物也。 勿故有欲春而烂坏者。 下之长养树品也。 草亦有下哭者。 秋之肃杀也。 而菊有黄花。 东之必藏也。 而松波清清。 梅英复复。 如必则其有力无害者而后未知。 天地恐义不能无憾以。 且佛以此掩饰大迁。 知群姬以熟。 然后世身。 游游摩波寻扰乱之。 九十五种极度之。 提婆达多斯中害之。 岂为遥顺称有病灾。 无所有解义者。 无他。 以禅入儒。 勿佑如以之禅耳。 纵令不得四溢而起四磅。 如从地道。 还从地起。 至独辱中。 转至醍醐。 绝独人在。 便行为外道师。 萨哲未尼兼主。 亦在思也。 逝者再败而谢曰。 死非弟子所及也。 请得彼而存之。 从真心寺众东续道仁书于温灵之豪于楼。 周亦禅解目录。 续。 卷一,上经之一,甘坤。 卷二,上经之二,屯蒙虚诵诗彼小处旅。 卷三,上经之三, 太否同仁大有千玉随古灵关。 卷四,上经之四, 是科奔包覆无望大处一大过砍离。 卷五,下经之一, 贤恒顿大壮静明一家人魁简解损意。 卷六,下经之二, 绝构翠生困景阁顶正更见归美。 卷七,下经之三, 风吕迅对幻结中辅小过季即未继。 卷八细词上传。 卷九细词下传说挂传续挂传杂传。 卷十何图说洛书说福西八卦次序说福西八卦方位说六十四卦次序说六十四卦方位说文王八卦次序说文王八卦方位说。 周一禅解卷第一, 周一禅解卷第一, 北天目道人偶一秩序者。 上经之一, 六十四卦皆伏西所画, 下经以更居首, 明曰连山, 商经以坤居首, 明曰归藏, 各有咒词以断吉凶, 文王求有礼食, 细经炭词 以乾坤二挂居首 明之曰义 周公被流言时 负细摇词 孔子又为之传以辅一之 顾明周义 顾本文王周公炭摇二词 自分上下两经 孔子则有上经炭传 下经炭传 上经相传 下经相传 乾坤二挂文言 细词上传 细词下传 说挂传 序挂传 杂挂传 共鸣诗意 后人以孔子前之五传 汇入上下两经 而细词等五传不可汇入 附后别形 及经经也 可上可下 可内可外 异地皆然 出无死局 顾明交易 能动能静 能柔能刚 阴阳不测 出无死法 顾明辩义 虽无死局 而旧事论事 则上下内外人自立然 虽无死法 而极相言相 则动静刚柔 人自灿然 此所谓万古不易之常经也 若以事物言之 可以一事一物各对一挂一摇 亦可于一事一物之中 具有六十四挂三百八十四摇 若以挂摇言之 可以一挂一摇各对一事一物 亦可于一挂一摇之中 具断万事万物 乃至是出世间一切是物 又一切是物即一事一物 一事一物即一切是物 一切挂摇即一挂一摇 一挂一摇即一切挂摇 顾明交易便易 时机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互聚互造 互入互荣之法界而 伏兮但有话而无辞 设阴阳之相 随人作何等界 世界西坛也 文王断词 极多而凶少 举大纲以身善 为人西坛也 周公谣词 戒多而极少 净变态以劝臣 对至西坛也 孔子诗传 会归内圣外王之学 第一一息坛也 偏说如此 课时论之 四圣各具前三息坛 开拳显时 则各四息 甘下前上 前 缘亨力争 六话皆阳 故名为前 前者 见也 在天为阳 在地为刚 在人为智为义 在性为照 在修为官 又在气界为父 在根身 为首 为天君 在家为主 在国为王 在天下为帝 或有以天道士 或有以王道士者 皆偏举异于耳 见则所行无碍 故缘亨 然须是其所见者何事 立真之戒 圣人开示学者切要在此 所谓修道之教也 夫 见于上品十恶者必堕地狱 见于中品十恶者必堕处身 见于下品十恶者必堕鬼去 见于下品十恶者必成修罗 见于中品十恶者必身人道 见于上品十恶者必身天上 见于上品十恶 兼修禅定者 必身色无色界 见于上品十恶 兼修四第十二因缘观者 必获二圣果阵 见于上上品十恶 能自立立他者 即名菩萨 见于上上品十恶 勒知十恶即是法界即是佛性者 必缘无上菩提 故时界皆缘亨也 三恶未邪 三善未正 六道有漏未邪 二圣无漏未正 二圣偏真未邪 菩萨度人未正 全臣二帝未邪 佛界中道未正 分别中边不同未邪 一切无非中道未正 此力真之界所以当未践行者设也 出旧 前龙物用 龙之为物也 能大能小 能屈能伸 故以欲甘得焉 出位长飞龙 特以在下 则宜前而勿用而 此如大顺根立三十 亦如炎子居漏相呼 其敬未复 其便未够 复则后不审方以自养 够则施命告四方以养众 皆前之意也 九二 剑龙在田 力剑大人 出如渊 二如田 十位之不同而 龙何尝有一哉 二五约大人 三约君子 皆仁而能龙者也 此如大顺真雍实 亦如孔子皇 黄球是乎 其敬未临为师 其便未同仁 皆有利剑之一焉 九三 君子终日浅浅 细涕若立 五九 在下之上则得为 纯刚之德则望重 故必终日浅浅 虽至于细 而游涕若 所谓安而不妄为 为者 安其为者也 此如大顺设证实 亦如王臣 捡捡匪公者乎 其敬未太未迁 其便未屡 皆有甘甘涕力之一焉 九四 祸月在渊 五九 出之勿用 必于深渊 四亿在渊 何也 出则前 四则月 时事不同 而积赞同 此如大顺必为时 亦如大臣之修修 有荣者乎 其敬未大壮未欲 其便未小处 皆有将非未非 以退尘敬之一焉 九五 非龙在天 利剑大人 经之非者 即席之或月 或替或见 或前者也 不如此 安所称大人哉 我未大人 则所见无非大人矣 此如大顺垂衣上 而天下智 亦如一切圣王之欲 及者乎 其敬未绝未比 其便未大有 皆有利剑之一焉 上九 抗龙有慧 抗者 时事之穷 悔者 触抗之道也 此如大顺欲 有苗福格 五甘与于两皆乎 否则不畏情 黄汉武者 姬兮以 其敬未甘未包 其动未绝 皆抗而虚悔者也 王阳明曰 甘六摇坐一人看 有显慧 无忧烈 坐六人看 有贵贱 无忧烈 统论六摇表法 通乎世出世间 若曰三才 则上二摇为天 中二摇为人 下二摇为地 若曰天时 则冬至后未出摇 立春后为二摇 清明后为三摇 下为四摇 秋为五摇 九月后未上摇 又乾坤二挂和论者 十一月未甘出摇 十二月为二摇 真月为三摇 二月为四摇 三月为五摇 四月为上摇 五月为坤出摇 乃至十月为坤上摇也 若曰玉天 则出摇为四王 二刀利 三叶魔 四兜律 五化乐 上他化 若曰三界 则出玉界 二三四五色界 上五色界 若曰地理 则出魏渊底 二魏田 三魏高原 四魏山谷 五魏山之正基 上魏山顶 若曰方魏 则出魏东 三魏南 四魏西 六魏北 二五魏中 若曰家 则出魏门外 上魏后援 上魏后援 中四魏魏家庭 若曰国 则出上魏交也 中四魏魏城内 若曰人类 则出名 二世 三官长 四宰府 五君主 上太皇 或祖庙 若曰一身 则出魏族 二魏肥 三魏谷魏陷 四魏胸魏生 五魏口魏眉 上魏首 魏魏口 若曰一世 则出魏海童 二少 三壮 四强 五爱 上老 若曰六道 则如此可配六窑 又曰十戒 则出为四恶道 二为人天 三魏色无色戒 四魏二圣 五魏菩萨 上魏佛 若曰六集 则出礼 二名字 三观形 四相似 五分正 上究竟 以要言之 事出事法 若大若小 若依若震 若善若恶 皆可以六窑作表法 有何一窑不设一切法 有何一法不设一切六窑灾 佛法是干六窑者 龙乃神通变化之物 欲佛性也 礼集为忠 佛性为烦恼所复顾勿用 名字为忠 宜参见师友 顾立见大人 观形为忠 宜经静不息 顾日干细涕 相似为忠 不着四道法爱 顾获悦在渊 分正为忠 八相成道 立一群品 顾为人所立见 久静为忠 步入涅槃 同流九戒 顾云有慧 此原始要忠 坚信与修而言之也 若单约修德者 扬畏至德 即是会行 初心前会 以以定水济之 不宜偏用 二居因为 定会调世 能见佛性 顾云立见大人 三以会性便观诸法 四以定水赡养其机 五则中道正会 正时相礼 上则密智会 相乐不可得 又约通塞而言之者 初世浅会 故不可用 上世会过于定 故不可用 中之四摇皆是庙会 二如开佛之见 三如释佛之见 四如悟佛之见 五如如释佛之见也 用九 剑群龙无首 即 六十四卦 共计三百八十四摇 阴阳各半 则阳阳共有百九十耳 此周公总明一切阳阳 所以用九而不用七之之也 盖七味少阳 静而不变 九味老阳 动而变阴 金若氏的前卦 六摇皆久 则变未昆卦 不为可知大事 一切可作成物 而六龙不作六龙用 其变化妙无端倚矣 此如大顺剑与余天 不以未传其子 亦如摇顺之有病 文王之望道未见 孔子之圣人岂敢呼 若约佛法试者 用九 试用有变化之慧 不用七之无变化慧也 阳董 即便未因 欲妙慧必语定句 华言云 智慧了尽同三昧 打慧云 一物之后 稳贴贴地 皆是此意 群龙者 阴中三观 裹上三智也 观之与智 离四聚 绝百非 不可以相求 不可以实时 故无守而及 队约 大灾前缘 万物滋始乃统天 云行与诗 品物流行 此孔子队传 所以是文王之断词者也 是断之法 或铲明文王言中之傲 或点是文王言外之指 或借文王言句而自出首眼 别生妙异 是非一概 经乾坤二挂 皆是自出首眼 或亦文王言外之指 此一结是是缘亨二字 以显性德法而之妙 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也 盖竿之德不可甚言 而为缘能统之 缘之德不可名状 唯于万物滋始处验之 使者 对中而言 不始不足以至终 不终不足名滋始 即始而终 故曰统天 举帆云行与诗 品物流行 莫非缘之德用 所谓始则必亨者也 大明忠始 六位时辰 时辰六龙以御天 此一结 是显圣人以修和性 而自立公元也 圣人见万物之滋始 便能及始见终 知其由终有始 始终只是异力 但约时节因缘甲分六位 达此六位无非异力 则未未皆具龙德 而可以御天以 天即性德也 修德有功 性德方显 顾名御天 肝道变化 各阵性命 宝和泰和 乃力真 此一结 是势力真二字 以显性德本来容辩 所谓无不还归此法界也 盖一切万物 即皆滋始于前缘 则往非干道之变化 即皆干道变化 则必各得干道之全体大用 非是干道少分功能 故能各阵性命 物物聚干道全体 又能饱和泰和 物物聚干原资始大用 乃所谓立真也 守出数物 万国贤明 此一结 是显圣人修德功源 而立他自在也 统论一传宗旨 乃孔子界是断遥之词 而生明信修 不二之学 以甘表雄猛不可举坏之佛性 以缘亨利真表佛性 本具常乐我尽之四德 佛性必常 常必被呼四德 树穷横辩 当体绝呆 顾约大灾前缘 事观世间万物 何以不从真常佛性建立 社无佛性 则亦无三千性相 百戒千如 故举异常驻佛性 而世间果报天 方便静天 时报一天 即光大灭盘天 无不统设之以 依此佛性常驻法身 遂有应身之云 八教之语 能令三草二目各称种性 而得生长 而圣人则于诸法 时相究竟明了 所谓时相非时非中 但约就竟彻正明之为中 众生理本明之为始 知其始亦佛性 中亦佛性 不过因于迷雾时结因缘 甲利六位之书 位虽分六 位位皆隆 所谓礼即佛 乃至就竟即佛 臣此即而常六之修德 以显六而常即之信德 故名臣六龙以遇天也 此常驻佛性之前道 虽更古更经不变不坏 而具足一切变化功用 故能使三草二目各随其位而正佛性 既正佛性 则未未皆是法界 统一切法无有不尽 而饱和太何以 所以如来成道 守出九戒之表 而杀海众生 皆得安住于佛性中也 相曰 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习 六十四卦大相传 皆是曰观心事 所谓无有一事一物而不会归于极心自信也 本有法性不习 所以天行常见 经法天行之见而自强不习 则已修和性已 乾隆勿用 阳在下也 剑隆在田 得师谱也 终日前前 反复道也 或月在渊 静无救也 非龙在天 大人造也 抗龙有灰 赢不可救也 用救 天德不可畏守也 闻并可知 佛法侍者 法身流转五道明日众生 故畏乾隆 礼己法身 不可用也 俱父凡夫 能知如来秘密之葬 故得师谱 实圣妙观 念念熏修 故反复道 不住相似中道法爱 故静无久 八相成道 广度众生 故是大人之事 无住大班涅槃 亦不必进入于灭度 敬畏来时 同流九戒 故隐不可救 但事性得 便废修得 权以修得而为交门 故天德不可畏守 逢问所曰 其前藏者 非为有时而发用也 即发用而长前藏也 其在下者 非为有时而上也 其上者不离乎下也 甘卦所谓物用之前隆 即大眼所谓物用之义也 文言曰 原者 善之长也 亨者 家之慧也 利者 义之何也 真者 是之干也 六十四卦不出阴阳而摇 阴阳之纯 则为乾坤二挂 乾坤二一名 则一切挂一名以 故特作文言一传以身唱之 此一节先明信得也 君子体人足以常人 家会足以合理 利物足以合意 真故足以干事 此一节明修得也 君子行此四得者 故约乾 原亨力真 此一节节显已修何信也 非君子之妙修 何能显干见之本信哉 统论乾坤二一 约信则寄诏之体 约修则明镜之德 约应则止观之功 约果则定慧之言也 若信若修 若因若果 无非常乐我尽 常乐我尽之慧明一切种志 常乐我尽之定明首能言定 所以乾坤各名媛亨力 亨力真似得也 今已如理言之 则为仁义 理智 若亦网对视者 人是常德 体无千古 理事乐得 聚装言古 义是我得才智自在故 智是敬得 无婚义故 若互舍互含者 人理意志性恒故常 人理意志以为受用故乐 人理意志自在满足故我 人理意志无杂无够故境 又四得无杂故为人 四得周辈故为理 四得相设故为义 四得为一切法本故为智也 初九约乾隆勿用 何为也 此曰 龙得而隐者也 不亦忽视 不成忽明 顿视无闷 不见视而无闷 乐则行之 忧则为之 却忽其不可拔 乾隆也 曰盛得视 如闻可解 若曰理及事者 龙得而隐 即所谓隐名如来藏也 昏迷到或 其里长存 故不亦忽视 佛性之名未章 故不成忽明 终日行而不自觉 往入诸去 然必尽在凡不减 故顿视无闷 不见视而无闷 乐则行之 而行者亦是佛性 忧则为之 而为者亦是佛性 终日随缘 终日不变 故雀忽其不可拔也 九二曰 见龙在田 力见大人 何为也 此曰 龙得而正中者也 庸言之信 庸行之谨 鲜邪存其成 善事而不乏 得伯而化 一曰 见龙在田 力见大人 君得也 文艺可解 若曰明子及佛侍者 庸言庸行 只是身口欺知 以知法性无染无故 随顺修行师波罗密 从此显九界之邪 而存佛性之臣 初心一念缘解善根 以超三圣全学成结功德 而不自满甲 顾其得虽薄 亦不存得薄之想 以成我慢也 发心必尽二不别 如是二心先心难 顾虽明子初心 以具佛之佛见而为君德 九三曰 君子终日前前 细涕若历无久 何谓也 子曰 君子尽得修业 忠信所以尽得 也修辞力其成 所以居业也 知智智之 可与积业 知中中之 可与存异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 在下位而不忧 故甘甘因其时而替 虽为无就矣 忠信是存心之要 而正所以尽得 修辞力成 是尽修之功 而正所以居业 此何外内之道也 可妄则往事其极 可指则只是其意 净退不失其道 故上下无不移 若曰佛法六即是者 正观行为中原妙功夫也 执心正念真如 名为忠信 所以尽得而为正行也 随说法尽 则智慧静 导力前人 化功归己 名为修辞力成 所以居业而为助行也 知智智之是妙观 知中中之是妙止 智观双行 定慧俱足 则能上何诸佛辞力而不骄 下何众生悲养而不忧 九四约或约在冤无咎 何谓也 子约 上下无常 非谓邪也 进退无痕 非离群也 君子尽得修也 欲及时也 故无咎 此阵产名顺与弊位 人及登位之心事也 若曰佛法者 直观不思意敬位上 用于九法柱成为下 心心欲驱撒婆若海未尽 身观六级不起上漫未退 欲及时者 欲于此身了半大事也 此身不像今深度 更像何深度此身 舍不震入援助阵位 不明度二死海 九五约 飞龙在天 利剑大人 何谓也 子约 同身相应 同气相求 水流失 火就造 云从龙 风从乎 圣人坐而万物读 本乎天者清上 本乎地者清下 则各从其类也 此名圣人垂衣上而天下智 除非有义有造作也 佛法侍者 如来成正觉时 悉见一切众生成正觉 初得离异深信 入同深信 大乐欢喜 悉事此意 乃至正法深矣 入普现色深三昧 在天同天 在人同人 皆所谓利剑大人 法界六道所同养也 上九约 抗龙有慧 何谓也 子约 贵而无畏 高而无名 贤人在下位而无福 是以动而有慧也 礼中一约 从来说圣人无抗 却都从屡满朝损上看 夫子乃亦无畏无名无福表之 此遥顺有天下而不与之心也 非为丧名判贤人离去之位也 动自下的庙 无庭司 无二律 天下极重难返之局 旨在圣人一返掌间 智慧之游 旨在移动 触抗之术 旨在意会 佛法侍者 法身不堕诸术 顾贵而无畏 佛果出九戒表 顾高而无名 既光飞等觉以下境界 顾贤人在下位而无福 是以就境位中 必逆流而出 是同九戒 还献婴儿行及并行也 乾隆勿用 下也 见隆在田 施舍也 终日前前 行事也 获悦在渊 自是也 飞龙在天 上至也 抗龙有灰 穷之灾也 甘缘用九 天下至也 此以时未重视六摇之意也用九而约前缘 正显干挂全体大用 亦显前剑替越非抗 皆无首而皆疾 佛法侍者 礼及佛为贬之疾 顾下 名字及佛 为有功夫 顾识舍 五品为正修观行 顾行事 相似为你欲正真 顾自是 分正为八相成道顾上至 就敬畏不住涅槃 顾穷之灾 用九 则以修何信 顾天下至也 乾隆勿用 阳气潜藏 见隆在田 天下闻名 终日前前 与时斜行 或月在渊 甘道乃格 飞龙在天 乃未呼天德 抗龙有惠 与时斜及 甘缘用九 乃见天则 此间约得之与时 在世六摇之一也 与时斜及 对与时斜行看 皆所谓时 承遇天者也 乃见天则 则前而勿用一天则 乃至抗而有悔一天则也 佛法侍者 佛性隐在众生身中 顾潜藏 一闻佛性 则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顾天下闻名 念念与官会相应无间 顾与时斜行 舍凡夫性 入圣人性 顾甘道乃格 由正三德 方作道场 顾未呼天德 天德者 天然之性德也 即则必反 正佛果者 必当同流九戒 性必俱修 全性起修 乃见性修不二之则 甘愿者 使而亨者也 力争者 性情也 甘时能以美丽丽天下 不言所利 大乙哉 前约人礼义至四德 以事缘亨力争 今更声明四德 以以贯之 统为属前 而非判然四物也 举一甘字 必具缘德 举一缘字 必统四德 缘之大 即甘之大义 大哉前乎 刚见中正 纯粹今也 六摇发挥 旁通情也 甘据四德 而非定四 顾大 顾负以刚见等七字 而生赞之 挂严其体 摇严其用 挂聚其定 摇聚其变 体大则用意大 体刚见中正纯粹今 则用意刚见中正纯粹今以 诗成六龙 以欲天也 云形与诗 天下平也 上名甘得体必具用 此名圣人应用以得体也 佛法侍者 此章生名信必具修 修全在信也 佛性常住之理名为前缘 无义法不从此法界而始 无义法不由此法界而建立生长 亦无有义法而不及以此法界为其性情 所以佛性常住之理 便能出生成就百戒迁如之法 而始无能生所生 能力所利 以要言之 即不便而随缘 即随缘而不便 数穷横便 绝呆难思 但可强明之曰大耳 其性雄猛物莫能坏 顾明刚 依此性而发菩提心 能动无边生死大海 顾明剑 非有无真俗之耳边 顾明中 非断肠空甲之偏法 顾明阵 佛性更无少法相杂 顾明唇 是万法之体要 顾明翠 无有意为尘处 而非佛性之充便贯彻者 顾明经 所以指此佛性前提 法尔具足六遥始终修正之相 以旁通乎十界迷雾之情 此所谓性必具修也 圣人称此吉而长六之龙 以欲合于六而长吉之天 自济以修和性 遂能称性起于身云 诗于法语 悉使一切众生同臣正觉而天下平 此所谓全修在性也 君子以成德为行 日可见之行也 前之为言也 隐而未见 行而未成 是以君子服用也 此下六遥 皆但约修得 兼约通塞言之 佛法侍者 成德为行 为依本自天臣之性得而起行也 既全以性得为行 则狂心顿歇 歇吉菩提 顾未日可见之行也 然由云前者 以其虽则开悟 息漏未除 顾佛性由未虚妄烦恼所引而未现 而正住二行 尚在观行相似 为成般若解脱二得 是以君子必以修得成之 而父专用此须解也 君子学以拒之 问以辩之 宽以拒之 人以行之 一约见龙在田 立见大人 君得也 学问是文会 宽居是私会 人行是修会 从三会而入圆柱 开佛之见 即明为佛 顾云君得 九三 重刚而不忠 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 顾甘甘因其时而替 虽为无就已 重刚者 自强不习 有进而无退也 不忠者 不着忠道而匆匆取证也 上不在天者 未登实地 入佛之见也 下不在天者 以超实柱 开佛之见 应时而替 正是不思一时行法门 便入法界 而能行于非道 通达佛道 顾虽为无就 九四 重刚而不忠 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 忠不在人 顾获之 获之者 移之也 顾无就 顾无就 重刚不忠 亦如上说 忠不在人 未已超实行 是佛之见也 或知者 回事向理 回因向果 回自向他 和荣法界而磨所偏移 有似乎 移之也 移者 你亦已成变化之位 顾虽似有修正之事 而时无事也 夫大乱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名 与四时合其叙 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福为 后天而奉天时 天且福为 而旷于人呼 旷于鬼神呼 时的入佛之见 如天仆父 如的仆载 如日照咒 如月照夜 如四时次序之始终万物 如鬼神及凶之折射群姬 根本妙智 穷法界无始之始 差别妙智 见法界无始之时 礼记相弃福为 则凡人与鬼神 总有 于义礼者 安德不相顺而立见哉 抗之为掩也 知敬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 知德而不知丧 其为圣人呼 知静退存亡 而不失其证者 其为圣人呼 凡有会无定者 为之佛性之可上 而不知法身之能流转无道也 为之佛性之魔所不在 而不知被绝合成之不亡而亡也 为之高谈理性之为德 而不知波无修正之为丧也 为圣人能知静退存亡 知差别 而静亦佛性 退亦佛性 存亦佛性亡亦佛性 静退存亡不曾增减佛性 佛性不爱静退存亡 故全性起修 全修再性 而不失其证也 若图示佛性 不己抗而非隆乎 又曰旧静未终解者 视线成佛式之静 视线久戒式之退 视线圣形犯形因而形式之存 视线并形式之亡 而于佛果治断魔所缺减 视不失其正也 昆下昆上 昆 缘亨 立聘马之针 君子有幽望 先迷后得主力 西南的鹏 东北丧鹏 安真吉 六话皆因 顾名为坤 坤者 顺也 在天为阴 在地为柔 在人为人 在性为记 再修为止 又再弃戒为宰 再更生为父为辅藏 再加为妻 再国为臣 顺则所行无逆 故意缘亨 然必立聘马之针 随顺母马而不乱 其在君子之体昆得以修道也 必先用甘志以开圆解 然后用此昆行以促成之 若未有志解 先修定行 则必成暗阵之谜 为随之后用之 则得主而有力 如牧族并运 安稳入清凉池 亦如巧利并聚 能终于百步之外也 若往西南 则淡得因之彭类 如水济水 不堪尘势 若往东北 则丧其因之彭党 而与智慧相应 方安于定会 君平之真而即也 断曰 智哉昆源 万物滋生 乃顺成天 昆后载悟 德河无强 舍红光大 品物贤亨 聘马的泪 行的无疆 柔顺利争 君子悠行 先迷失道 后顺的长 西南的棚 乃雨类行 东北丧棚 乃中有庆 安真之急 印第无强 此传详诗 断词 先曰地道明昆四德 四明君子体昆德 而应地道也 滋事所以摒弃 滋生所以成行 有摒弃故 方的成行 故名顺成天也 德河无强 言其与天河德 西南 则对离已及于于训 皆因之类 东北 则正更以致侃前 可赖之以中及以 佛法侍者 以昆表多所舍序而无机具之如来藏性 约至明显 约理明昆 约照明显 约记明昆 又可约姓明显 约修明昆 又可修中会行明显 行行明昆 乾昆时无先后 以欲理智易如 记照不耳 姓修交彻 福慧互言 今于无先后中说先后者 由智顾显理 由赵顾显记 由姓顾启修 由慧顾导福 而礼与志明 寄与赵依 修与姓和 福与慧荣 故曰至灾昆原万物滋生乃顺成天也 称礼之行 自立立他 一行一切行 故得何于无疆之智而含鸿光大也 聘马行地 随顺而见 三昧随智会行 所以为佛之三昧也 夫五度如芒 班若如岛 若以浮行为先 则佛之见未开 为免落于庞膝取境而施道 为以智岛行 行顺于智 则智常而行一常 顾西南的鹏 不过于类修行而以为东北丧鹏 则于依依行中俱见佛性 而行行无非法界 当体绝呆 终又庆已 所以安征之吉 定会君平 乃可应如来藏性之无疆也 项曰 第四昆 君子以后得载物 性得本后 所以第四一后 经法第四以后积其得 何载群品 正以修和性之真学也 初六 吕双兼兵至 项曰 吕双兼兵 应始宁也 训至其道 至兼兵也 此摇其境未够 其便未复 够则必至于坤 复则必至于钱 皆所谓殉至其道者也 问曰 乾坤之初遥 等而 甘乎戒已勿用 昆乎觉其必至乎 答曰 阳性动 妄动 恐其谢也 故戒之 应性静 安静则有成也 故觉之 击善击恶 皆如吕双 余庆余秧 皆如尖兵 阳亦有刚善刚恶 阴亦有柔善柔恶 不当偏作阴柔邪恶是之 说统云 善甘恶坤 此尽未大谬处 九家一曰 双者 甘之命 尖兵者 因功成也 今世曰 阴虽柔顺 气则兼刚 为无邪气也 阴中有阳 气机万象 孙文思曰 颓双不杀书 东无兵 春秋皆未寄意 燃时双而双 时兵而兵 正令正道 以兼兵为智 而智之自出也 如是为宁为顺 兵必尽是因之所节 然为阳浮于内 故应器外护而为兵 圣人于甘曰为兵 明是此处助脚 逊至二字 正表昆德之顺处 脚跟无双 不丘而叼 面孔无血 见敌者走 若曰佛法侍者 甘之六摇 坚信修而言之 坤之六摇 皆曰修德定行而言 初上二摇 表示坚未禅之始终 中间四摇 表禅波罗蜜具四种也 二级世间禁禅 而达十项 三级一世间一出世禅 四级出世间禅 五级非世间非出世禅 又借甘摇对事 初九有会无定 故勿用 寓意养成其定 初六已定含会 故如屡霜若迅至之 则为兼兵之前得 九二中道庙会 故立见大人 六二中道庙定 故无不立 九三会过于定 故替力而无久 六三定有其会 故舍张而可真 九四会与定聚 故获悦而可敬 六四定过于会 故扩囊而无欲 九五大会中正 故在天而立见 六五大定集会 故皇长而圆集 抗议会有定而知会 战则定无会而到穷也 又约甘位正行 昆位住行者 昆之六摇集表六度 不失如屡霜 训之可至兼兵 兵者 甘得之相 故云甘位兵也 持戒则职方大 社律宜固职 社善法固方 社众生固大 忍辱为寒章 立中罪固 精进如阔囊 于法无疑师固 禅定如皇长 忠道妙定变法借故 智慧如龙斩 破烦恼贼故 六二 执方大 不习无不利 向曰 六二之动 执以方也 不习无不利 得道光也 纯柔中正 顺之至也 顺理固执 依理而动故方 既执且方 则必大以 此地道本具之德 非观习也 佛法侍者 世间净禅即是实相 故执方大 正念真如未知 定之体也 善法无缺未方 定之相也 功德广博未大 定之用也 世间净禅法 而本具实相三德 能于根本禅中 通达实相 故不习而无不利也 向进禅中 去实相理 明之为动 动则三德之理现前 于禅开秘密藏 故帝道光 六三 寒章可真 或从王室 无臣有忠 项曰 寒章可真 以时发也 或从王室 知光大也 苏梅山曰 三又扬得 苟用其扬 则非所以为昆也 故有章而寒之 有章则可以为正义 然以其可正而遂专之 亦非所以为昆也 故从事而不造事 无臣而代有忠 佛法侍者 亦世间亦出世禅 亦爱亦策 故寒章而可真 或从亦成无上王三昧事 则借此可发出 世上上妙至而有忠 不复臣次第禅以 六四 阔囊 无久无欲 项曰 阔囊无久 甚不害也 得因之正 而处于上挂之下 为高认重 故阔囊以自圣焉 无又轻曰 昆体虚而容物 囊之相也 四便为其 塞压其上 由阔阶囊之上口 人之紧闭其口而不言 亦游是也 苏眉山曰 旧与欲 人之所不能免也 出乎旧 必入乎欲 脱乎欲 必离乎旧 旧所已治罪 而欲所已治疑也 圣义 无欲之难也 佛法侍者 出世间禅妾即取证 取证则惰身闻辟之佛地 虽无生死之久 亦无利他之欲义 若能胜其誓愿 不取小证 则不畏大臣之害也 六五 黄长元吉 项曰 黄长元吉 闻在中也 黄者 中色 君之得也 常者 下士 臣之之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伏是因 私之未乎 佛法侍者 非世间非出世禅 禅即中道实相 顾皇 不其灭定 献诸威夷 同流九戒 顾如常 此真无上菩提法门 顾元吉定会庄严 明知曰文 全修在信 明文在中 上流 龙战于也 其血玄黄 项曰 龙战于也 其道穷也 其敬未绝 其便未包 皆有战之一焉 善吉则断恶必尽 恶吉则断善必尽 顾穷则必战 战则必有一伤也 臣明昭曰 此天地 既已定位 而正龙欲出 顾战于也也 正为龙 为玄黄 气已胜 顾未血 穷乎上 者必反下 顾未屯挂 之初遥 夫前昆立而有君 顾赐之以屯 有君则有师 顾赐之以蒙 屯明君道 蒙明师道 乾坤及天地父母 何而言之 天地君清师也 佛法侍者 无向天灰宁五百劫而堕落 非非想天八万大劫而还作非离牛虫 乃至四禅无闻比丘 垛阿比喻 皆偏用定 而不知已会计之 故至于如此之穷 用六 利永贞 项曰 用六永贞 以大中也 此纵明百九十二应遥 所以用六而不用八之子也 八为少阴 静而不变 六为老阴 动而变阳 今世的昆卦 六摇皆六 则便为前卦 不为顺成乎天 一切为天行之建议 佛法侍者 用八如不发慧之定 用六如发慧之定 发慧之定 一切皆应久修习之 禅波罗密至佛方久尽满 故曰大中 文言曰 坤 至柔而动也刚 至敬而得方 后得主而有偿 寒万物而化光 坤道其顺乎 成天而实行 此人以地道身赞坤之德也 赞钱 则自圆而亨而利而真 赞坤 则自真而利而亨而圆 甘之始必彻终 而坤之终必彻始也 闻并可知 佛法侍者 即是直赞禅波罗密 以其助忌灭地 顾至柔至敬 以其能起神通变化 普应群姬 赶而遂通 顾动刚得方 由班若未导而成 顾后得主而有偿 所谓班若常 顾禅亦常也 于禅中聚足万行 依依妙行与智相应 导力寒时 顾寒万物而化光 非智不禅 顾坤道未顺 非禅不智 顾成天时行也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于秧 臣是其君 子是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来者建议 由辩之不早辩也 一约旅双兼兵至 盖言顺也 顺 集训至其道之位 红化昭曰 臣而顺 必不示君 子而顺 必不示父 此证所谓 辩之于早辙 不作甚自解 臣非白问曰 何故积善于庆 积饿于秧 不发十相之美 但寒而未发 以此为王三昧之助 伏仪偏修以至尘也 盖禅定随智会行 如得成天 如其随夫 如成辅君 然智会不得禅定 则不能终其自立立他之事 故禅定能带有终也 天地变化 草木翻 天地壁 闲人影 一约阔囊无就无欲 盖眼景也 能景则可以成变化 变化则草木一番 不景则天地壁壁 壁则虽贤人亦影矣 安得不阔囊灾 佛法试者 定会变化 则三草二木各得润则生长 若入于初世果阵 则挥身敏智 而无力生之事已 故修此法门者不可以不谨也 君子皇中通理 正位居体 美在其中 而畅于四肢 发于世也 美之志也 皇室中色 即表中德 德虽在中 而通乎凑理 故虽属正位 人居四体 此世皇常义也 美在其中等 重叠上义以世缘吉之义 佛法试者 以皇中三昧 而通达十相之理 十相虽名正位 便入一切诸法而居重体 盖为身正非世间非出世上上之禅 故能畅于四肢 发于世也 而三伦不思义化 普利法界 乃为美之志也 名于甘之出谣 而名于昆之出谣也 达曰 甘是智巧 昆是胜利 非智巧则不能知善之恶 非胜利则不能积善积恶 故曰甘之大使昆作成物 佛法试者 十善为善 十恶为不善 无漏为善 有漏为不善 利他为善 自利为不善 中道为善 二边为不善 缘中为善 但中为不善 善及君父之义 不善及臣子之义以善统御不善 则不善及善之臣子 以不善妨碍于善 则善遂为不善所障 如君父之辈是已 所以千里之行 始于一步 必一辩之于早也 其正也方其一也 君子竟以之内 亦以方外 竟亦利而得不孤 执方大 不惜无不利 则不以其所行也 为正雇职 为义雇方 执方皆本聚之德 而竟之一字 乃君子修道之药树也 尽其至顺 顺则必知且方 而得不孤 可谓大乙 佛法试者 正念真如 是定之内体 具一切意 而无减缺 是定之外乡 即具内体外乡 则必带用献钱而得不孤 所以于禅开秘密藏 了了见于佛性而无疑也 因虽有美含之 已从王室 福感尘也 地道也 七道也 尘道也 地道无尘 而代有终也 文艺可知佛法试者 亦世间亦出世禅 虽即巨族因已于阳 必站位其咸于无阳也 故称龙烟 由未离其类也 故称血烟 夫玄皇者 天地之杂也 天玄而帝皇 夫阴阳皆本于太极 则本于体 何至相宜而战哉 阳者见之未知阳 不知与阳同体 故宜阴而必站 阴者见之未知阴 不知与阳同体 故义阳而必站 方阴之圣而战阳 则有似乎无阳 故称龙 以明阳本未尝无焉 歹阴之洞而变阳 则似离乎阴泪 故称血 以明阴人为离泪焉 夫为洞而将变 故玄皇相杂尔 变定之后 天玄帝皇 岂可杂灾 自烧枫草送云 君子何尝去小人 小人如草去海生 但令古五星规划 不必区区物力争 得此指者 可以力消捧党之祸 不然 君子已嫌小人 小人亦已嫌君子 不至于两败俱伤者 即兮以 佛法侍者 使则误认四禅为四果 及至后应相限 则反以四果不受后 有之说未须 而其棒佛之心 是必战也 然是兼其无真正四果 至得者耶 故称龙 以显四果之非须焉 彼虽自卫四果 只是按正未禅时 未离于生死之类 故称血 以定其类焉 夫玄皇者 定慧俱伤之相也 以定商慧 慧伤而定义伤 然此据曰修德 故言伤而 若本有祭诏之信 则玄自玄 皇自皇 虽产提义不能断信善 虽昏迷到祸 其礼长存 其可得而杂栽 又观心事者 阴阳各论善恶 精且以阴为恶 以阳为善 善恶无性 同依如来藏性 何宜何战 唯不达性善性恶者 则有无相亲 其轮回见而必战 战则埋没无性之妙性 似乎无阳 故称龙以显性善之不断焉 既以善恶相抗则二具有漏 故称血以显为离生死泪焉 夫善恶想倾夺者 尤为达妙性体一 而图见幻望是相之相杂也 实则天玄帝皇 性不可改 何贤何疑 何法可相占也 善恶不同 儿童是一性 如玄黄不同 儿童是眼识相分 天地不同 儿童一太极 又如言痴影相不同 儿童再宜静也 若知不同儿童 则绝不敌对相处而成战 若知同儿不同 则绝应熏习无漏善种 以转恶意 周一禅解卷第一 周一禅解卷第二 北天目道仁偶义秩序者 上经之耳 正下砍上 臀 缘亨力争 勿用有忧往 力见侯 乾坤实力 正义所而得难 未动 未雷 砍在所而得难 未险 未险 未云 未雨 乃万物始生之时 出而未生之相也 始则必亨 始或不正 则终于不正义 故原亨而立于正焉 此原亨力真 即乾坤之原亨力真也 乾坤全体太极 则屯一全体太极也 而霍却 而霍却为乾坤二挂大 于挂小 不亦霍乎 夫事既屯以 躺雾网以求功 至义其乱 为随地见侯 彼人人各归其主 各安其身 则天下不难平定耳 扬词胡约 礼屯如礼丝 顾自有其序 见侯 其理之序也 佛法侍者 有一节出尘之屯 有一世出身之屯 有一世出难之屯 有一念出动之屯 出尘 出身 出难 孤智福论 一念出动之屯 经当说之 盖乾坤二挂 表妙明明妙之信诀 信诀必名 妄为明诀 所谓真如不守自信 无名出动 动则必至因名利所而身妄能 诚意利同 芬然难起 故名为屯 然不应妄动 何有修德 故曰 无名动而众至身 妄想心而涅盘线 此所以缘亨而立真也 但一念出身 既未流转根本 故悟用有所往 有所往 则是顺无名而被法性以 为利及于此处用智慧生观察之 名为剑侯 若以智慧观察 则知念无身相 而当下的太平已 观心妙觉熟过于此 断曰 臀 刚柔始焦而难生 动乎显中 大亨针 雷雨之洞满盈 天造草莓 一见猴而不宁 乾坤丽而刚柔焦 一所的振卫雷 在所的坎卫雨 飞难生乎 游动故大亨 游在险中故宜珍 敷雷雨之洞 本天地所以生成万物 然方其隐满骄坐时 则天运上自草乱昧名 诸侯之剑 本圣王所以安抚万民 然方其出见 又其可惧为您贴栽 佛法侍者 无名出动为刚 因名利所为柔 既有能所 便为三种相续之因 是难生也 然此一念妄动 既是流转出门 又即还灭观窍 为是其所动和如耳 当此即也 三细方生 六粗顿俱 故为雷雨满盈天造草妹之相 以及以妙观察至重重推荐 不可坐在灭香无名苛酒之中 盖凡座公夫人 若见杂念暂时不起 便妄认为得利 不知灭是深之哭宅 故不可守此境界 还须推破之也 向曰 云雷屯 君子以金伦 在气界 则有云雷以生草木 在君子 则有金伦以自心心明 曰心明论金伦 古人 古人言之响语 曰自心论金伦者 树观此心不在过现未来 出入无时 明为经 恒观此心不在内外中间 莫知其香 明为伦也 佛法侍者 谜于妙明明妙真性 一念无名洞相及为雷 所献惠媚境界之相及为云 从此便有三种相续 明之为屯 然善修缘顿止观者 只需旧路还家 当之一念洞相及了英智慧性 其境界相及愿英福德性 于此愿了二英 数论三指三观明经 恒论十界百界千如明伦也 此事第一观不思意境 出旧 盘缓 力居真 力剑侯 有君得而无君位 顾盘缓而力居真 其得济盛 可谓明目 顾力剑侯以济屯也 佛法侍者一念出动 移动便觉 不随动转 明为盘缓 所谓不远之父 乃善于修正者也 由其正会为主 顾如顿悟法门 相曰 虽盘缓 至行正也 以贵下见 大德明也 盘缓不尽 似无异于救世 然思是绝非强网求功者所能救 则居真乃所以行正而 是之屯也 由上下之情隔绝 经能以贵下见 顾虽不希望为侯 而大德明心 不得不见之以 佛法侍者 不随生死流 乃其随顺法性流 而行于正者也 虽负顿悟法性之贵 又能不费事功之见 所谓以中道庙观辨入 因缘世境 顾正住法门并的陈九 而大德明 六儿 屯如湛如 陈马班如 费寇婚负 女子真不自 十年乃自 柔得中正 上映九五 乃成出九的明之侯 故战如班如 而不能敬也 出本非寇 而二世之则以为寇已 无其与寇未婚购栽 宁守真而不自 至于十年之久 乃能自于正应而 无有清约 二三四在昆未述时 过昆时述 则逢五正应而许嫁以 佛法侍者 此如从次第禅门修正功夫 盖以六居而 本是中正定法 但不能顿超 必备立观恋勋修诸禅方见佛性 顾为十年乃自 项曰 六二之男 成刚也 十年乃自 返常也 成刚故自成男 非出九男之也 树穷十极 乃返于常 明其不失女子之真 佛法侍者 成刚即是烦恼障重 故非赐地身修诸禅 不足以断祸而反归法性之常 六三 吉路无余 围入于灵中 君子己 不如舍 网令 欲取天下 虚的贤财 譬如逐鹿虚疾于人 六三 自既不忠不正 又无应语 以此既屯 屯不可寄 图取修耳 佛法侍者 欲修禅定 虚假智慧 自摩正智 又无名师良友 瞎恋盲修 则堕坑若欠不带言矣 君子之己 宁舍蒲团之功 仿求之势为妙 若自信自恃 以为盲网 必为无闻彼秋 反昭堕落之令 相曰 吉路无余 以从情也 君子舍之 网令穷也 遥顺依让 故事有天下而不语 汤无珍珠 亦是万不得已 为救思民 非赴天下 经六三不忠不正 居下之上 假炎寄屯 食贪富贵 故曰以从情也 从情以非圣贤安事之心 旷无无应语 安得不吝且穷哉 佛法侍者 贪者未禅 名为从情 本无菩提大志愿故 六四 陈马般如 求婚购往 吉无不利 柔而得正 居侃之下 静于九五 进退不能自觉 故陈马而般如也 夫五虽君位 不能以贵下见 方屯其高 出九的名于下 使我正应 奈何不及罔乎 故意 吉无不利策之 佛法侍者 六四正而不忠 以此定法而修 则其路于远南境 唯求出九之名师 两有以往 则其无不利 相曰 求而往 明也 佛法侍者 不侍禅定功夫 而求智慧师有 此真有觉则知名者也 九五 屯其高 小真吉 大真凶 屯男之士 唯以贵下见 乃能得名 经尊居正位 专印六二 高则何有普及乎 夫小者患不真一 大者患不广伯 故在二则吉 在五则凶也 佛法侍者 忠正之慧 故可断祸 由其早取正位 则多身文辟之佛地 所以四虹高则不负能下于名 在小臣则诉出生死而及 在大臣则为远菩提而凶 相曰 屯其高 师为光也 非无小师 特不合于大道尔 上柳 陈马般如 弃血连如 以阴居阴 触险之上 当屯之中 三非其应 五不足归 而出九又甚相远 进退无拒 将安归哉 佛法侍者 一味修于禅定 而无会以计之 虽高居三界之顶 不免穷空轮转之央 绝不能断祸出生死 故臣马般如 八万大劫 人落空亡 故气血连如 相曰 气血连如 何可尝也 佛法侍者 八万大劫 究竟一世无常 砍下更上 蒙 哼 非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出世告 再三读 读则不告 立真 再索的侃 既未险未睡 三索的更 父为止未山 欲险而止 水寒于山 皆蒙魅魏 开发之相也 蒙虽有必于物 物其能必幸灾 故亨 但发懵之道 不可以我求蒙 必呆同盟求我 求者臣 则告之必达 求者读 则告者亦读已 读起发懵之正耶 不奋不起 不菲不发 孔子真善于迅蒙者也 佛法侍者 夫心不动则已 动必有险 欲险必止 指则有返本还原之机 蒙所以有亨道也 蒙而欲亨 须赖名师良有 故凡未师有者 虽念念以教育成就未怀 然须呆其求我 方尘姬感 又必出世则告 方显法之尊重 其所以告知者 又必弃礼弃机而真 然后可使人人为圣位佛已 团曰 蒙 山下有险 险而止 蒙 蒙亨 以亨行时中也 非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致应也 出世告 以刚中也 再三读 读则不告 读蒙也 蒙以养阵 圣公也 山下有险 即是欲 险而止 顾名为蒙 蒙之所以可亨者 有有能亨人之师 善以时中行教顾也 随友善叫 避呆同盟求我者 避有感通之志 然后可应 如水清方可应悦也 出世即告者 以刚而得忠 顾应不失即也 独则不告者 非是恐其独我 正恐独蒙而有损无益也 即其蒙时 即以正道养之 此圣人教化之功 令比义的成圣者也 项曰 山下出拳 蒙 君子以果形欲得 西剑不能留 故为果形之相 迎科而后尽 故为欲得之相 自济果形欲得 便可为师作犯以 佛法试者 此一不思意 尽而发真正菩提心也 菩提之心不可举坏 如全之必行 似弘广辈 如全之润物 初六 发懵 利用行人 用说至故 以网令 以九二上九二阳为师道 以于四阴瑶位弟子 初六以阴居下 绝蒙虽甚 而居扬位 又尽久而 故有可发之机 夫蒙昧即甚 须用者扶法门 故利用行人 所谓扑作教行也 然即说至故之后 当羞愧臣爱而不出 若具有所往 则令以 项曰 利用行人 以正法也 以正法而扑作教行 齐天打之未哉 久而 包蒙吉纳富吉 子客家 以九居而 知及之 人能守之 师之得也 苏梅山曰 同蒙若无能为 然容之则足为助 拒之则所丧多矣 明不可以无蒙 由子不可以无父 子而无父 不能加以 佛法识者 定会平等 自立以臣 故可以包容富裕群盟而及 以此教授群盟修行妙定 明那复吉 定能生会 会能少龙佛种 为子客家 复试定 子氏会也 项曰 子客家 刚柔皆也 明那复而云子客家者 以定必发会 会必与定平等 而非偏野 六三 勿用取女 见经夫 不有功 无忧力 以阴居阳 不忠不振 乃搏杂之职 宜从上九阵硬处 求其吉蒙之大浅垂 方可治病 金瘫九二之包容辞舍 戴如女见经夫 而失节者乎 佛法侍者 不忠不振 则定会剧烈 而居阳卫 又是好弄小聪明者 且在坎体之上 机械已身 若使更修禅定 必于禅中发起历史邪剑 历史一发 则善根断静矣 相曰 勿用取女 行不顺也 行不顺 顾须恶辣前锤以下恋之 不可使其修定 六四 困蒙令 应遥皆蒙相也 出可发 三可及 五可包 为四绝无名师良有 则忠于蒙而已 可耻熟甚焉 相曰 困蒙之令 独远时也 非时得之师有远我 我自独远于师有儿 师有且奈之何哉 六五 同蒙即 以六居武 虽大人而不失其赤子之心 顾为同蒙而即 盖上清上九之言师 下印九二之良有故也 苏梅山曰 六五之为尊以 孔其不安于同蒙之分 而自强于名 故教之曰同蒙即 项曰 同蒙之即 顺以训也 学道之法 顺则能入 设行不顺 则入道无从以 上九 即蒙 不利未扣 利欲扣 羊居因为 刚而不过 能以定会之力 急破蒙昧之观者也 然迅蒙之道 原无使法系罪于人 所谓但有去意法 别无与名法 若欲以我法受赦 则是未扣 若应病与药 为妻解年去父 则是遇扣也 项曰 利用遇扣 上下顺也 无使法系罪于人 则三根谱皆 气力气机 顾上下皆顺 肝下砍上 须 有福 光亨真吉 力射大川 仰蒙之法 不可欲速 类比注苗 顾必须其时节因缘 时节若道 其理自章 但贵因真果正 顾有福 则光亨而真吉也 使虽云须 就尽能度生死大川 登于大班涅盘彼岸以 断曰 须 须夜 显在前夜 刚见而不现 其意不困穷以 须有福光亨真吉 畏呼天位 以正中也 力射大川 往有功也 显在前而之虚 乃是刚见之德 不妄动以自献而 坎何常拒前哉 且坎得甘之中遥 与甘何德 经久五畏呼天位 素与前伏 则甘之力射 网必有功 可无一意 佛法侍者 譬如五百游寻显难恶道明显在前 智慧之力不被烦恼所限 故忠能度脱而不困穷 坎中一阳 本集前提 欲烦恼显道之性本如来藏 以此不生不灭之性为本修应 则从始至终 无非称性天行之位 从正因性 中中流入萨婆若海 故立社大川 从凡至圣而有功也 相曰 云上于天 须君子以饮食艳乐 果行欲得之后 更无于事 但饮食艳乐 任夫云行与施而已 佛法侍者 诸道横行为饮 正道会行为时 以称性所祈愿了二因庄严一性 如云上于天之相 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 不及取劳肯请修正 顾名艳乐 此事善巧安心直观 直观不耳 如饮食调式 出旧 虚余交 利用恒 无旧 温灵郭世云 此如言子之虚 佛法侍者 礼及卫中 不足以言虚 名字卫中 且以恒以文勋之力资其会性 卫与烦恼魔君相战也 相曰 虚余交 不犯难行也 利用恒无久 卫尸长也 久而 虚余杀 小友言 终极 郭世云 此如孔子之虚 佛法侍者 观行为终 既已俘获 择魔君动已 故小友言 相曰 虚余杀 焰在中叶 虽小友言 以及中叶 九三 虚余泥 智寇至 郭世云 此如周公之虚 佛法侍者 相似为终 将渡生死大和 故有以智魔君之来而后降之 相曰 虚余泥 栽在外也 自我智寇 净盛不败也 栽济在外 故主人不迷克不得辩 但以愿力使其来战 以险将魔臣道之力 而三观之功 尽而且胜 绝无败也 六四 虚余血 出自血 郭世云 此如文王之虚 佛法侍者 魔君败虞 超然从三界血出而成正决以 相曰 虚余血 顺以听也 未尝用力降魔 指示慈心三昧之力 魔君自退 而菩提自成而 九五 虚余九十 真吉 郭世云 此如地摇管身之虚 佛法侍者 魔界如及佛界如 唯以定会力庄严而度众生 故未虚余九十 相曰 九十真吉 以中正也 上流 入余血 有不速之客三人来 净之 终吉 郭世曰 此如人节之结交五湖 佛法侍者 不为入佛境界 亦可入魔境界 还来三界 广度众生 观三界一正因果诸法 无不献献献成成即是一心三观 故常为三界不寝之有 而三界众生有净之者必终极也 相替 相曰 不速之客来 尽之终极 虽不当为 为大师也 继同流三界 虽不当佛祖之位 而虽类可以度身 射众生有不知而不敬者 亦与远坐的度因缘 而为大师也 砍下千尚 砍下千尚 宋 有福智 替忠吉 忠凶 利剑大人 不利涉大川 天在上而水就下 上下之情不通 所以成宋 然砍本的甘忠摇以为体 则姬虽为 而姓未尝非一也 替忠则复姓而吉 忠宋则为姓而凶 利剑大人 所以复姓也 不利涉大川 借其逐流而为姓也 佛法侍者 夫善养蒙之道 以缘顿止观须之而已 若烦恼习强 不能无自诵之功 诵者 忏悔克则 改过谦善之谓也 有信心而被烦恼恶业所仗志 当以惭愧自替其中而吉 若悔之不已 无善方便 则成悔盖而忠凶 一见大人已决则开发断除一会 不利涉于烦恼生死大川 而终至现末也 断替替 奋替 上刚下险 险而见 送 送有福至替中吉 刚来而得中也 中凶 送不可成也 利剑大人 上中正也 不利涉大川 入于冤也 刚而无险 则不必自送 显而无刚 则不能自送 经触烦恼险恶枯中 而会性涌见 所以有自送改过之心也 所谓有福至替中吉者 以刚得来负于无过之体 尽去灭罪及止 不过悔以成盖也 所谓中凶者 会见入心 则成大师 故不可使其成也 所谓利剑大人者 中正之得有意决一而出罪也 所谓不利涉大川者 心够未尽 而入生死海中 避至堕落而不出也 约观心者 修会行明见大人 修禅定名设大川 须约无过之人 故可习定 宋约有过之人 习定则发谋事也 项约 天与水为行 宋 君子已做事谋事 天意太极 水意太极 性本无为 天意深水 意味常为 而今随须妄向 则一上一下 其行相为 所谓意欲结而偏染者也 只因戒而一念不能胜使 至始从性所起烦恼 其息坚强而为于性 故君子必胜其毒 顶于一世一念之始 而不使其自言难治 夫世之谓善于自诵者也 佛法试者 试破法辩 为四性简则 知本无声 初六 不勇所事 小有言 终极 大凡善贵刚进 二一揉退 初六揉退 故为二未成 该会一一 不过小有言而已 此如佛法中做法颤也 相曰 不勇所事 送不可偿也 虽小有言 其便明也 久而 不客送 归而不 其一人三百户 无审 刚而不正 不能自客以至于送 然犯过计重 何能无损 但可不逃 处于悲约 树免灾而 此如佛法中 比丘犯戒 退坐与学杀弥者也 相曰 不客送 归不窜也 自下送上 患至多也 佛法侍者 自济犯戒而居下流 寓意小小忏悔而赴上位 罪必不灭 且乱法门以 六三 十九德 真力终极 或从王室 无尘 六三 英柔 不敢为恶 但谨守常规 小心翼翼 故得终极 然是坑坑之事 恐不足已成大事也 相曰 十九德 从上及也 自立则不能 妇人则人及 所谓以松之格 上颂千寻也 佛法侍者 虽非大乘法门 若开全显时 则彼所行一及是菩萨道 故必从上陈圆顿之解方及 九四 不克颂 负及命 于安真 及 九四意识不正之纲 故不能自克以至于颂 燃居前体 则改毁力强 故能复归无过 而悟性命渊为之体 是则反常和道 由佛法中应取相颤而勿无身者也 相曰 负及命 于安真 不失也 九五 宋元吉 刚见忠正 有不善未尝不知 知之未尝复行 乃至小罪 横怀大聚而不敢犯 大善而及之道也 佛法 则信业遮业 三千八万 无不清净者已 相曰 宋元吉 以中正也 上九 或兮之盘待 中朝三尺之 过吉之纲 不忠不正 数数犯过 数数改毁 就改毁处 宝有惭愧之一 犹如盘待 旧屡犯处 更无一日清净 犹如三尺也 相曰 以送受福 义不足净也 有过而改 名为惭愧 以不若无过之足净矣 又何必至三尺而后未耻栽 此圣借人不可折犯过也 砍下昆上 诗 真 仗人吉 五九 夫能自诵 则不至于相诵矣 相诵而不得其贫则乱 乱则必至于用诗 试之不得不然 一波乱之正道也 但兵凶战为 非老臣有得之障人何以行之 佛法侍者 蒙而无过 则须以养之 蒙而有过 则诵以改之 但众生烦恼过患无量 故对破法门亦附无量 无量对破之法明之为师 亦必以正至邪也 然须生之药并因缘 应并语药 犹如老将 善之方略 善之通塞 方可及而无咎 不然 法不斗机 要不治病 未有不反畏害者也 断曰 诗 众也 真 正也 能以众正 可以妄以 刚中而应 行显而顺 以此独天下 而名从之 即 又贺就已 用重以正 为六五专任九二位将 统育群因 死亡者之道也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 由要治病 顾名为独天下 佛法 使者 失事众多法门 真是出事正应也能以众多法门正无量邪获 则自立立他 可以为法王而统治法界已 刚中则定会庄严 虽干而应 虽行于生死险道 而未尝不顺涅槃 以此原断妙药 如毒谷毒辱 毒于天下 而九界之名皆昔从之急 又贺就已 项曰 地中有睡 师 君子以荣民处众 地中有睡 睡在的也 君子之德犹如睡 故能荣因民而处昆仲 荣民己所以处众 为有 骗心浩哥 名以养兵者也 为君将者奈何福生司灾 佛法侍者 一切诸法中 稀有安乐性 一稀具对治法 如地中有水之相 故君子了之八万四千成劳门 即是八万四千法门 而不执一法 不费一法也 此事善时通赛 如辅之则疾民疾兵 施之则为贼为寇 初六 师出以律 否赃凶 大司马九伐之法 明知为律 师出苟不以律 纵令侥幸成功 燃其力尽 其或远 其或小 其丧大 故兄 孟子所谓已战胜其岁有难扬然且不可也 佛法识者 出击对治之法 无过大小陈律 若为律制 则申口意皆惜不善而凶矣 向曰师出以律 师律凶也 九二 在师终极 五九 王三惜命 以大将才得 应贤主专任 故旦有吉而无就也 陈明昭曰 九二以一阳 而五应皆为所用 不己为全成乎 故曰在师终极 以剑再朝则不可也 佛法识者 有定之会 便用一切法门自制至他 故己且无久 而法王受济之以 向曰 在师终极 陈天宠也 王三惜命 怀万邦也 自古未有无主于内 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 九二之极 陈六五之宠故也 为天下的人者为之人 故三惜命于贤疆 即所以怀万邦 佛法识者 陈天行 而为圣行 犯行等 所谓一心中五行 故为法王所宠 而受济 以广化万邦也 六三 师或于师 凶 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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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弱至刚 每战必败 不言可知 佛法识者 不知四息因缘 而妄用对质 反至损伤自他会命 向曰 师或于师 大无功也 六四 师佐赐 无究 虽柔弱而得正 不敢行险侥幸以自取败 故无究也 佛法识者 此如宣律师不敢忘豪大臣 向曰 左赐无究 为师长也 六五 田有情 立直言 无究 长子率师 弟子于师 真凶 柔中之主 当此用师之时 仗义之言以讨有罪 故无过也 但恐其多疑 而不专任九二之长子 故介以弟子于师 虽正义兄 佛法识者 天中有情 妨害良和 欲心有烦恼 妨害道雅也 立直言者 一看经教已照了之也 然看经之法 依亦不依语 依了亦不依不了亦 依智不依时 若能深求经中亦理 随文入观 则如长子率师 若淡者文字 不依时矣 则如弟子于师 虽真义兄 此如今时教家 相曰 长子率师 以忠行也 弟子于师 是不当也 上六 大军有命 开国臣家 小人勿用 方师之时 即以师律兄 未借以 经师中定功 又借小人勿用 夫小人必侥幸 以取功者 而 苏世云 圣人用师 其使不求苟圣 故其中可以正功 佛法侍者 正当用对治时 或顺治 或逆治 于通起塞 即塞成通 是非一概 经对治功弊 入第一一息谈 将欲开国臣家 设大小两圣教法 以化众生 只用善法 不用恶法 躺步减邪存证 减爱见而是三应一应 则佛法与外道 己无便意 向曰 大军有命 以正功也 小人勿用 必乱邦也 昆夏砍上 比 即 原是原永真 五九 不宁方来 后夫兄 用诗祭弊 见天位而天下归之 明彼 彼位有不及者也 然圣人用诗之初心 但未就名于水火 非贪天下之富贵 经功成重福 原须细自逝审 果与原初心相和而永真 乃无救而 夫如是 则万国规划 而不宁方来 比复顾不服者 但自取其胸乙 佛法侍者 善用对破法门 则成佛作祖 九戒归一 明彼 又关心侍者 既知对破通赛 要须道品调式 七颗三十七品相属 向连明彼 人须观所修行 要与不生不灭 本性相应 明原是原永真无救 所谓原四念处 全修在性者也 一切正情根利等 无不次第相从 明不宁方来 一切爱见烦恼 不顺正法门者 则永被摧坏而胸以 断约 彼 吉业 彼 辅业 下顺从业 原是原永真无救 以刚中业 不宁方来 上下应业 后夫兄 祈祷穷业 彼则必及 故非眼闻 于皆可知 佛法侍者 约人 则久戒位下 顺从佛戒为福 约法 则行行位下 顺从会行为福 纲中 故能全性起修全修在性 上下应者 约人 则十戒同禀道化 约法 则七科皆会原会也 祈祷穷者 约人 则魔外不顺佛化而堕落 约法 则爱见不顺正法而被剪也 项约 地上有水 彼 先望以见万国清诸侯 见万国清诸侯 即所谓开国成家者也 佛法 佛法侍者 德如禁地 水如官会 德如济光 水如三吐差别 皆比之相也 约化他 则见三吐沙网 令诸菩萨转向传话 约观心 则利应介入等一切尽以为发起官会之地 官会明诸侯也 此事道品调事 为七科三十七品相比无见 初六 有福彼之 无究 有福淫否 终来有他吉 柔顺之名 率先归父 有福而无就已 下见之位 虽如否弃 而居扬位 有君子之得焉 故为有福淫否 将来必得真拥 有他吉也 约佛法者 初六如人道 六二如玉天 六三如摩天 六四如禅天 九五如佛位法王 上六如五想及非非想天 经人道义去菩提 故有他吉 约观星者 初六如藏教法门 六二如通教法门 六三如爱见法门 六四如别教法门 九五如原教真正法门 上六如波无因果邪空法门 经藏教正因缘境 开之吉世妙地 故有他吉 项曰 彼之初六 有他吉也 六二 彼之字内 真吉 柔顺中正之臣 上映阳刚中正之君 忠心彼之 故正而吉也 佛法士者 遇天有福 亦父有慧 但须内修身定 又通教界内巧度 与原教权是极理相同 但须以内通外 项曰 彼之字内 不字师也 六三 彼之匪人 不忠不正 居下之上 又无阳刚师有一见证之 顾曰彼之匪人 佛法士者 摩波寻无一面之善 又爱 坚决不与佛法相应 项曰 彼之匪人 不亦伤乎 六四 外彼之 真吉 柔而得正 敬于圣君 吉之道也 但非其应 顾明外彼 借之以真 佛法士者 色界聚诸禅定 但须发菩提心 外修一切差别至门 又别教位借外卓度 以以圆容正观皆知 项曰 外彼于贤 以从上也 九五纪有贤德 又居君位 四外彼之 理所当然 义愤所当然已 九五 险并 王用三驱 师前情 义人不戒 即 阳刚中正 为天下之共主 顾明险并 而圣人出无意于要结人心也 如陈汤于四面之网解其三面 任彼情受驱走 随师前情 义人义之王义而不警戒 此所谓有天下而不语 及之道也 佛法士者 法王出世 如果日当空 明显彼 三轮诗化 又出中后三语又度 又令种收托三世得意 明王用三驱 于无缘人善用大舍三昧 即诸佛弟子 义不强化无缘之人 明师前情 义人不戒 观星逝者 时会开发 如鹤日立天 明显彼 一星三观 又转接会前三角 明王用三驱 决意三昧 随起随观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亦绝则归于正念 不以前念之非戒怀 明师前情 义人不戒 相曰 显彼之极 为正中也 舍逆取顺 师前情也 义人不戒 上始中也 上流 彼之无首 凶 阴柔无德 反惧圣主之上 众叛清离 不足以为人手以 佛法逝者 穷空轮转 不能见佛文法 假饶八万劫 不免落空 不免落空亡 观星逝者 或达空 波音果 自卫疲鲁顶上行 悟得威英王 那盼又那盼 时不与真实 宗臣相应 夜时茫茫 无本可惧 生死到来 便如落汤螃蟹也 向曰 彼之无首 摩索中也 从吞至此六卦 皆又砍烟 砍得甘之中摇 盖中道庙会也 其得未陷未险 孵烦恼大海 与萨婆若海 其真有二性灾 且从古及经 无不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故四弟以苦居出 佛称把苦为师 苦则耸替而不安 耸替不安 则烦恼海洞 而众志献潜移 圣人虚挂之指 不亦甚深也语 甘下训上 小处 亨 密云不语 自我惜骄 处祖至也 又独如序 仰也 欲祖至之境 不怨不由 为自仰已消之 故亨 然不可求素孝也 曰释法 则如垂衣上而天下智 有苗福阁 曰佛法 则如大集会中魔王魏顺 曰观星 则如到品调式之后 无始事账偏强 组治官会 不能克正 然圣人欲试 不计顽名 如来化度 不嫌魔吕 观星圣境 其味肃杖 辟诸全时 不爱车伦 又辟终极则名 刀魔则利 诸开金山 亦其光彩 双血相加 松波增秀 故亨也 然当此时 虽不足位 亦不可轻于取功 虚如密云 不予自我息交 直似阴阳之何 而后语而 盖凡云 起于东者亦语 起于西者南语 经不贵取功之意 而贵奏效之池也 阳词胡曰 处有包处之意 故云处均何由 此挂六四以柔的 进君之位 而上下诸阳接应之 是以小处大 以臣处均 故曰小处 其理一通 其六摇接曰 臣处均说一秒 臣明昭曰 小处者 以臣处均 如文王之处咒也 亨者 既咒改过自新 妄知之池也 密云不与自我息交者 言止因自我息交故不能与 愿己之德不能革君 乃自则之池 有所云 臣罪当诸 天王圣明也 六四则是出有礼时 九五则是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应之时 上九则是五王伐咒之时 故失以行而寄予 然以臣罚君 冒万古不伟之名 故曰君子真凶 断曰 小处 柔得为 而上下应之 曰小处 见而训 刚中而致行 乃亨 密云不语 上网也 自我息交 失未行也 既处已 而云小者 已在我之柔得既正 又有上下之刚应之 所以一切外难不阻扰我镇定刚觉之德 反借此以小字养也 见则无物欲之邪 训则无躁动之师 刚中则会语定句 顾其智的行而亨也 云虽密而上网 则修得不防意境 自惜交而失未行 则取笑不可欲诉 相约 风行天上 小处 君子以义闻得 古万物者莫妙于风 义闻得 有所谓远人不服 则修闻得以来之 五千语于两阶而有苗阁 即是其眼 顾约君子之德封也 观心 则便用事六度等对至助开 明义闻得 出旧 负字道 何其旧 即 相约 负字道 其一即也 久而 千负 即 相约 千负在中 义不自施也 九三 于说服 夫妻反目 相约 夫妻反目 不能正视也 六四 有福 写去剔出 五九 相约 有福剔出 上何至也 九五 有福乱如 父义其林 相约 有福乱如 不读父也 上九 济语济处 上德载 父真利 岳济望 君子真凶 相约 济语济处 德基载也 君子真凶 有所遗也 十当小处 六瑶皆有修文 德以来远人之认者也 出九纲而得正 克己赴礼 天下归之 故疾 九二纲中 欲出痛腹 故意的疾 九三过纲不忠 势力服人 人偏不服 故于说服而不能行 上不可以其家 旷可服远人乎 六四柔而得正 能用上弦以成其功 故替出而无久 九五阳刚中正 化背无疆 故能赴以其林 上九刚而不过 又居小处之中 如蜜云之久而寄予 远近皆得安处太平 此乃意上闻得 至于鸡闷故能如此 然在彼臣腹 以守真而实实自为 不可视君有幽容之德 而失其分 世道至此 如月己望 可谓圆满无缺矣 其在君子 更不宜穷兵读武 以取胸也 灵佛法观心事者 修正道时 或有事账力强 需用对质助开 随用助开 人以正道贯会为主 出九正质力强 故事账不能为害 而父自道 九二定会得中 故能化比世账反为我助而不自施 九三是其前会 故为世账所爱 而定会两伤 六四善用正定以发巧会 故写去而剔出 九五中正妙会 体账即得 故能负以其灵 上九定会平等 故使账是然解脱 如记与记处而修得有功 夫事账应对助而排脱 必有一番清安境界现前 明知为父 而此清安不可畏者 畏者则身上慢 自畏上痛即甚 畏阅即旺 若信此以往 则反成大旺语之胸矣 可不介乎 对下前上 屡狐为 不系人亨 约世道 则晚明即阁 上下定而未屡 以说应前 故不系人 约佛法 则魔王归顺 化道恒而可屡 以此赦报 故不系人 约观心 则对至之后 虚明时次畏 而成真造实屡 观心即佛 如屡狐为 不起上慢 如不系人亨也 团约 屡 柔屡刚也 说而应呼前 是以屡狐为 不系人亨 刚中上 屡地位而不久 光明也 屡之道莫善于柔 柔能胜刚 若能胜强 故善屡者 虽屡狐为 亦不系人 不善屡者 虽屡平地 犹伤其足 此挂以说应前 说及柔顺之位 臣有柔顺之德 乃能使彼刚见之主 忠正光明 屡地位而不久 否则不免于 绝屡真利 以 佛法试者 以定发会 以修和性 以始觉而遇上弃本觉 以凡学圣 皆明为柔屡刚 得法喜明说 物理性明应 竟敢不起上慢 竟去正位 则能以修和性 处于法王尊位 如九五也 向曰 上天下则屡 君子已便上下 定明志 佛法试者 身知及而常留 道不浪皆 是未便上下定明志 出九 速率 网无九 向曰 速率之网 独行愿也 此如伯仪书其之旅 佛法试者 以正会力 身知无畏赐之畏赐 以此而往 则不起上慢矣 九二 律道坦坦 忧人真吉 向曰 忧人真吉 忠不自乱也 此如柳下会取博欲之旅 佛法试者 忠道定会尽去佛果 而不自满足 潜修秘阵 不求人之 不求人之 顾及 六三 妙能士 不能吕 吕狐为 戏人凶 五人位于大军 项曰 妙能士 不足以有名也 不能吕 不足以羽行也 戏人之凶 位不当也 五人位于大军 至刚也 此如项羽 董卓之旅 佛法试者 知信德 而不知修德 如秒其一目 尚会行 而不尚行行 如伯其一族 自卫能士 而时不见正法身也 自卫能履 而时不能到彼岸也 高谈佛性 反被佛性二字所害 本是鲁莽五人 妄称祖师 其不至于堕地欲者先以 问 六三位岳之主 段辞赞其应甘而亨 摇胡扁之圣也 答 段曰对之全体而言 姚曰六三不语出二相合 自信自认而言 九四 吕狐为 速速终极 项曰 速速终极 至行也 此如周公图 或勤劳之旅 佛法侍者 定会相继 虽未及正中道 然有静而无退矣 九五 绝吕真利 向曰绝吕真利 未正荡也 此如汤舞返身之旅 亦如摇顺 唯唯允直之旅 或云 此事借此 孔其唯汉无也 虚虚心以映柔月之臣 乃不救而光明而 佛法侍者 刚见忠正 决定正于佛性 从此增到损身 出墨化物 不取涅槃以自安稳以 上九 事律考详 齐选原集 相曰 原集在上 大有庆也 此如摇顺既见顺宇于天 顺宇摄政 摇顺端拱无畏之旅 佛法侍者 果彻因缘 万善圆满 父无本有之性 称无发觉初心 顾大吉也 周一禅解卷第二 周一禅解卷第三 北天目道人偶义秩序者 上经之三 甘下昆上 太 小王大来 吉亨 夫位下者美男于上达 而位上者美男于下交 经小王而达于上 大来而交于下 此所以位太而吉亨也 约世道 则上下分定之后 情得相通 而天下太宁 约佛法 则化道已行 而法门通态 约观心 则申明六集 不起上慢 而修正可其 又是安忍强软恶魔 则魔退而道亨也 强软恶魔不能为患是小王 忍力成就是大来 断曰 太 小王大来 吉亨 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上下交而旗智痛也 内阳而外阴 内健而外顺 内君子而外 君子道常 小人道宵也 约四时则如春 天地之气交而万物贤通 约事道如初智 上下之情交而智同为善 约体质 则内阳而外阴 阳刚为主 约德性 则内健而外顺 无私合理 约取舍 则内君子而外小人 见贤思齐 见恶自省 故君子道常 则六瑶皆有君子之道 小人道消 则六瑶皆有宝太房否之功也 佛法侍者 若得小王大来 则信德之天与修德之地相交 而万行聚通也 向上玄物与向下操缕相交 而解形不分作两绝也 内聚阳刚之德 而外是阴柔之忍 内聚渐行不习之力 而外有随顺世间方便 内和佛道之君子 而外同流于九界之小人 能化九界聚成佛界 故君子道常 而小人道消也 相曰 天地交态 后以财臣天地之道 辅相天地之仪 以左右明 佛法侍者 天地之道 即信具定会 天地之仪 即定会有适用之仪 财臣辅相 即以修必信也 左右明者 不被强软恶魔所坏 则能用此恶魔为侍者也 出旧 拔毛如 以其会 征集 相约 拔毛征集 智在外也 阳刚之德 当太之初 起印中其身于下位灾 连彼同类已尽 智不在于身家 故可保天下之中太乙 九二 包荒 用缝合 不侠仪 彭王 得上于中行 相约 包荒 得上于中行 以光大也 刚中而印六五 此得时行道之嫌尘也 故宜修修有荣 荒而无用者包之 有才能缝合者用之 辖这亦不移之 悟但以二阳未彭 乃得上合六五中正之道 而光大而 九三 无凭不卑 无枉不负 奸征无久 勿续其福 于时有福 相约 无枉不负 天地记也 是故未有九太而不否者 故所以持之者何如而 九三刚正 故能兼真而有福 挽回此天地之计 六四 偏偏不负以其灵 不借以福 相约 偏偏不负 皆失时也 不借以福 忠心愿也 柔正之德 处太已过终之时 虽无智智真实财力 而赖有同志以防祸乱 则不约而相信 故有可保持此态也 于欲无约 态之时 三阴阳皆应 上下交而至同 不独而无也 甘之初遥 几把毛连如以上交 四位坤之初遥 亦偏然连泪而下交 三交呼上 既勿续其福 故四交于下 亦不借以福 上下一心 阴阳调和 此大道未功之甚 所以未太 既彭己曰 时时 言三应从阳而不为主也 阳时则能为主 应须则但顺成呼阳而已 不有其父之意也 忠心愿者 言其出于本心也 六五 地以归媚 以止缘吉 相曰 以止缘吉 忠以行愿也 柔中居尊 下应久二 虚心用贤 而不以君道自专 如帝已归媚 尽其父道而顺乎夫子 夫如是 则贤人乐为之用 而太可永保已 上流 臣妇于皇 勿用诗 自义告命 真令 相曰 臣妇于皇 其命乱也 太极必否 时事固然 阴柔又无拨乱之才 故借以物负用诗 上济师权 下必善命 故有自亦告命者 亦非出命之所 而今妄自出命 亦可修以 燃上六指示无才 而以应居因 人得其正 非是权无得也 但欲此时事 故命乱而出自一人耳 约佛法是六摇者 夫欲安忍强软二摩 须及定慧之力 出九刚正 故内摩寄将 外摩一幅 四八毛而连会 九二刚中 故外摩计划 内摩不起 上中行而光大 九三过刚 故须坚真 方得无久 以其本时正会 必能取定 故为天地相继 六四正定服于正会 故虽不负而能以灵 知魔无时 则魔反位无视而如灵 六五定有其会 故能及魔界为佛界 具足福会二种庄严 如帝以归媚而有止缘吉 上六守其列定 故魔法而成乱 昆下千上 否知匪人 不立君子真 待往小来 约世道 则成平日久 君明亦得 而气运衰退 约佛法 则化道流行 出家者多 而又漏法起 约观心 则安忍二魔之后 得相似正 每每起于四道法碍而不前进 若其法碍 则非出世正忍正治法门 故为匪人 而不立君子真 以其被大臣道 退堕权小境界故也 断曰 否知匪人 不立君子真 待往小来 则是天地不交 而万物不通也 上下不交 而天下无邦也 内阴而外扬 内柔而外刚 内小人而外君子 小人道常 君子道消也 佛法侍者 若其四道法碍 则修德不合信德之天 而万行 不通也 向上不与 向下合一 而不能从 寄光垂三途之邦国也 内阵阴柔顺忍 而致阳刚 佛性于分外 内同二 甚之小人 而致佛果君子于分外 自不成佛 不能化他成佛 故小人道常 君子道消也 强软恶魔 人美畏惧 故泰传及庆快之词 以安慰之 令无退窃 顺道法碍 人美贪恋 故否传及皆探之词 以警测之 令无曲折 向曰 天地不交 否 君子已简得僻难 不可容一路 佛法侍者 观此顺道法碍 犹如显坑之难 而不取其位 世卫不可容一路也 初六 拔毛如 以其会 真吉亨 向曰 拔毛真吉 志在君也 六摇皆有救否之认 皆论救否之方 不可以下三摇 为匪人也 出六柔顺 而居阳位 且有同志 可以相继 故拔毛连慧 而吉亨 但时当否出 由一丝换预防 故介以真也 六耳 包成 小人吉 大人否亨 相曰 大人否亨 不乱群也 柔顺中正上映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唯以仁慈培植人心 挽回天运 故小人得其包成而及 然在六二大人分中 见天下之未平 心有否赛不安 不安 乃可以致亨 而非小人 所能乱以 六三 包修 相曰 包修 为不当也 以阴居阳在下之上 内刚外揉 苟可以救否者 无不畏之 其故小明小节 燕云 包修忍此事难而 时未使然 何损于昆顺之得哉 义音曰 此正处否之法 所谓拓面自干 此求纵伯者也 九四 有命无久 愁离止 相曰 有命无久 至行也 刚而不正 以居上位 已有就也 但当匹吉太来之时 又得仇类共离于止 故旧否之至的行 离者 复利也 九五 修否 大人吉 其王其王 细于包丧 相曰 大人之吉 为正荡也 阳刚中正 居于君位 下应柔顺中正之臣 故可以修否而及 然换美浮于未然 乱美生于所乎 故必念念安不妄为 存不妄亡 智不妄乱 如细物于包丧之上 使其间不可拔 此非大人 其熟能知 上酒 轻否 先否后喜 相曰 否中则轻 何可常也 刚不中正 居挂之外 先又否也 但否中则轻 绝无常否之理 故得后有喜而 佛法逝者 顺道法爱 非阳刚智德 不能拔之 初六法爱 未深 而居阳未 若能从此一拔 则一切聚拔 顾免以贞则即哼 劝其志在于君 君即执法 生时正也 六二法爱 见深 顾小人 则即 大人正宜 与此作否赛想 乃得尽道而哼 六三法爱最深 又聚小慧 妄认四道未真 顾名包修 九四刚而不正 虽赞其法爱 终能自拔而致行 九五刚见中正 顾直入正位而即 然上有四十亿品无名未断 所以未未皆不肯住 名其王其王 从此心心流入 萨婆若海 正念不退 明细于包丧 上九阳居英卫 使亦未免法爱 后则智慧力强 顾能轻之 离下前上 同仁 与也亨 立设大川 立君子真 约世道 则轻否必与人同心协力 约佛法 则因犯节制之后 同法者同受持 约观心 则寄离顺道法爱 出入同身性 上和诸佛慈力 下同众生悲养 故曰同仁 苏梅山曰 也者 无求之地 立于无求之地 则凡从我者皆成同也 必非成同 而能从我于也灾 同仁而不得其成同 可谓同仁乎 故天与火同仁 物之能同于天者盖寡乙 天非同于物 非求不同于物也 立乎上 而能同者自制焉 其不能者不制也 智者非我原之 不智者非我拒之 不拒不原 是已得其成同而可以射穿也 苟不得其成同 与之居安则和 与之射穿则溃已 关心侍者 也是三界之外 又既光无障碍尽也 既出生死 以还设生死大川已渡众生 唯以佛之佛见事物众生 名为立君子真 断曰 同仁 柔得未得中 而应呼前 曰同仁 苏眉山曰 此专言尔 同仁曰 同仁于也亨 苏眉山曰 此言武也 故别之 立设大川 甘行也 闻名已见 忠正而应 君子正也 为君子未能通天下之志 观心侍者 本在凡夫 为正法身 明之为柔 经得入正位 得正中道 遂与诸佛法身 甘见之体相应 故曰同仁 此之以同正佛 信为同仁也 继正佛体 必行佛得以度众生 名为前行 闻名已见 忠正而应 如日月立天 清水则影自应现 乃君子之正也 为君子已断无名 得法身中道 应本拒二十五王三昧 故能通天下之志 而下和一切众生 与诸众生同悲养儿 相曰 天与火 同仁 君子已类足变物 不有其意 安显其同 使义者不失其为义 则痛乃得安于大同意 佛法侍者 如天之与火 同而不同 不同而同 使法界各有其足 各位遗物 而为是一心 一心聚足十戒 十戒互聚 便有百戒千儒之意 而百戒千儒就近原止一心 此同而不同不同而痛之极致也 出九 同仁于门 无九 相曰 出门同仁 又谁就也 同仁之道 以公而不宜私 出九刚正 尚无细印 出门则可以置于也 以 故无九 六二 同仁于宗 令 相曰 同仁于宗 令道也 六二的为德中以应呼前 卦之所以为同仁者也 然以阴柔不能远达 恐其尽逆于出九九三之宗 则令以 九三 福荣于莽 身其高龄 三岁不兴 相曰 福荣于莽 低纲也 三岁不兴 安行也 夫二应于五 非九三所得强痛也 三乃忘记其同 故福荣以妖之 身高龄以四之 燃九五阳刚中正 名义俱顺 其九三非礼之刚所能迪栽 其 即止三 高龄之五 勿远于三 如高龄也 九四 陈其雍 福克宫 即 相曰 陈其雍 义福克也 其即 则困而反则也 离相未拥 四亿忘记同于六二 故玉成九三之拥以下功之 但以一魁 知必取困 故能反则而服功而 九五 同仁先嚎跳而后笑 大师客相遇 大师客相遇 相曰 同仁之先 以中之也 大师相遇 言相客也 六二应柔中正 为离之主 应于九五 此所谓不同而同 乃其成同者也 成同而为三四所格 能符豪跳而用大师相客栽 中顾与二相弃 而不宜其机 职 顾好跳用诗而不宜为会 正海如约 大师之客 非客三四也 客无心之三四也 四亿亦起于中 君子隔九昏矣 圣矣 客戟之难也 非用大师 其将能呼 阳臣斋曰 师莫大于君心 而兵阁未小 尚九 同仁于交 吴辉 相曰 同仁于交 智未得也 苏眉山曰 摸索苟同 顾吴辉 莫语共立 顾智未得 观心事者 六摇皆重名 御正同仁之功夫也 夫御正入同仁法性 须及定会之力 幼父不可以有心求 不可以无心得 所谓时节若道 其理自章 此修心者勿忘勿助之要绝也 出九正会现前 不劳功力 便能出生死门 六二虽有正定 会立太为 未免被禅所迁 不出三界旧宗 九三篇用其会 虽云的正 而居离之上 毫无定水所资 顾如身于高陵 而为顶舵菩萨 三岁不心 九四定会君条 始虽有其必知心 后乃知其必知不能何道 促意无心气入而及 九五刚见中正 而定力不足 虽见佛性 而不寥寥 所以先须具修重行 积极菩提资良 积万善之力 而后开发正道 盖世之愿中道佛性 以为回出二地之外 所以先豪跳而后笑也 上九定会虽负平等 而居甘体之上 仅去涅槃空阵 不能入禅垂首 固执未得 甘下离上 大有 缘亨 约世道 则同心轻佛之后 富有四海 约佛法 则结戒说戒之后 化道大行 约观心 则正入同体法性之后 功德智慧以字庄严 皆缘亨之道也 断约 大有 柔的尊位 大中 而上下应之 约大有 其得刚见而闻名 应呼天而实行 是以缘亨 佛法侍者 从凡夫的植入佛果尊位 正于统一切法之中道 而实戒皆应顺之 名为大有 刚见闻名 圣行泛行皆以成也 应呼天而实行 正义心中五行 以天行为体 而其因而行并行之用也 相曰 火在天上 大有 君子以恶恶扬善 顺天修命 佛法侍者 修恶须断尽 修善须满足 方式随顺法性 第一一天之修命也 修命者 实戒皆是性聚性造 但酒戒未酒 佛戒未修 酒戒未逆 佛戒未顺 出酒 无交害 费酒 兼则无酒 项曰 大有出酒 无交害也 夫又大者 唤其多交而致害也 兼则中亦如出矣 酒而 大车已载 有幽望 无酒 项曰 大车已载 机中不败也 大车 未六五须而能容也 虽有能容之圣君 然非九二机中之贤臣以应之 何能无败 九三 功用亨于天子 小人福可 项曰 功用亨于天子 小人亥也 刚正而居大臣之位 可通于圣君以 其小人所能灾 九四 废齐鹏 无酒 项曰 废齐鹏无酒 明辨兮也 鹏 圣也 壮也 九四刚而不过 又居离体 明辨兮而匪鹏 可以示圣君以 六五 绝福交儒 微如吉 相曰 绝福交儒 信义发至也 微如之吉 义而无悖也 柔中居尊 专信九二 而天下兴之 不怒而名微于腐恤 不似安排造作以为微也 苏眉山曰 以其无悖 知其有余也 夫被身于不足 不足之行献于外 则微消 上酒 自天佑之 吉 无不利 相曰 大有上吉 自天佑也 苏眉山曰 曰有 曰吉 曰无不利 其微福也多矣 而终不言其所以致福之由 其真无说也哉 盖其所以致福者远矣 孔子曰 天之所助者顺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 屡信似乎顺 又以上贤也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信也 顺也 上贤也 此三者 皆六五之得也 一而无悲 六五之顺也 绝福交如 六五之信也 群阳归之 六五之上贤也 上酒特履之耳 我之能履者 能顺且信 又以上贤 则天人之助将 安归哉 顾约圣人无功 神人无名 约佛法是六摇 又有二义 一约果后垂化 二约禀教尽修 一约果后垂化者 出九垂行四恶去中 而不染四去烦恼 但是大悲 与名同患 故无交害而横间 九二垂行人道 能以大乘广度一切 故有忧枉而不败 九三线行天道 不染诸天欲乐 给予禅定 故非小人所能 设小人而入天去 为有不被欲乐禅定所害者也 九四线二圣像 故匪其朋 不与二圣同取涅盘偏正 故名便惜 言有大臣智慧便才也 六五线菩萨像 应设受者而设受之 故觉福交如 应折服者而折服之 故微如极 性亦发至 世皆引善根众生 亦而无备 适者福恶机众生也 上九线如来行 故自天佑之极无不利 所谓依第一亦天 亦现为天人师也 二约禀教进修者 初九秉增上戒学 故不与烦恼相交 九二秉增上心学 故于禅中拒一切法而不败 九三秉增上会学 故能亨于天子 然此会学 作断凡圣情解 扫空荡有 每位恶取空者之所借口 所以好理有差 天地玄格 小人福克用之 用则反畏大害 九四秉通教法 但是大臣出门 故匪其朋 虽与二圣同观无身 而不与二圣同正 故名便兮 六五秉别教法 养性忠道 故绝福交儒 别修怨了 故微如而及 上九秉原教法 全性起修 全修再兴 故自天佑之极无不利 更下昆上 千亨 君子有忠 约世道 择得平天成 不自满甲 约佛化 择法道大行之后 人等事众生 先义问训 不清一切 约观心 择远满菩提 归无所得 凡此皆亨道也 君子以此而终如其始 可谓果彻因缘矣 断曰 千亨 天到夏季而光明 地道悲而上行 天到窥银而一千 地道变银而流千 鬼神害银而浮千 人道恶银而好千 千尊而光 卑而不可渝 君子之中也 如则闻王世名如商 遥顺其由并诸 佛则始种不可敬 我愿不可敬 众生度敬 方正菩提 地狱未空 不去灭度 所以是出世法 从来无有隐瞒之日 苟有隐瞒之心 则天窥之 得辨之 鬼神害之 仁恶之矣 以此千得现行实戒 则是居佛位之尊故有光 纵是居地狱之悲 亦无人能于胜之也 无有清约 千者 尊崇他人已居己上 而己亦光显 卑亦自己已居人下 而人亦不可逾悦之 此君子之所以有忠也 相约 地中有山 千 君子已头多亦寡 称物平师 山过乎高 顾多者投之 得过乎悲 顾寡者一之 去得其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估访者和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知大地众生皆具佛果功德山王 称物基宜 而平等师以佛乐 不令一人独得灭度 初六 千千君子 用赦大川 即 相曰 千千君子 卑以字幕也 苏眉山曰 此罪处下 是千之过也 是道也 摩索用之 用于舍川而已 有大难 不生自屈者 则不足以至其用 牧者 养之以待用云耳 六二 明迁 征集 相曰 明迁征集 忠心得也 苏眉山曰 千之所以为迁者 三叶 七千叶以劳 广聞其风被其责者 末不相从于千 六二其林也 上六其配也 故皆合之而明于千 而六二又以阴处内挂之中 虽未九三 其又不千呼 故曰明千真吉 明亦言其何于三 真亦见其出于姓也 九三 劳千君子 有中吉 相曰 劳千君子 万名福也 苏眉山曰 劳 公业 更知智在三 而三清亦更下坤 其千智矣 劳而不乏 有功而不得 是得千之权者也 故团约君子有中 而三亦云 六四 无不利 为千 相曰 无不利为千 不为则也 虽居九三劳千之上 而柔顺的正 故无不利而为为千 夫以千为千 此真不为其责者也 六五 不负以其灵 利用轻罚 无不利 相曰 利用轻罚真不服也 苏眉山曰 知者 屈知较也 谦知返也 皆非得之之之也 顾两之不相容 两千不相使 九三以劳千 而上下皆千以应之 内则明千 外则为千 其胜者则千千 相追于无穷 相亦不已 则所谓 谋多亦寡称物平师者 将使谁为之 若服六五则不然 以为千乎 则所聚者刚也 以为交乎 则所处者中也 为不可得而为之千 不可得而为之交 故无千莫不为之时也 求其所以能使此无千者而无所有 顾约不负以其灵 至于轻乏而不害未千 顾约利用轻乏 莫不为之用者 顾约无不利 偶义约 真不服正是 头多明千 上柳 明千 利用行师 真义国 相约 明千 智未得也 可用行师 真义国也 苏梅山曰 明千义也 六二自得于心 而上六智未得者 以其所居非安于千者也 特以其配之劳千而强应焉 冒千而实不至 则所服者寡以 故虽有一国 而又判之 夫实虽不足 而明在于千 则判者不利 判者不利 则真者利 以 佛法是此六摇者 一约二义 一约佛果八相 二约内外四众 一约佛果八相者 出六约是现将神入胎 集出身相 九正无身 复世根身 故为悲以字母 六二约是现出家 九度生死 自言为生死故出家 世为明千 九三约是现将魔尘道 九超魔界 正大菩提 而为众生现此劳事 使观者心服 六四级是现三七思维 九以见机 而不为涉化以则 六五级是现转大法轮 本无实法 皆是善巧权限 故为不负 能令十方诸佛同位证明 故为以灵 破众生三祸 令归顺于信聚三德 故为利用轻乏 上六级是现灭度 以众生积境 应或云王 为智慧德 即以灭度而作佛事 令诸众生为种善根者得种 以众者熟 以守者托 为真一国也 二约内外四重者 出六四沙米小众 故为悲以字幕 六二四守法比丘众 故为明迁征集 九三四红法比丘 载刃玄纲 故为劳迁君子 六四四外护人中幽婆赛等 故恒迁让一切出家大小沉重而畏为迁 乃不违则 六五四护法御戒诸天 故能摧邪已显正 而真不服 上六四色无色天 虽亦护正摧邪 而禅定中无田会相 不能做大折腐法门 故智慰德 昆下正上 欲 立见侯行师 曰世道 则圣德之君 以千灵明 而上下虚悦 曰佛化 则道法流行 而人天虚寝 曰观心 则正无相法 受无相之法乐也 世道继欲 不可望于闻世五倍 故一见侯已宣德化 行师已被不渝 道法继行 不可失于殉道警侧 故一见侯已主道化 行师已防弊端 自正法喜 不可不行化道 故一见侯已设受众生 行师已折服众生也 又会行如剑侯 行行如行师 又身善如剑侯 灭恶如行师 初得法喜乐者 皆应未知 断曰 欲 刚应而至行 顺已动 欲 欲顺已动 故天地如之 而旷见侯行师乎 天地已顺动 故日月不过 而四时不推 圣人已顺动 则行罚亲而名服 欲知时亦大已哉 顺已动 虽欲知德 时所以明保欲知道也 夫六十四卦皆时而 时必有益 益则必大 何度欲未燃灾 欲则易于待乎 故特言之 佛法试者 为顺已动 故动而横顺 所谓称性所起之修 全修还在性也 时亦起不大灾 相曰 雷出的份 欲 先望已作乐重得 应见之上帝 以配祖考 佛法试者 作乐 如今所谓范被永歌自然夫奏也 崇德 崇德 以修严性也 以修严性也 应见上帝 及明本源自信为上帝 祖考 为过去诸佛也 初六 名誉 凶 相曰 初六名誉 至穷凶也 夫圣即必衰 乐即必苦 欲不可以不胜也 故六摇多赦警策之词 一集团中见侯行尸之指而 初六上和九四而未愈 自无时得 志在世人而已 能服穷乎 六二 戒于时 不忠日 征集 相曰 不忠日征集 以忠正也 苏眉山曰 以阴居阴 而处二阴之间 惠之吉 惊之至也 以惠观明 以惊观动 则凡及凶祸福之至 如长短黑白沉于无前 是以动静如此之果也 戒于时 果于惊也 不忠日 果于动也 是故孔子以为之吉也 六三 虚欲 惠 持有惠 向曰 虚欲有惠 未不荡也 六三义无时得 上士四以为欲 即该悔之可也 若持 则又悔已 夫世人者岂能久灾 九四 有欲 大有得 物疑 彭和三 相曰 由欲大有得 至大行也 未欲之主 故名由欲 夫出欲三欲六 皆由我而未欲矣 二五各首其真 甚物宜之 不宜 则无憑亦故结也 六五 珍疾 恒不死 相曰 六五珍疾 成刚也 恒不死 中为王也 二五皆得中 故皆不逆于欲而未真也 但二远于四 又得其震 故动静不失其疑 五圣九四之刚 又不得震 安得不成疾乎 然由悦于中丧其手而外求欲者也 尚柳 名誉 成有伦 五九 相曰 名誉在上 何可常也 欲至于名 时当喜已 誓至于成 必应便已 因其便而通之 因其名而习之 恕可以免救而 佛法侍者 九四位代佛阳化之人 于皆法门弟子也 初六不忠不正 是大人伏弊 而妄修正之功 故凶 六二柔顺中正 能于戒耳心中 徹悟是造理聚两重三千 其理决定不可辩议 顿悟顿观 不似终日之久 此善于修心 得其真正法门者也 故疾 六三义不中正 但已尽于严施 故虽虚欲 而烧之改慧 但无决断勇猛之心 故借已会持则必有慧 九四位卦之主 定慧和平 自立立他 法皆成就 故彭坚信而至大行 六五柔直不正 返居明师良友之上 可谓病入高芒 故名珍疾 但已居中 则一点信心犹在 善根不断 故恒不死 上六柔而得阵 处欲之中 未免省空取阵 但本有愿力 亦不必进入于涅槃 终能回小巷大 而有余无久 死睡不藏龙 故曰何可长也 若曰未向忍者 初六是破戒僧 六二是菩萨圣僧 六三是凡夫僧 九四是少祖为人 六五是生年上座 上六是法性上座也 正下对上 随 缘亨 力真 五九 曰世道 则上下相悦 必相随顺 曰佛化 则仁天虚悦 受化者多 曰观心 则既得法喜 便能随顺诸法实相 皆缘亨之道也 然必利于真 乃得五九 不然 将未故已 断曰 随 刚来而下柔 动而说 随 大亨真无九 而天下随时 随时之意大已灾 正未刚 对未柔 今正反居对下 故明刚来下柔也 内动外跃 与时斜行 故为天下随时 犹如者所谓时 习时中 亦佛法中所谓时 劫若道 其理自章 积感相合 明为一时 故随时之意称大 相曰 则中有雷 随 君子已向会入宴席 观心侍者 既何本源自信 尚同网古诸佛 则必名呼三得密藏而入大灭盘也 出旧 官有余 征集 出门交佑公 相曰 官有余 从政集也 出门交佑公 不失也 官者 物之正主 九五为六二正主 则六二乃官物也 而阴柔不能远达 乃便其解已随出 出以守正 不受其随则疾 盖交六二于门内 则得二而施武 不如交九五于门外 虽施二而有功 君子已为不施也 六二 戏小子 施丈夫 相曰 戏小子 伏兼羽也 戏出必施武 安有两全者灾 所以为二戒也 六三 戏丈夫 施小子 随有求得 力居真 相曰 戏丈夫 智舍下也 四位丈夫 初位小子 三敬于四 而远于初 然皆非正应也 但从上则顺 细静则故 故周公借已居真 而孔子赞其至 九四 随又或 真凶 有福再道 以明何就 相曰 随又或 其义凶也 有福再道 明公也 六二欲网随九五 五之家偶也 必立四 必立四而后至 四顾可以或之 或则得罪于五而凶矣 唯生性随之正道 则心机可明而无久 亦且痛出九之有功也 九五 福于家 即 相曰 福于家即 未正中也 六二欲柔中正 五之家偶也 禁于初而立于四 即甚可宜 九五阳刚中正 身性而不宜之 得二之心 易得初于四之心而即矣 上六 居戏之 乃从未知 王用亨于西山 相曰 居戏之 上穷也 阴柔的阵 居随之即 专性九五 而故节不解者也 故可亨于神明 然穷疾而不足以有位矣 佛法侍者 三阳皆为物所随 故名随姬之意 三阴皆随顺呼阳 故名随师之道 初九刚正居下 十四不欲立身者 故必有余乃及 出门乃未有功 九四刚而不正 又居上位 虽英雄法之刃 有四家带名利之心 故有祸而真凶 唯虚笃性出世正道 则心事中可明白 九五刚见中正 自立立他 故服于佳而及 六二柔顺中正 而无惠力 未免弃大取笑 六三不中不正而有惠力 则能弃小从大 然虽云弃小从大 岂可藐视小简而不居贞灾 上六阴柔的阵 亦无惠力 专修禅月以至于 乃必穷之道也 唯以此笃性之力 回向西方 则万修万人去而 训下更上 故 缘亨 立设大川 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 故者 契久不用而重生 仁久厌逆而及生 天下久安无畏而必生之畏也 曰世道 则君臣月随 而无为必欲福之风 故臣必 曰佛法 则天人虚月举世随化 必有邪因出家者 贪图力养 混入滋灵 故臣必 曰观星就近随者 则是现并行而未故 曰观星出的小随顺者 继位断或 或其顺道法爱 或于禅中发起素席而未故 然至继位乱皆 乱亦可以致致 故有缘亨之礼 但非发大勇猛如射大川 绝不足以旧避而起衰也 故须先甲三日以自心 后甲三日以叮咛 方可挽回击壁 而中宝其善徒而 断曰 断曰 古 刚上而柔下 遜而止 古 古缘亨 而天下至也 立设大川 往有誓也 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 中则有始天行也 更刚在上 止于上而无下计之光 迅柔在下 安于下而无上行之德 上下互相偷安 唯以目前无事未快 曾不知远忧之见酿也 唯之此击毙之见 则能设拯救之方 而天下可至 然其当袖手无畏而听其至哉 必须往有誓如舍大川 又必体天行之有中有始然后可耳 释法佛法 垂化观心 无不皆然 相曰 山下有风 古 君子以正名玉德 正名如风 玉德如山 非玉德不足以正名 非正名不足以玉德 上求下化 卑至双运之未也 初六 干父之谷 有子 考无就历 终极 相曰 干父之谷 亦成考也 古非一日之谷 必立誓而后见 故朱瑶皆以父子言之 初六 出六居谷之谷 出六居谷之谷 坏由未深 如幼贤子 则考可免就也 然必替力乃的终极 而干谷之道 但可以亦成考 不可成考之事 九二 干母之谷 不可真 相曰 干母之谷 得中道也 苏梅山曰 因性安无事而恶有未 故母之谷 干之由难 正之则伤爱 不正则伤矣 非九二不能认也 二以阳居因 有刚之时 而无刚之姬 可以免矣 九三 干父之谷 小友会 五大九 相曰 干父之谷 中无就也 苏梅山曰 九三之得与二无异 特不之所以用之 二用之以阴 而三用之以阳 故小友会而无大九 六四 欲父之谷 网见令 相曰 欲父之谷 网未得也 因柔无得 故能义父之谷 欲 欲也 六五 干父之谷 用欲 相曰 干父用欲 成以德也 柔中得位 善于干谷 此以忠心之德而成先序者也 上九 不适王侯 高尚其事 相曰 不适王侯 智可则也 下五摇接在室内 如同事有斗 故以父子明之 上摇读在室外 如相邻有斗 故以王侯言之 上至即是事事之时事 可则即是连晚其诺高节 即所以挽回私事之谷者也 统论六摇 约世道 则出如贤士 二如闻臣 三如贤疆 四如遍壁境臣 五如贤王 六如以其之类 约佛化 则下三摇如外户 上三摇如内户 出六柔居下位 结坛师之利以 沉顺三宝者也 九二纲中 以此心法门平和正法者也 九三过纲 兼微折之用 护持佛教者也 六四柔正 但能自首 不能殉倒于人 六五柔中 善能化倒一切 上九行投妥远离行 四无益于化人 然佛法全赖此人以作榜样 故智可则也 约观心 则出六本事定圣 为父之谷 但居扬位 则仁有惠子 而五九 然必经历一番 方始惠与定等而终极 九二本事惠圣 为母之谷 但居因为 责任有定 然所以取定者 为玉助惠而已 其可终守此定栽 九三过纲不忠 惠返成故 故晓有惠 然出世救弊之药 终极惠力 故无大救 六四过于柔弱 不能发会 以此而往 未免随未缠身上慢 所以可修 六五柔而得忠 定有其会 必能见到 上九会有其定 顿入无功用道 故为不适王侯而高尚其事之相 所谓佛祖 所谓佛祖位中留不住者 故智可责 对下昆上 灵 圆亨 力真 至于八月有凶 曰世道 则干谷之后 可以灵明 曰佛法 则必端计格 化道复行 曰观心 则去其禅病 净断诸祸 故缘亨也 誓法 佛法 观心之法 始终须立于真 若成事而不知反 直至八月 则圣极必衰 绝又凶矣 八月未顿 与灵相反 为不一任其至于相反 而不早为防险也 断曰 灵 刚静而长 说而顺 刚中而应 大亨已震 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 消不久也 刚静而长 故名为灵 说而顺 刚中而应 故为大亨 已震与甘之缘亨利真同道 此乃信德之本然也 若一任其至于八月 而不早为防险 则必有凶 已有常有消 乃自然之事 唯已修和信者 乃能遇天道 而不被天道所消掌而 项曰 则上有地 灵 君子已教司无穷 荣保名无疆 则 为四大海也 得已载物 海已载地 此无穷之荣保也 佛法侍者 教司无穷犹如则 故为三界大师 荣保无疆犹如地 故为四身慈父 出旧 贤灵 征集 相曰 贤灵征集 至行正也 曰世道 则干古贵刚勇 灵明贵人柔 曰佛法 则除必夷威辙 华岛以辞舍 曰观星 则去二一用会立入里一用定力 初九刚静而长 故为贤灵 恐其人刚过境 故戒以贞则即 九二 贤灵集 无不利 相曰 贤灵集无不利 为顺命也 二一居阳刚尽长之事 然此时尚已尽首 不宜成事取境 故必及乃无不利 若非即便有不利 以 盖成事取境 则未顺于大亨以正之天命故也 六三 甘灵 甘灵 无忧力 既忧之 无久 相曰 甘灵 未不当也 既忧之 旧不常也 柔而至刚 为者取境 以灵未甘 而不知其魔所利也 然既有柔德 又有慧性 必能反观幽改 则无就已 六四 至灵 五九 相曰 至灵五九 未当也 佛法侍者 以镇定而应出九之正会 故为至灵 六五 之灵 大君之夷 即 相曰 大君之夷 行中之位也 佛法侍者 有慧之定 而应九二有定之慧 此所谓王三媚也 中道统一切法 名为大君之夷 上六 敦灵即 五九 相曰 敦灵之急 至在内也 柔顺的正 敦灵之中 如圣灵在天 莫佑子孙成名者已 佛法侍者 妙定寄生 自发真会 勒知心外无法 不于心外别求一法 故为至在内而至无九 昆夏殉上 官 官而不见 有福于弱 曰 曰世道 则以得灵名 为名之所沾仰 曰佛法 则正化利物 举世之所归平 曰观心 则尽修断祸 避假妙观也 但始无知精神一致 常如贯而不见之时 则是法佛法 自立立他 皆有福而于然可尊养以 断曰 大观在上 顺而逊 中正以观天下 观 观而不见 有福于弱 下观而化也 观天之神道而四十不推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福以 阳刚在上 是天下以中正之德 顺而不逆 遜而不武 故如济之灌手未见物时 浮沉积于中 而行于外 不言而人自欲之也 圣而不可知之之为神 天何言哉 四十行焉 不可测之 顾名神道 圣人设为刚常礼乐之教 明皆由之 而莫知其所以然 独非神道呼哉 神者 成也 成者 福也 福者 人之心也 人心本顺本训本中本正 以心应心 所以不假见物而自福以 佛法是 大观者 绝呆妙观也 再上者 高超九戒也 顺者 不与信相违也 训者 便于九戒一切诸法也 忠者 不堕生死涅槃二边也 正者 双兆二帝 五简缺也 以观天下者 十戒所朝宗也 是法则 是法则成名为下 佛法则九戒为下 观心则一切诸道法门等为下 天知神道即是信德 信德 具有常乐我尽似德而不推 以神道社教 即为称信原教 故十戒同归福也 相曰 封行地上 观 先妄以神方观明社教 佛法是者 古佛神四土之方 观十戒之明 社八教之网以罗之 如封行地上 无不周遍也 初六 同观 小人无久 君子令 相曰 初六同观 小人道也 因柔居下 不能远观 故如同佑之无知也 小人如同佑 则不畏恶 君子如同佑 则无以治国平天下矣 六二 窥观 利女真 相曰 窥观女真 亦可丑也 柔顺中正已应久无 女之正未忽内 从内而观者也 是则丑矣 六三 观我身进退 相曰 观我身进退 为师道也 静已行道 退已修道 能观我身 则静退贤不师道 六四 观国之光 利用兵于王 相曰 观国之光 上兵也 柔而得正 密尔圣君 无填兵师之任矣 久无 观我身 君子无久 相曰 观我身 观明也 修己已尽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此君子之道也 上九 观其身 君子无久 相曰 观其身 至未平也 处师保之位 天下谁不观之 非君子能无就乎 即为天下人所观 则其为观于天下之心 一字不能稍谢 故至未平 约佛法是六摇者 初是外道 未同观 有邪会故 二是凡夫 未亏观 单未禅故 三是藏教之机 净未适度 退为二圣 四是通教大臣出门 可以接入别缘 故利用兵于王 五是原教之机 故观我即是观明 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上是别教之机 以中道出二地外 真如高居果头 不达平等法性 故至未平 又约观心是六摇者 初是礼即 如同我所知 二是明子即 如女无实惠 三是观行即 但观自心 四是相似即 凌于真位 五是分正即 自立立他 六是就禁即 不去涅槃 辩观法界众生 视线并行 即应而行 周一禅解卷第三 周一禅解卷第四 北天目道人偶异秩序者 上经之四 正下离上 誓科 亨 利用欲 曰誓道 达大观在上 万国朝宗 有不顺者 适而苛之 顺法有苗 与陆防风之类事也 曰佛法 则森伦光显之时 有犯戒者致之 曰观心 则妙观现前 随其所发烦恼叶并磨缠慢见等境 即以妙观至之 皆所谓恨而利用欲也 断曰 疑中有物 曰誓科 誓科而恨 刚柔分 动而鸣 雷电荷而张 柔得忠而上行 虽不荡位 利用欲也 王道以正法养天下 佛法以正教养僧家 观心以妙会养法身 皆宜之相也 完明梗化而虚致 比丘破戒而虚致 指观尽发而虚观 皆有物之相也 刚柔分 则定慧平等 动而鸣 则振作而制造不昏 雷电荷而张 则说莫护资 雷如说法 殿如入定放光也 二五皆柔 故柔得忠 即忠道妙定也 上行者 正有奋发之相 离有立天之相 虽不荡位者 六五以英居阳 如未入菩萨正位之相 然观行中定慧的所 故于所发之境 善用不思一观以智之也 相曰 雷电是科 先妄以明法赤法 明法即所以赤法 如破禁即所以显得也 初九 巨孝灭至 五九 相曰 巨孝灭至 不行也 夫是科者 不论是法佛法 自是是他 皆虚智之于早 不可酿智于身 又虚得刚克柔克之夷 不可重轻师准 今初九在卦之下 其过未深 以阳居阳 又得其震 故但如巨孝灭至 即能成恶不行而无就也 灭至 未孝眼其指 六二 世夫灭鼻 五九 相曰 世夫灭鼻 成刚也 阴柔中正 其过一改 故如世夫 下沉出九之刚 故如灭鼻 灭鼻 未敷眼其鼻 六三 世辣肉 欲独 小令 五九 相曰 欲独 未不荡也 在下之上 过见身矣 以阴居阳 又有协会 如独 令可知也 然当世科之时 绝不置于户中 故得五九 九四 世前子 的经史 立坚真 即 相曰 立坚真即 未光也 田猎射寿 使风入骨而未拔出 今世甘子时 方乃得知 亦可未已 此欲击过已久也 然刚而不过 然刚而不过 必能自克 故立于坚真则即 六五 世前肉 得黄金 真力 五九 相曰 相曰 真力五九 得荡也 柔虽如肉 而过程已久 如肉已前已 赖有忠 赖有忠德可贵 如得黄金 首次忠德之真 精精涕立 数可负于无过耳 上九 何孝灭耳 凶 相曰 何孝灭耳 聪不明也 过厄济淫 不可负酒 如何后加 也灭其耳 盖由聪听不明 不知悔过千善已至此也 观心侍者 初九境界一发 即以正会致之 如灭止耳令其不行 六二净发未深 即以正定致之 所事虽不坚硬 未免打施巴鼻 六三净发见圣 定会又不纯正 未免未尽扰乱 但不至于堕落 九四净发夹杂善恶 定会亦不纯正 纵得小小法力 未正生法 六五净发善境 所得法力亦大 然由未入正位 人虚真力乃得无久 上九净发极深 四有定会 实则不忠不正 反取邪 反取邪士而做圣解 永度无闻之祸也 离下更上 奔 哼 小力有忧往 约世道 则所事济科之后 眼无修文 言无修文 约佛法 则至法二僧之后 增设归约 约观心 则进发观尘之后 定会庄严 凡此皆亨道也 然是法佛法 当此之时 皆不必大有作为 但须小家整齿而已 断约 奔 亨 柔来而闻刚 故亨 分刚上而闻柔 故小力有忧往 天文也 文明已至 人文也 关乎天文已查十遍 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 奔则必亨 以其下挂本前 而六二以柔来闻之 则是直有其闻 亦是会有其定 故亨也 上挂本坤 而上九分刚已闻之 则是闻有其直 亦是定有其会 故小力有忧往也 文直互资 定会相继 信德固然 非属强设 名为天文 体其有定之会 既而常照 为文明 体其有会之定 照而常计 为止 是为已修和信 名为人文 信德则聚造十戒 故观之可查十遍 修德则十戒全归以兴 故观之可化成天下 相曰 山下有获 奔 君子以明树震 无敢折欲 奔非折欲之时也 树震苟明 则可以是明无诵义 佛法侍者 山下有获 外指内明 故于三千性向之树震 依依明之 了知一切法震一切法邪 终不妄于其中判断一是亦非 而身取舍情剑 如无敢折欲也 出旧 奔其旨 舍车而图 相曰 舍车而图 一幅尘也 挂虽以刚柔相闻 的名为奔 而实非有势于搅势也 顾六遥皆取本色自奔 而终极于约奔 正由失所谓素以为炫 盖天下之真色 顾莫有胜于白者 今初九报得隐居 晚时以荡肉 安部以当车 乃亦亦自奔者也 六儿 奔其虚 项曰 奔其虚 遇上心也 柔顺中正 虚心以取一乎上下之嫌 乃亦师有自奔者也 九三 奔如如如 永珍疾 项曰 永珍之疾 终末之灵也 刚正而居民体之上 足以润及于六二六四 而使之同位圣贤 乃亦师道自奔者也 六四 奔如婆如 白马汉如 匪寇昏狗 项曰 六四 当位一夜 匪寇昏狗 中无有夜 柔而得正 知白奔知可贵 故求贤无厌倦心 净则轻呼九三 辅则应呼出九 仰则宗呼上九 无亦非我名师良有 及六二六五 亦皆我同得相辅之棚 渐贤私其 渐不贤而自省 安幼寇栽 盖由居上挂之下 则是上而门下 不敢自信自专 乃亦虚心自奔者也 六五 奔于秋圆 数伯尖尖 令 终极 项曰 六五之极 游喜也 柔中而有阳刚之志 能知道德之乐 而不以示位自交 是天位之尊与秋圆等 如大雨之飞饮食 二一福 卑公事 为数伯尖尖令习之相 实则无无见然而终极 盖以圣得自奔者也 上九 百奔 五九 相曰 百奔五九 尚得至也 以刚居更止之极 又在挂中 而居因为 则非过刚 年密高 得弥少 纯净无私 如五公之圣得至善以自奔者也 佛法侍者 初九以施自奔 六二以戒自奔 九三以忍自奔 六四以敬自奔 六五以定自奔 上九以慧自奔 又初九位礼奔 不以信得烂修得顾 六二未明子奔 从此发心向上 九三未观行奔 不可赞望顾 六四未相似奔 不住法爱顾 六五未分正奔 于三地不漏施顾 上九未就近奔 赋予本性 无欠侠顾 坤下更上 包 不利有忧往 断曰 包 包也 柔辩刚也 不利有忧往 小人长也 顺而指之 官向也君子上消息营虚 天行也 约世道 则眼五修文之后 人情迟乐 国家元气必从此包 约佛法 则归约凡心之后 真修必从此包 约观心有二意 一约得鞭 则定会庄严之后 皮肤脱尽 真实独存 明知为包 一约诗鞭 则世间相似定会 能发世间便才文采 而于真修之要反受包已 约得别是意图 精且约诗而论 则世出世法皆不利有忧往 所谓不利有忧往者 非为坐听其包 正是挽回之妙用也 往必受包 不往 则顺而止之 所以挽回其消息 盈虚之术 而何于天行也 相曰 山腹于地 包 上以后下安宅 山腹于地 所谓的呼丘明而为天子也 百姓族均属于不足 故后下乃可安宅 此就包之妙策也 观心侍者 向上侍 须从脚跟下汇取 正是此意 六摇曰是道 则朝野无非阴柔小人 唯一君子高居城外 曰佛化 则在家出家 皆以名利相迷 唯一圣贤远在兰若 曰观心 则修善断尽 唯一信善从来不断 初六 包床已足 灭真凶 向曰 包床已足 已灭下也 床者所以欺身 包床则身魔所欺已 出在罪下 故如包足 于是法为恶明 于佛法为恶加兰明 于观心为包损戒足也 别曰的者 是包去似恶去因 然设无四恶去 则大悲魔所愿尽 故戒以灭真凶 六二 包床已变 灭真凶 向曰 包床已变 未有余也 于是法为恶成 于佛法为恶谈乐 于观心为包损禅定 无定 则散乱不能便利 故未有余 别曰的者 是包去人天散善 然设无人天散善 则无以设化众生 故意借以灭真凶 六三 包之无久 向曰 包之无久 施上下也 于是法 为混击小人之君子 于佛法 为有正见之外户 于观心 为包损智慧 包慧则不着余慧 故能应败至功 坐断两头而施上下 又别曰的者 是包去色无色借位禅暗定 故得无久 六四 包床已散 胸 向曰 包床已散 切尽灾业 下挂如床 上挂如身 金包即身散 不可就已 于是法为二载夫 于佛法为二比丘 于观心为包无一切因果 别曰的者 是包去二 甚入真法门 然设无真谛 则无以出生死而不染世间过患 故戒以切尽于灾 所谓好理有差 天地玄格也 六五 冠于 以工人宠 无不利 相曰 以工人宠 中无有也 于是法 为柔君已在君位 又居阳而得忠 能师世上酒高贤 挽回天下之乱 如文王之师履上 于佛法 为福德比丘做丛领主 帅众生以施事圣贤 于观心 为吉修恶以达信恶 信恶融通 任运设的佛的信善功德 故无不利 又别约的者 从空入甲 包二边以规中道 故须达中道统一切法 如冠于以工人宠 使法法皆沉磨喝眼道 则无不利 上酒 硕果不实 君子的余 小人包炉 像曰 君子的余 名所宰也 小人包炉 终不可用也 于是法为世外高贤 如履上姬子之类 于佛法为初世高流 人间福田 于观心为信善终不可包 故如硕果不实 君子勿之已成道 小人是之而生烂圣之慢者也 别约的者 亦止信德从来不变不坏 能勿信德 则当下满足一切佛法 故君子的余 直信费修 则堕落恶去 故小人包炉 正下坤上 父 亨 出入无疾 蓬来无久 反复祈祷 七日来父 立有幽望 曰世道 则摔包之后 必有民主忠心而为父 曰佛化 则轮替之后 必有圣贤应献 从正做之而为父 曰观心又二义 义者 乘上挂曰施言之 包而必父 如平淡之气 好物与人相近 又如调达的无根性也 二者 二者乘上挂曰的言之 包是当一切情直 父是立一切法体也 若依第三观 则从甲入空明包 从空入甲明腹 若依心三观 则以修稳性明包 称性垂化明腹 父则必亨 阳刚之德为主 故出入可以无极 以善化恶 故彭来可以无久 一父便当始至永父 故反复祈祷 至于七日之久 则有始有终 可以自立立他而有幽往也 断曰 父亨 刚返 动而以顺行 誓已出入无极 彭来无久 反复祈祷 七日来复 天行也 力有幽往 刚长也 复其见天的知心呼 观心侍者 佛姓名为天地知心 虽产题中不能断 但被恶所复而不能自见而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以念菩提心 能动无边生死大海 父之所以的亨者 以刚得称性而发 遂有逆反生死之事故也 此菩提心一动 则是顺修 依此行去 则出入皆无极 彭来皆无就已 然必反复其道七日来 父者 体天行之见而为自强不习之功当如是也 冲此依念菩提之心 则便利有幽往 以刚虽至为 而增长之事已自不可欲也 故从此可以见无本具之佛性已 又出位从空出甲 入位从甲入空 即顺中到法性 则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而能游戏于生死涅槃 故无疾也 彭为久戒性相 开久戒之性相 贤臣佛戒性相 故无旧也 相曰 雷在地中 父 先妄已至日闭关 商吕不行 后不审方 阳词胡曰 顺语时有一月朔寻寿 但于冬至日则不行而 观心侍者 父虽有刚常之事 而利有幽往 一二七八八一 二七八九 然必竟已养其机 故观行及佛之先妄 既大悟藏性之至日 必观必六根 拖年内福 暂止六度万行商旅之事 但观现前一念之心 而未可便利应介入等诸境以审观也 初九 不愿父 无指挥 缘吉 相曰 不愿之父 以修身也 此如炎子 约佛法者 正会寥寥 顿见佛性 顿具诸行 所以缘吉 如缘教出著 又约六度 吉事班若正道 六二 修复 吉 吉 相曰 修复之吉 以下人也 此如曾子 曰佛法者 正定得中 凌真净盛 如缘教实性 又约六度 吉事正定与会相连 六三 平复 力 无九 相曰 平复之力 亦无就也 此如子录 约佛法者 有定有会 而不中正 故须先空赐甲后中 名为平 父亲劳修正而得无就 又约六度 吉事精进勤策相续 六四 忠行都父 相曰 忠行都父 以从道也 此如瞿博欲 约佛法者 正定而语出应 如通教立根皆入于缘 又约六度 吉事忍辱 由于出应 则申法二人 便成第一一人 六五 敦赴 吴辉 相曰 敦赴吴辉 终以自考也 此如周轩 汉文 宋人 约佛法者 定会调云 一切得中 但与阳 但与阳太远 故必断获正真之后 四开险而会入原位 如藏通二圣 又约六度 即是持戒 虽远于出 但自考三叶无师 自然合理而得无悔 尚六 迷腹 凶 有灾审 用行师 忠又大败 以其国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 相曰 迷腹之凶 返君道也 此如王安时方笑如等 身经返故 名为迷腹 非昏迷不腹之位 曰佛法者 不忠不正 世世间小定小会以为己则 因腹沉迷 故不为凶 且有灾审 若以此设化教人 必大败法门 损如来之正法 至于十年而福克征 以其似佛法而实非佛法 返于原顿大臣之君道 如今是高谈原顿向上者是也 又约六度 即是不失 而远于智慧 者向 者过报 其慢 其爱 亦能其见 故虽是善因 反昭恶果 良由不达佛法之君道 故而 正下前上 无妄 缘亨力真 其匪正有神 不利有忧妄 曰世道 则忠心之志 何于天道而无妄 曰佛法 则忠心之化 同于正法而无妄 曰观心 则负其本性 真穷 真穷或尽而无妄 皆原亨而立于正者也 然是出世法 自立立他 皆虚身自省茶 不可加一面之邪 不可有一言一行之神 唐内匪正而外有神 则绝不可行以 圣人持门之界如此 断曰 无妄 刚自外来 而为主于内 动而见 刚中而应 大亨以正 天之命也 其匪正有神 不利有忧妄 无妄之妄 何之以 天命不佑 行以灾 正之初遥 全揽甘得未体 故曰自外来为主于内也 信德虽人人本具 然在迷情 反畏分外 经从信其修 了知信德是我故有 故名为主于内 夫记称信其修 必须事事随顺法性 唐三叶未纯 纵有妙物 不可自立立他 既不合于信德 则十方诸佛不互念之 安能有所行哉 相约 天下雷行 物与无妄 先妄以貌对时 欲万物 佛法侍者 狮子奋训 三世异物 明貌对时 翻翻种收托 使三草二目任运增长而归一时 明欲万物 初九 无妄妄疾 相约 无妄之妄 得至也 拽云无妄之妄何之矣 乃至匪正有神 初于无妄而妄于妄也 此云无妄妄疾 乃依此真诚无妄而妄应一切事也 所以得至而及 六二 不跟或 不资奢 择利有幽妄 相约 不跟或 未妇也 天一岁约资 三岁约奢 是未有不跟而获 不资而奢者 夫不跟不资 此觉无妄于或奢者也 然能或能奢 此何以智之乎 孔子云 隐居以求其智 行义以达其道 有云 根也哪在其中矣 学也录在其中矣 六二以阴柔中正 上映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唯以求智达到卫星 而毫不以富贵利路未念 乃利有幽妄而不便其赛耳 六三 无妄之灾 或系之牛 行人之德 义人之灾 相约 行人的牛 义人灾也 不忠不振 居振之上 此之无妄之礼而成灾者也 夫行人的牛 何乃之礼而求偿于一人 其非或即无辜者乎 无有清曰 无妄之善有三 刚也 当位也 无应也 刚者 实也 当位者 正也 无应者 无私类也 诸遥或有其三 或有其二 或有其一 初九三皆全 其最善也 九五九四有其二 九五刚而中正 九四刚而无应 是其次也 六二上九有其一 六二中正 上九刚十 是有其次也 唯六三于三者 嫌无焉 而义得未无妄 何也 下彼中正之六二 上彼刚十无私之九四 譬如有人 在己虽无一善 而上有言诗 下有良有 清净切磨 加持熏染 亦不至于为恶 上六三之所以 义得未无妄也 陈明昭曰 是故有忠诚孝子 欲不得已知时事 竟貌不忠不孝之名 而万古不能自白者 因灾而习其欲自成白之妄心 是未无妄之灾 如细牛于意 而行人得之 必行人绝不可查考 而义人绝无以自白 唯有吞声忍气 赔偿其牛而已 忠诚孝子之盟愿者亦付如是 九四 可真 无久 相曰 可真无久 故有之也 以阳居因 不好刚已自认 盖其得性然也 九五 无妄之极 勿要有喜 相曰 无妄之要 不可视也 刚见忠正 此无妄之智者也 夫立身于无过之地者 未免责人太过 所谓 只要反乘并以 故勿要而有喜 盖以己律人 则天下俗能从之 上九 无妄 行有神 无忧力 相曰 无妄之行 穷之灾也 以阳居因 虽非过刚 而居无妄之极 则是守长而不知便通者也 既无善权方便 其何以行之灾 佛法侍者 六摇皆悟无妄之理而未修正者也 出九正会之境 故献身刻果而得志 六二正定至习 故须于禅法不取不正 则可以借路还家 六三不忠不正 虽有小小定会能开世人 令其得到的果 如行人的牛 而自己反成简损 九至凡地 如一人之灾 九四会而有定 自立有余 乃是达其性具定会 非是修而后有 九五刚见中正 自立以缘 为众生故 视线并行 其更需对质之药 即出心修观亦附如是 一切第二 一切境界无非性 最二三不菲 一切境界无非信徒 體藏即德 无可对至也 尚九不忠不正 그래서 是信德 而不视修德 宫行托 全Q 早日之余 一切平之后 阿川,处,蓄姬也,蓄姬其无妄之道以养育天下者也。 曰世道,则忠心之主,赋予无妄之道。 而后续国家元气,曰佛化,则四一大事,赋其正法之统。 而生养法门龙相,曰观心,则从迷的物,赋予无妄之性。 而广基菩提资良,皆所谓大处也,事出事法,弘化尽修。 皆必以正为力,以物我同养为功,以力尽炼心为药,故不加十吉。 而力射大川也,断曰,大处,刚见赌石灰光,日兴其德。 刚上而上贤,能止贤,大阵也,不加十吉。 仰贤也,力射大川,应乎天也。 甘之刚见,更之赌石,皆有灰光之一焉。 以此日兴其德,则蓄姬深厚广大。 顾名大处,然所谓力真不加十吉利射大川者。 非是性外别力修德,乃称性所起之修。 全修在性者也,事观甘德之刚。 上行居卦之中。 而六五能尊上之。 且挂体外止内见。 岂非本性大正之道乎。 六五以柔中之德。 上则养贤师以封天下。 下则养贤师以楚国用。 岂非不加十吉之正道乎。 且以柔中之德。 应久二天德之刚。 刚柔相继。 何远不通。 岂非力设大川之正道乎。 项曰。 天在山中。 大处。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处其德。 一山之中具有天之全体。 以念心中具设十世古经。 揽五十八教之前言。 该六度万德之往行。 以成我自心之德。 以此自处。 即以此处天下矣。 无有清曰。 十。 未济之于心。 得待于前言往行。 由天之待于山也。 以外之所闻所见。 而涵养其中至大之德。 由山在外。 而藏处至大之天于中也。 前言往行。 向山中宝藏之多。 得向天之大。 出旧。 有利。 利己。 向曰。 有利利己。 不犯灾业。 六窑皆具刚建堵石灰光之意。 而自新新名者也出九阳刚在下。 正以隐居求智。 故有替利之功。 而先利自己。 己利继承。 任运可以利人。 若即公下事未办。 而先欲渡人。 则犯灾矣。 九二。 于说父。 向曰。 于说父。 中无有也。 刚而得中。 专修定会。 四无异于得实行道者。 然自利正事利他之本。 故中无有。 九三。 两马竹。 利坚真。 约贤于尾。 利有幽望。 向曰。 利有幽望。 上何至也。 刚而得正。 居前之上。 不患不能度深也。 患其欲速喜静。 施于防贤耳。 故必利于奸真。 贤其于尾。 乃利幽望。 亦以上有六四之良有。 六五之贤君。 上九之明师。 与之何至。 必能互相谨利。 故可往也。 六四。 同牛之故。 元吉。 项曰。 六四元吉。 游喜也。 柔而得正。 下则映出九刚正之良有。 清九三刚正之未有。 上则静六五柔中之圣君。 过端未行。 而前肖默化。 如同牛未剿。 先师已故。 更无抵触之患。 以此自养。 以此为天下事。 大善而及。 悦而且乐者已。 六五。 分始之涯。 及。 项曰。 六五之吉。 有庆也。 分。 戒也。 戒则不报。 而亚人间利也。 柔得中卫。 尊上贤而应下钱。 信德既无偏颇。 所养又富周族。 自立成就。 可以均临天下。 举天下之善恶重数。 无步入无桃也。 固如焚始之涯。 上酒。 和天之渠。 亨。 相曰。 和天之渠。 到大行也。 以刚柔相继之德。 当圣君师保之刃。 隐居所求之志。 至此大行无庸。 盖不斥行于天取也。 正下更上。 以。 真吉。 观仪。 自求口实。 约世道。 则处得以养天下。 约佛化。 则处得以立群身。 约观心。 则菩提滋良济机。 而常养圣胎也。 自立立他。 皆正则吉。 皆须是从来圣贤之所为仪者何如。 皆须自视其所以为口实者何如。 断约。 以。 真吉。 养正则吉也。 观仪。 观其所养也。 自求口实。 观其自养也。 天地养万物。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以知识大以灾。 养正则吉。 明养而非正。 正而不养。 皆非吉道也。 不观圣贤之所养。 则无以取法思其。 不观自养之口实。 则无以匹修匹美。 且如天地全体太极之德以自养。 极能谱养万物。 圣人养贤俯成极德。 极可以极万民。 谁为养正之外别有利人之方。 顾正自养时。 极权具为欲功能而称大也。 项曰。 山下有雷。 以。 君子以圣言语节饮食。 言语饮食。 皆动之相也。 圣之节之。 不失其职也。 故知养正莫善于之职。 出旧。 舍耳灵归。 观我朵疑。 凶。 相曰。 观我朵疑。 亦不足贵也。 阳刚为自养养他之聚。 知止为自养养他之真。 出旧阳刚足以自养。 如灵归福气。 可不求食。 而居动体。 上映六四。 观彼口食。 反味朵疑。 施其贵而胸矣。 此如造尽之君子。 于佛法中。 则如甘惠外凡。 不宜利物。 六二。 颠仪。 福经。 于秋仪。 真凶。 相曰。 六二真凶。 行尸类也。 以上仰下。 乃力之肠。 六二阴柔。 反击出酒之痒。 扶其精矣。 幼居动体。 恐或不肯自安。 将求疑于六五之秋。 五虽与二未应。 然亦阴柔。 不能自养。 何能养人。 真则图的凶耳两。 因无相继之功。 故为师类。 此如无用之雍臣。 于佛法中。 则如实证盲禅。 进退失措。 六三。 福仪。 真凶。 十年勿用。 无忧利。 相曰。 十年勿用。 道大辈也。 因柔不能自养。 又不忠正。 以居动机。 浮于一矣。 虽有上九正印。 何能就知。 忠于无用而已。 此如邪辟之宰官。 于佛法中。 则如六群乱众。 大师鬼犯。 六四。 颠仪。 即。 虎视丹丹。 其欲竹竹。 无九。 相曰。 颠仪之吉。 上师光也。 阴柔的震。 而居子体。 虽无养具。 的养之真者也。 下印出酒。 赖其养以自养养人。 此如修修有荣之大臣。 吉之道也。 初方观我而朵以我随其事之丹丹。 欲之竹竹。 以礼而幽待之。 再出则不足贵。 再我则养贤以吉万民。 可谓上师光矣。 于佛法中。 则如贤良淫世。 善为外护。 六五。 福经。 居真吉。 不可设大川。 相曰。 居真之吉。 顺以从上也。 阴柔无养人之具。 空居君位。 顾名福经。 居旨之中。 顺从上酒。 此意养仙以吉万民。 未得其振者也。 但可处长。 不可处辩。 以守成。 不宜创业而。 此如须己之贤君。 于佛法中。 则如柔和同行。 互相免。 最佑加利。 上酒。 有仪。 利吉。 利涉大川。 项曰。 有仪利吉。 大有庆也。 以阳刚居指吉。 挂之所以位移者此也。 此如望龙之师宝。 可以整记天下者已。 于佛法中。 则如正道教授。 载刃玄纲。 训下对上。 大过。 动脑。 利有幽望。 亨。 约世道。 则贤君已道养天下。 而至平日久。 约佛化。 则四一以道化群身。 而佛法大行。 约观心。 则功夫甚进而将破无名也。 夫至平济久。 则乱皆闭蒙。 所依防为杜剑。 化道济甚。 则有漏一身。 所依成规立举。 功夫济静。 则无名将破。 所依善巧用心也。 断约。 大过。 大者过也。 动脑。 本末若也。 刚过而终。 训而说行。 利有幽望。 乃亨。 大过之时大已哉。 大者既过。 所以必当私患预防。 初上皆弱。 所以刚中。 不宜事事令挠。 刚虽过而得中。 又以迅顺而跃行之所以有有挽回框计之术。 乃得亨也。 拥抱无余意在此时。 圣及呼衰意在此时。 其关系岂不大哉。 相曰。 则灭目。 大过。 君子以独立不拒。 顿世无闷。 则本仰目。 而反面目。 大过之相也。 唯以独立不拒顿世无闷之力持之。 数学有本而仰有素。 可以抵住中流儿。 初六。 即用白毛。 五九。 相曰。 即用白毛。 柔在下也。 释法佛法。 当大过时。 皆以刚柔相继未得。 过刚过柔未施。 经初六以柔居训体之下。 而在阳位。 无功名富贵以泪其心。 唯雍得雍言下学上达以为其物者也。 约佛法者。 定有其会。 兼以戒得经言。 故无九。 九二。 哭扬身体。 老夫得其女妻。 无不利。 相曰。 老夫女妻。 过亦相遇也。 刚而得忠。 又居因位。 阳得阴住。 如枯阳身体老夫女妻之相。 盖过于下贤者也。 约佛法者。 会与定据。 如先见道。 后修是禅。 故无不利。 九三。 动脑。 凶。 相曰。 动脑之凶。 不可以有福也。 过刚不忠。 任其刚毕。 以此自修。 则得必败。 以此致事。 则乱必生。 故动脑而凶。 约佛法者。 纯用协会。 故不可有福。 九四。 动脑。 急。 有他令。 相曰。 动脑之急。 不挠呼下也。 刚而不过。 足以自立立人。 但居悦体。 恐其好大喜功而不安守。 故借以有他责令。 约佛法者。 亦是会与定据。 但恐夹杂名利之心。 则自立立他未必就尽。 故借以有宅责令。 九五。 哭扬升华。 老父得其是夫。 无酒无欲。 相曰。 哭扬升华。 何可酒也。 老父是夫。 亦可丑也。 虽云阳刚中正。 然在大过之时。 则是是其聪明才智者也。 想成平之乐。 不知明是艰难。 且不知下用显成。 唯与上六应柔无用之老臣相得。 何能久灾。 约佛法者。 会历太过。 无禅定以持之。 何能发生圣果。 上六。 过射灭顶。 凶。 无酒。 相曰。 过射之凶。 不可就也。 居过疾之地。 唯有柔正之德。 而无济难之才。 故不免于凶。 而是非其就也。 曰佛法者。 镇定无会。 中未顶垛。 砍下砍上。 西砍。 有福。 唯心亨。 行友上。 约世道。 则太平久而放一身。 放一身而患难见智。 约佛法。 则从化多而有漏起。 有漏起而磨事必做。 约观心。 则会立圣而肃习动。 肃习动而进发必强。 皆惜砍之相也。 然是出世法。 不患有重踏之险难。 但患无出险之良途。 成能如此挂之中时有福。 深信一切境界皆为心所限。 则恨而行友上矣。 又何险之不可记哉。 断约。 细砍。 重险也。 水流而不淫。 行险而不失其信。 为心亨。 乃义刚中也。 行友上。 往有功也。 天险不可申也。 得险山川丘陵也。 王宫涉险已守其国 险之时用大以灾 善观心者 美极赛已成通 夫妻砍虽云众险 燃流而不淫朝不失险 何非无人修道之要术 所贵身性为心之亨 犹如砍挂之纲中一般 则以此而往 必有公义 且显之名虽似不美 而显之意时未尝不美 天不可生 天非显乎 山穿丘陵 得不显乎 陈池之显已守其国 王宫何尝不用显乎 为在无人善用显 而不为显所用 则以此致逝 以此出逝以此关心 无不可以 相曰 水渐至 习侃 君子已常得行 习教士 常得行 积学而不厌也 习教士 积会人不倦也 习侃之相 乃万古圣贤心法 习显之可谓哉 此政和台宗善时通赛 集赛成通之法 义是巧用性恶法门 初六 习侃 入于侃淡 凶 相曰 习侃入侃 师到凶也 在显之时 不论自立立他 为贵有福而定会相继 经初六 以应居下 毫无福幸之德 乃密梅于恶习而不能自出者也 九二 看又显 求晓得 相曰 求晓得 未出中业 刚中有福 但居下挂 则素席上身 未能顿达圣境 尽可晓得而已 六三 来之砍砍 险切证 入于砍淡 勿用 相曰 来之砍砍 中无功也 不忠不正 柔而至刚 自未出显 不知浅显之震来 此如邪见增上慢人 故中无功 六四 遵久贵而 用否 纳曰自有 中无久 相曰 遵久贵而 刚柔记 也 柔而得正 与九五之中 正刚得相遇 所谓应定发会 正出显之妙道也 正观如久 住道如归 陈朴如否 方便道如有 从此可发真而无就已 九五 砍不赢 砍不赢 只记平 五九 相曰 砍不赢 中卫大也 阳刚中正 已得出世真会现前 如砍之不赢 而风田浪静也 但出破无名 愚获未尽 故中卫大 此免其诉去及甚而已 上六 细用挥墨 至于从即 三岁不得 凶 相曰 上六师道 凶三岁也 应居险即 有定无会 如凡外吃定 即至飞响 中不托三界细腹 而见取即身 犹如至于从即 永不得免离也 离下离上 离 立真亨 处聘牛吉 火性无我 立腹草木而后可见 故名为离 曰世道 则众显之时 必立正法以遇事 曰佛法 则磨扰之时 必立正教以除邪 曰观心 则进发之时 必立正观以消音 故皆立真则亨也 聘牛柔顺而多立 又能生玉独子 玉正定能生妙慧 断曰 离 立也 日月立呼天 百古草木立呼土 众名以立呼阵 乃化成天下 柔立呼中阵 故亨 是以处聘牛吉也 如日月必立天 如百古草木必立土 无人众名智慧 亦必立呼信德之阵 则自立即成 便可以化天下以 夫智慧光明 必依离定而发 离定又依理性而成 经六五六二 立呼中阵之位 故有亨道 如聘牛能生智慧 独子而及也 无有清曰 上挂位重名 下挂三瑶皆立呼阵 相曰 明两座离 大人以祭明赵于四方 明而又明 相续不息 自祭克明其德 便足以赵四方以 出旧 吕错然 敬之 无旧 相曰 吕错之敬 以辟旧也 用官之使 虽有正慧 而行屡未纯 故常若错然之相 唯兢兢业也 不敢自安 则得日敬而喜日除 可辟旧已 其四旧之身而后除灾 六二 黄黎 元吉 相曰 黄黎元吉 得忠道也 忠正妙定 称姓所成 以此照一切法 使一切法皆成忠道 乃绝呆元荣之妙之也 九三 日则之离 不古否儿歌 则大迭之皆 悲欢乱乱其中取 甘惠不能自持 其退师也必已 九四 突如其来如 焚如 焚如 死如 弃如 相曰 突如其来如 无魔所容也 虽似有惠有定 而时不忠不正 不能调试道品 故时或精进 则失于太素 而突如其来如 时或懈怠 则智诸网绝 而焚如死如气如也 夫敬锐者退必宿 其来寄突 则觉莫所容已 誘惑似于焚死气 而后知其非善终之道哉 六五 初替陀若 其皆若 即 相曰 六五之吉 黎王公也 得忠之定 能发实惠 尽得故无疑疑 然遥顺其有病诛 文王望到未见 博欲寡过未能 孔子圣人其感 从来圣贤之学皆如事也 尚久 王用出真 有家者手 获费其仇 无久 相曰 王用出真 以正邦也 刚而不过 又居名吉 自立已成 化他有数 人自归木而折手 非有丑恶而须法也 深圳则邦正 邦正 则六何归心 仲义奉命以 誓之为王用出真 其义奋武扬威为出真灾 周一禅解卷第四 周一禅解卷第五 北天目到人偶义秩序者 下经之一 上经史乾坤而中坎离 乃天地日月之相 又继照定慧之德也 誓曰信德之始终 下经史贤恒而中继继未继 乃感应穷通之相 又继教相扣 三世异物之相也 誓曰修德之始终 又上经史于乾坤之信德 忠于坎离之修德 为自行因果具足 下经史于贤恒之积教 忠于记记为记之无穷 为化他能所具足 此二篇之大之也 更下对上 贤 亨 力真 取女吉 更得甘之上摇而为少男 如初心有定之慧 慧不失定者也 对得坤之上摇而为少女 如初心有慧之定 定不失慧者也 互为能所 互为感应 顾名为贤 约是道 则上下之相交 约佛法 则众身诸佛之相扣 约观心 则静智之相发 夫又感应 必有所通 但感之与应皆必以正 如是之取女 必以其理 则正而己以 断约 闲 闲 感也 柔上而刚下 二气感应以相语 指而说 男下女 是以亨利争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万物化身 圣人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 观其所感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以 闲何以为感灾 下挂昆体之柔 上于六而成对 上挂肝体之刚 下于三而成更 乃天地之二气感应以相语也 又更指而对说 以男而下女 四感应之正 所以吉也 曰佛法者 更未深 对未佛 众生感佛祭专 则佛说法应之 曰观心者 更未观 对未净 观至严禁祭专 则禁地开发而得悦以 誓出誓法 皆以感而成事 故可以见天的万物之情 相曰 山上有则 贤 君子已须受人 慢如高山 法水不停 金山上有则 岂非以其须而能受灾 初六 贤其母 相曰 贤其母 智在外也 贤虽感而遂通 须不为其 既然不动之体 又须善时 十位之仪 躺应感而遥其主宰 则反师能应之本仪 大概感应之道 互为能锁 然下三窑寄居指体 且在下位 故皆不遗忘应于他 上三窑寄居月体 且在上位 故皆宜善应于悟 今初六以应居下 而为九四所感 未免脚指先动 夫用行舍藏缘无定局 施指则指 施行则行 行得其当则吉 不得其当则凶 故未可判定是非 即所谓智在外者一字不同 若智在天下 不顾身家 则吉 若智在利明 不顾心性 则可休矣 六二 贤其肥 凶 狙疾 项曰 虽凶狙疾 顺不害也 因柔中正 而为九五所感 躺躁望欲净则凶 唯安居自首则吉 盖安居自首 乃顺忽柔中之道而不害也 九三 先其股 知其随 妄令 相曰 先其股 亦不处也 智在随人 所知下也 以刚正居指及 而为上六所感 未免及及以利身为物 不知欲利他者 先须自立陈旧 若已被顺境所迁 则顿师身平所养 一刻休也 九四 真吉 毁王 冲冲往来 彭从而思 相曰 真吉毁王 未敢害也 冲冲往来 未光大也 刚而不过 定会其平 的感应之正道 顾及而毁王 见其己心他心 互寒互舍 有冲冲往来之相 既以欣慰感应之本 则凡有血气莫不尊卿 有彭从而思之相 为其的感应之正 虽终日感而不为其 既然不动之体 顾未敢害也 为其物一心之往来 虽知本自合思合律 而还需精益入神以致用 利用安身以崇德 穷神之化以身造于不可知之欲 顾未肯具已现前所正为光大也 九五 显其眉 无灰 相曰 显其眉 至末也 阳刚中正而居悦体 如更其背不惑其身 行其亭不见其人之相 乃允何于既然不动敢而遂通之妙 顾得毫无过失可悔 而善始善终 正于究竟 名为至末 末 由中也 上流 先其辅夹夹舌 项曰 先其辅夹夹舌 藤口说也 柔而得正为 内依只得 外宣四辩 为先其辅夹夹舌之相 说法无尽 惠 会人不倦 顾曰 顾曰疼口说也 恶 愤 恒 无久 甚至 力有幽 富感应之� fact 王 不可一喜有差 而感应之理 则更古不变者也 依常然之理而未感应 故则山的名为贤 依斗鸡之妙而论常理 故雷锋的名为恒 则山名贤 则常即无常 雷锋名恒 则无常即常 又贤是则山 则无常本常 恒是雷锋 则常本无常 二鸟双游之欲 于此亦可物已 礼计有常 常则必亨 亦必无久 但常非一定死之常 须知有体有用 体则非常非无常 用则双照常与无常 物非常非无常之体 名为力真 岂能常能无常之用 名利有幽网也 断曰 恒 久也 刚上而柔下 雷锋相遇 迅而动 刚柔相应恒 恒恒无就力真 久于其道也 天地之道 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幽网 中则有时也 日月的天而门久兆 四时变化而门久成 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观其所恒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已 恒何以明久 以其道之可久也 正体本昏 则刚上而主之 讯体本前 则柔下而主之 此刚柔相继之常道也 雷以动之 风以鼓之 此造物生成之常道也 讯于其内 动于其外 此人是物理之常道也 刚柔相应 此安利对待之常道也 久于其道 吉明为真 便可哼而无就 天地之道 亦若是而已 始继必忠 忠义必始 始终相待固非常 始终相续固非断 非断非常 故常与无常二义俱成 天地则有成住坏空 日月则有昼夜出末 四时则有成除代谢 圣道则有始终体用 皆常与无常二义双存 而体则非常非无常 强明为恒者也 相曰 雷风恒 君子以利不亦方 方者 制定而制变 制变而制定者也 东看则兮 南观成北 不亦变乎 南绝非北 东绝非兮 不亦定乎 利不亦方 亦利于制变制定 制定制变之道而已 初六 俊恒 真凶 无忧力 相曰 俊恒之凶 始求生也 夫居贤者 美患无主境之操持 而居恒者 美患无变通之学问 经初六已应居下 知死守而不知变通 求知越深 越施亨真有枉之力 故兄 久二 毁王 相曰 久二毁王 能久中也 以刚居柔 且在中位 不偏不已 无事无默 乃久于忠道 非固执不通之痕 故会王也 九三 不恒其得 或臣之修 真令 相曰 不恒其得 摩索荣也 过刚不忠 以应上六 未免已久而不肯久 正与初六相反 然过犹不及 且阳刚而返不衡 有可修以 张胜甫书曰 三之不恒 借口袁荣便通 而失之者也 九四 田无情 相曰 久非其位 安得情也 四位镇主 恒于动者也 动非可久之位 安能得情 盖境方能有祸而 六五 恒其得真 妇人即 夫子兄 相曰 妇人真即 从义而终也 夫子至义 从妇兄也 柔中而应久二之贤 四的恒之正者 然大君载化岛之权 乃绝无便通何辟之用 不己为妇道乎 上六 正恒 胸 相曰 正恒在上 大无功也 应居动己 至大而才小 为尊而得薄 且下应九三不恒之有 其何以寄天下哉 王安时方孝如四肢 更下前上 顿 恨 小利贞 夫世间之道 九则必辩而后通 净则必退而后九 此挂刚而能止 事不以敬为敬 而正已退为敬者也 顾恨 顾恨 然说已退自 便有似于自立之小道 以 若冲此小道 不己施力人达人之鸿归乎 顾借以小利贞 言虽是同小道 而中立于大人之真也 断约 顿 恨 顿而恨也 刚当位而应 与实行也 小利贞 静而长也 顿之时亦大已灾 耻祸上驱而后生 龙蛇一折而后震 君子之学 欲自立立他者 岂不以顿而得恨灾 且九五刚当其位 以应六二之弦 乃与实邪行之道 所以亨也 所言小利贞者 律其阴柔自首之志 渐渐静而长也 夫善顿者 则退正所以未尽 不善顿者 则退静终于不静矣 所关故不大灾 项曰 天下有山 顿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言 外见内置 未尝有益于远小人 而小人自不能寐也 以小人为用 顾不恶 小不能善权 顾而言 约圣学者 天君为主 百孩听命 耳目口腹之欲不能为乱也 初六 顿尾力 勿用有忧往 项曰 顿尾之力 不枉何栽也 处顿之时 须随其得位已为进退 方不施亨真之道 今出六 因柔居下 财未俱悲 唯顾守未夷 不可望往已取栽也 此如乐 正求目重 六 而 直之用黄牛之格 莫之甚说 项曰 直用黄牛 顾至也 柔顺中正 非荣明利路之所能迁 上映九五刚见中正之君以行其制 国有道 不辨赛焉 顾向已直用黄牛之格 此如一影 九三 细顿 有吉利处臣妾吉 项曰 细顿之力 有吉备也 处臣妾吉 不可大事也 刚而得正 可以有位 而居止吉 则未免未顿之一字所系 此觉人妄事之道 君子之吉也 然虽不能大有所为 亦须利免其精神以处臣妾责吉 所谓不能治国 亦且其家已为天下封可也 仗人献二子于子禄 亦是此意 但无缘天下之大手段而 九四 郝顿 君子吉 小人否 项曰 君子郝顿 小人否也 以刚居柔 上辅九五 下印出六 成天子之德 辅天下之名 修修有荣 君子之吉道 非小人所能学也 非小人所能学也 此如未无功 否本应 九五 加顿 真吉 相曰 加顿真吉 以正至也 当此顿时 当此顿时 虽有英明神无作略 不自漏其才华 顿之佳美 真而且吉 这也 此如汤王 上九 非顿 无不利 相曰 非顿无不利 摸索一也 刚而不过 尊居施宝之位 望龙于天下 而不自乏其德 故为肥顿而无不利 此如太公 甘下正上 大壮 力真 夫退养之功悦密 则精神道德义壮 然大者计壮 不患不能致用 特患是财德而望动而 力真之解 身为持盈处满者设也 断曰 大壮 大者壮也 刚一动 故壮 大壮力真 大者正也 正大 而天地之情可见以 夫人一体之中 有大者 有小者 从其大体位大人 从其小体位小人 经验大壮 乃是大者壮也 刚则非情欲所能挠 动则非就习所能有 所以壮也 严厉真者 以大者本字正也 不正何以称大 故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以 曰佛法者 天地即表理智 亦表定会 相曰 雷在天上 大壮 君子以非礼福吕 非礼福吕 正佛法中所谓悲体戒雷正也 初九 壮于止 真凶有福 相曰 壮于止 其福穷也 虽云大者壁正 须知正者乃大 若是其大已为正 正便成邪 是其壮已为大 大壁不久 是其正已为壮 壮壁有衰 红犯所以有高明柔克之讯 正为此而 经初九过纲不忠 顾网则必凶 以其自信自恃 乃必穷之道也 九二 真吉 相曰 九二真吉 以中也 阳居因为 刚而不过 又得其中 得中吉的正义 九三 小人 小人用壮 君子用网 真利 滴滴家事 杨处翻 雷起脚 相曰 小人用壮 君子网也 虽本君子 但好刚认壮 未免同于 任人家认 金阁倒白 任报虎平和之小人 士族取困而已 何能决私事之藩灾 若真是君子 则是虽壮胜 而不自事 欠然四网也已 九四 真吉毁亡 翻绝不雷 壮于大于之父 相曰 翻绝不雷 尚网也 阳居因为 以柔济刚 的大壮之真者 所以薛平祸乱而不损其神 以此运在天下 无往而不得也 六五 丧阳于义 无悔 相曰 丧阳于义 未不当也 柔而得忠 故觉无刚壮喜处之态而无悔也 未不当 有所谓有天下而不语 上六 滴滴家事 阳处翻 不能退 不能碎 无忧力 奸则急 相曰 不能退 不能碎 不想也 难则急 就不长也 只为俱柔 但有壮明 而无壮义 故无忧力 然善用柔者 正不必目大壮之虚名 为坚守其柔克之道 择柔能胜刚 反得及已 此劝其不能碎 则需退也 昆下离上 静 康侯用西马藩树 咒日三阶 大壮而能争 则可敬于自立立他之寓意 当此平康之事 贤侯得宠于圣君 西马藩树 西之后也 咒日三阶 阶之情也 观心侍者 妙观察至位康侯 增长称性功德 未西马藩树 正见法生理体 未咒日三阶 断曰 静 静也 明出地上 顺而立乎大明 柔静而上行 是以康侯用西马藩树 咒日三阶也 明若未出 不明平康之静时 不顺不立 不明静世之贤侯 不柔不静 不得西皆之藩树 盖六五之柔及坤全体 坤与何德 顾静而上行以利之也 观心侍者 根本实至光明 破无名著的而出 顾云明出地上 定语汇聚 至观不耳 顾云顺而立乎大明 无名实性及佛性 无名转 即便未明 顾柔静而上行 是以功德智慧重重增胜也 项曰 明出地上 静 君子以自昭明德 本觉之姓明为明德 始觉之功明之为昭 心外无法明之为自 自昭明德 则心明指至善在其中以 初六 静如催如 珍疾 网浮 欲无久 向曰 静如催如 独行正也 欲无久 未受命也 静之六摇 皆应自昭明德 以心明者也 而时未不同 所养异异 顾及凶悔令分焉 初六以应居扬 定有其会 且居顺体 顾可静而静如 燃在挂下 又与时属未应 非我良朋 则断不宜欲塑 顾有阻而催如 夫静与催皆外静而 何与我 但当守阵则急 纵令一时不足取信 为宽欲以待之 终无就已 言独行正者 自信自肯不求人知之以 言为受命者 由孟子所谓命也 有信燕君子 不谓命也之以 六二 静如愁如 珍疾 受资介福 于其王母 相约 受资介福 以中正也 柔顺中正 自昭明德 长切望到未见之仇 正而且急者也 尚语六五王母和德 昔以本分应得之福 顾明介福 纵令贵及仁臣 非奋外也 六三 众允 毁王 相约 众允之 至上行也 以阴居阳 定有其会 当境之时 而在顺体之上 出六所谓 往复者 欲养至此 众皆允之 而毁王已 隐居以求其志 行义以达其道 故曰至上行也 九四 静如实属 真力 相约 实属真力 为不当也 君子之字昭明得也 外一会儿内一明 故岸然而日章 以九居四 则外刚儿内柔 外明儿内会者也 如实属 能非不能过屋 能怨不能穷目 能游不能镀骨 能血不能衍生 能走不能仙人 不亦为乎 偶义子曰 欲兮出入闽中 见有欲白兔者 人真以百金买之 为己 身欲甚多 其嫁渐渐至亦前许 好事者杀而烹之 臭不可食 遂无人买 薄骨者云 此非白兔 乃时属儿 一 本义剑术 某阴白兔之名 无得居高位 原者盖类此乙 六五 毁王 师的物序 网集 无不利 向曰 师的物序 网友庆也 以六居武 定有其会 又为黎明之主 得忠道而处天位 正所谓自新新名 摩索不用其极者也 虽辅成实属之九四 养成静角之上九 而与昆顺和德 故往皆三应 同臣顺利大明之志 则己无不利 举世皆蒙其福庆以 又何施得之可续栽 上九 敬其脚 唯用法义 立即无久 真令 向曰 唯用法义 道位光也 上九亦外刚而内柔 外明而内会者也 而居敬己 则如受之脚矣 以脚处人则凶 唯用以自制 如乏亦然 则立即而无久 然不能自制于早 至此时而方自制 虽得其正 不义令语 四时五时而无闻焉 思义不足为也已 故曰道位光也 离下昆上 明仪 立坚真 知敬而不知退 则必有伤 仪者 商业 明入地中 奇光不耀 知坚真之为力 乃所谓用慧而明 何于文王姬子之得已 断曰 明入地中 明仪 内文明而外柔顺 以蒙大难 文王已知 立坚真 惠其名也 内南而能正其志 姬子已知 文明柔顺 虽通指一挂之得 义在六二 内南正志 专指六五 坚真会名 则闻王姬子所痛也 关心事者 烦恶恶业 病患模式 上漫邪剑 无非原顿指官所行妙境 向曰 明入地中 明仪 君子已立众 用慧而明 明武子之于不可及 兵法之以义待劳 以静制动 以暗四明 皆明夷之用也 圣学则黯然而日章 出旧 明夷于非 垂其意 君子于行 三日不时 有幽网 主人有言 向曰 君子于行 亦不时也 此如太公伯夷之必咒也 先垂其意 则不露其非之行 即行之素 则三日而不黄时 盖意当远顿 不欲主人之之而有言而 六二 明仪 以于左骨 用证马撞吉 相曰 六二之吉 顺以择也 文明中正之德 当此明夷之时 虽作古业已受伤 有望拯救 唯马撞故吉 而 有礼祭求之后 人律三分天下之二 以服侍应 顺而不无 成万古人成之则也 九三 明夷于难守 得其大守 不可及争 项曰 难受之志 乃大的也 以刚居刚 再离之上 夜静江淡之时也 正与上六岸主未应 如五王伐咒 得其大恶之首 然以惩罚君 事不可及 当持之以真儿 项云难受之志 由孟子所云有 依隐之志 则可无依隐之志 则转也 此亦凛然 六四 入于左腹 或明夷之心 于出门庭 项曰 入于左腹 或心一也 已居昆体 入岸地已 柔而得正 稍远于上 顾有可或明夷之心 而出门庭 如为子暴 即弃以行顿 但出门庭 逊于荒野 非归周夜 六五 姬子之明夷 立真相约 姬子之真 名不可惜也 破尽暗君 深以如意 外柔内刚 居的其中 用慧而明 明照万古 红饭九愁之灯 谁能喜之 上六 不明慧 出灯于天 后入于地 项曰 出灯于天 照四国也 后入于地 施则也 以应居应 处处之急 出称天子 后称独夫者也 盖下五窑皆明 而是慧 故能用慧而明 死则不明而慧 故失则而中入的儿 离下训尚 家人 丽女真 欲救天下之商 莫若返求于家庭 欲振家庭之化 莫若致言于女真 聘机之臣 为家之所 不可以不戒业 佛法侍者 观行被魔士所扰 当念为心 为心为佛法之家 人需以定滋会 以福助治 以修显性 明立女真 断约 家人 女正位呼内 男正位呼外 男女正 天地之大义也 家人有颜君焉 父母之位也 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 夫夫夫妇 而家道正 正家 而天下定义 佛法侍者 禅定持心 则内明法体 智慧了尽 则外师化用 修德之定会凭证 本乎信德之 既照不二也 再英明男女 再果明父母 既正果德 实戒归样 顾明言君 信修不烂 明父父子子 真俗病照 明兄兄弟弟 福慧护姿 明夫夫夫妇 仪世界清净故 十方世界皆惜清净 明正家而天下定义 项曰 风自火出 家人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因风骨 而金粉自火出 由家以德化 而金德从家播也 有物则非无实之言 有恒则非设事之行 所以能行于寡妻 至于兄弟 以欲于家邦儿 佛法亦然 律宜清净 则可以设善设身矣 出旧 贤有家 毁王 相曰 贤有家 智慧便也 以刚正居有家之初 即言有物行有恒以贤之 则可保其中不便矣 佛法侍者 即是增上戒学 六二 无忧碎 在中愧 真吉 相曰 六二之吉 顺以训也 因柔中正 而为内卦之主 故美是不敢自专自碎 为公其中愧之职而已 佛法侍者 即是增上定学 九三 家人萧萧 会立即 父子兮兮 中令 相曰 家人萧萧 为师也 父子兮兮 师家结也 过刚不忠 四师于严厉者 然以至家正道贯之 则为师而人及 躺为其毁力 而从事于兮兮 使四相安 中以师家结而取另矣 佛法侍者 即是增上会学 六四 父家大吉 相曰 父家大吉 顺在位也 因柔的正 未训之主 所谓身才有大道者也 佛法侍者 即愿因善心发 富有万得 名为解脱 九五 王甲有家 物序吉 相曰 王甲有家 交相爱也 甲 大也 书云不自满甲 师云甲乙亦我 又曰甲哉皇考 皆取大义 九五阳刚中正 儿居天位 以六何为一家者也 大道为公 何忧续哉 乐名之乐者 名义乐其乐 故交相爱 佛法侍者 正因理心发 信修交彻 献法深得 上九 有福微如 终极 相曰 微如之极 反身之位也 刚而不过 刚而不过 居训之上 挂之中 其德可信 故不猛而微如 所谓其已不推正式四国者也 佛法侍者 乐应会心发 称理尊重 名般若得 对下离上 魁 小事即 夫善修身 以其家者 则六何可谓一家 苟其之不得其道 则一家之中 魁格身焉 如火与则 同在天地之间 而上下情义 又如二女 同一父母所生 而至不同行 是其可以臣大是乎 孤任其火作火用 则作则用 中女士张 小女士李可儿 关心者亦附如是 出世禅定 世间禅定 一上一下 所去各自不同 圆容之结未开 尽可取小正也 断约 魁 火动而上 则动而下 二女同居 其致不同行 说而立乎名 柔静而上行 得忠而应乎刚 事已小事即 天地魁 而其是痛也 男女魁 而其致通也 万物魁 而其是泪也 魁之时用大以灾 火则应懂 则上下是魁 静则未始上下也 二女应行 则其致不同 居则未始不同也 故约及凶悔令生呼动 虽然 士气能有静而无动 有居而无行哉 经此挂以对说而复立乎黎明 六五又以柔位离主 静而上行 且得忠位 下应九二之纲 事已小事可或即也 此意文王屈救人情被魁所居而言之而 若冲此魁之理性 以静魁之时用 则天地魁而其是同 男女魁而其致通 万物魁而其是泪 有何依法不设于魁 有何依法不从魁出灾 盖于痛其魁 则其极小 于魁得通 则其用大也 佛法侍者 寄照一体 明天地魁而其是同 至观双形 明男女魁而致通 万行不处震住二行 二行不离兴聚 如万物不出阴阳二窑 二窑不离太极 明万物魁而是泪 向曰 上火下则 魁 君子以同而异 离得昆之中遥 则得昆之上遥 其性痛也 火则言上 则则润下 其相异也 观相愿望 则相异而性异四异 观性原真 则性同而相异本痛 以 为君子之其以同而异 顾不以异而魅痛也 之以本同 顾六而常疾 不生退区 之同而异 顾疾而常流 不生上慢 之以本同 顾名气真元 之同而异 顾云心万行 之以本同 顾上无佛道可成 下无众生可度 之同而异 顾恒庄严净土 教化诸众生 之以本同 顾生死即灭盘 二具不可得 之同而异 顾或游戏生死 或是现灭盘 出救 毁亡 丧马勿逐 自负 见恶人 无救 项曰 见恶人 以辟就也 刚正无印 居魁之初 信此以往 则无过而毁亡已 纵令丧马 不必逐之 马当自负 劝其勿以德施 乱无神也 纵欲恶人 不妨见之 可以无救 劝其勿以善恶 二无心也 如孔子见 季康子见 男子见 杨获等 皆所以辟就而 其真有所力之也在 盖凡德施之念 稍重 善恶之心太明 则同者必义 义者必不可同 为律其刚正之天德 则得施命 善恶容 虽居魁士而毁亡已 九二 欲主于相 五九 相曰 欲主于相 魏师道也 刚而得忠 上映六五柔忠之主 而当此魁时 竟于六三相邻 五必以其欲三而舍己也 故顾虚魏屈明其心事 如玉主于相焉 夫君臣相遇 万古长道 其以于相而未知施哉 六三 见于也 其牛彻 其人天且意 无出有忠 相曰 见于也 未不当也 无出有忠 欲刚也 本于上九未应 而当魁之时 不忠不正 现于九二九四两阳之间 其机有可疑者 夫二自欲主于相 四亿自欲原夫 何尝有一乌我 我无忠正之德 而自宜焉 故望见其余若也 其牛若彻 而不敢往从上九 且自卫我之为人 必当被上九之天 所以 不得通其真洁之情 如此 则无出已 但魁即必合 心机中必自明 赖玉上九之纲 后说虎已呆之 故有中也 九四 魁姑 欲原夫 焦福 利 吾九 相约 焦福吾九 智行也 魁必有应 乃可相继 二语无应 三语上应 四读无应者也 顾名魁姑 燃出九纲阵在下 可以祭魁 当此之时 同德相信 互相砥利 可以行其祭魁之志 而无就已 盖君子身之以同而异 故应与阳一而相应 一可 阳与阳同而相扶一可 六五 毁王 绝宗是夫 网何酒 相约 绝宗是夫 网友庆也 六五乃九二之主也 阴柔不振 反一二之欲于三焉 以其居忠 则猜忌未深 终宇二合 故得悔王 圣人又恐其愁处未绝也 顾名目张胆而告之曰 绝宗上九 以说胡以待六三 其相合如是夫已 二望从九二余相 有何救灾 孔子更为之谷五约 不为五九 且君臣相合 魁中的继而有庆也 上九 魁姑 见史富途 宰鬼一车 先章之狐 后说之狐 匪寇昏狗 网欲语则吉 相约 欲语之吉 群疑王也 上九与六三相应 本非孤也 魁儿为何 则有四乎孤已 三本不与二四相染 而其姬四乌 故见史富途也 二四各自有欲 本无心于染三 而虚妄生疑 故宰鬼一车也 先则甚疑 故张狐儿欲设之 后宜稍缓 故说狐儿往事之 歹见其果非 与寇刑结为昏狗 于是 势然如云济雨 而及已 济步一三 亦步一二 与四 故群疑王 统论六摇 为初九刚正 最善济魁 于皆不得其正 故必相和乃有济也 佛法侍者 唯根本正会 能达以同而异 故及异而恒同 否则必呆定会相资 至观双运 乃能舍异生性 入同生性而 更下砍上 简历西南 不历东北 历见大人 真吉 大凡乖义不和 则所行必多阻难 燃正荡阻难时 其无整南梁策哉 往西南 则说也 顺也 明也 整南之要道也 往东北 则止也 现也 一期简而已 为大人能祭简 为正道能出简 简故可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而及 团约 简 南也 险在前也 鉴险而能止 知已灾 简历西南 网德中也 不历东北 祈祷穷也 历见大人 网友工也 当位真吉 以正邦也 简之实用大以灾 于者密于情欲之思 虽有不测之险灵其前 芒无见也 旷能止灾 能止 不为不陷于险 从此必求出险之良策以 安得非至 本义东北之坎更 网救西南之离队与坤 故刚柔相继而得其忠 若守此东北 则忠于险 忠于止而以 为九五阳刚中正 当大人之位 以正邦国之简 故网见之者 必有整简之功 燃窑中读上六名利 简大人于不严者 简大人亦呆其时 施止则止 施行则行 简之实用 即全体大义之实用也 六十四卦皆尔 每于人所呼者 亦提醒之云尔 相曰 山上有睡 简 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本欲全 以寒而不宜犯 金水流于上 使人不能错足 此乃山有缺陷 非水之过也 君子之一切显难境界 唯无心自造自现 故不感愿天尤人 但反身以修其德 如智山者 陪其缺陷 则水归剑鹤 而不负横流以 初六 网剑来遇 相曰 网剑来遇 一呆也 简易剑险能止未知 故诸瑶皆借其往而许其来 来即反身修德之未也 初六剑险即止 知机而不犯难 其反身修德功夫最早 故可得欲 夫其群寻未缩也灾 礼仪修德已呆时而 六二 王臣简简简 费公之故 相曰 王臣简简 中吾游业 阴柔中正 反攻吾左 而上映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方居显帝 安德不简其简以相从事 燃珠 燃珠窑皆已能止未知 而此独不然者 正所谓是君能至其身 公而妄思 故随似冒险 中吾游也 一读约 匪公正本反身来 平日能反身以体简 才能临时匪公以祭简 九三 往简来返 相曰 往简来返 内喜之也 九三位更知主 刚而得正 见险能止者也 既知往则必简 故来而返身修得 则内二遥无不喜之 六四 往简来连 相曰 往简来连 当未时也 以入坎体 其简甚已 然舍能来而反身修得 则有可怜于更知三遥而获之也 因本不实 故来连于当未而时之九三也 九五 大简彭来 相曰 大简彭来 以终结也 居坎之中 简之大者也 刚见中正 六二应之 故得彭来共计大简 然非彭之能来助我 时有我之中道足为简简节则 故上下诸瑶皆取节则于我而 世家处五卓士 得无上菩提 为一切众生说难信法 其真能为圣南西有之事者乎 上六 往简来述及 立见大人 相曰 往简来述 至在内也 立见大人 以从跪也 因柔居显及 其客更有所望 亦为来而返身修得则朔即而 朔者 实也 大也 即之所以能实大者 以立见九五大人故也 君子求诸以 故智在内则即 辅士长明莫如得 故立见未从贵 此至天爵未贵 非图以人绝也 须拔陀罗最后见佛的度 其朔即之未乎 砍下阵上 解力西南 摩索网 其来复即 有幽网 宿即 世间之局 未有酒简至而不试散者 方其欲解 则贵刚柔相继 故立西南 即其季节 则大局已定 更何所往 为来负于常道而已 射有所往 皆当审之于早 不审者往 凶且随之 宁得几乎 此如良将用兵 至其归顺 良医用药 至其病除 观心修正 至其复兴 别无一法可取这也 担曰 解 现意动 动而免呼险 解 解力西南 网得众也 其来复即 乃得众也 有幽网宿即 网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宇作 雷宇作而百果草木皆假差 解之时大已灾 险在前则已至 险在下 则可动已免之 此皆时节因缘之道 不可得而强也 西南未坤 顾网则得众 来复东北 不过于柔 顾乃得其中 早见世机 顾网可有功 如天地之雷宇作 亦因素得其时 顾百果草木皆假差而 观心侍者 兼修禅定 卫立西南 万行显发 卫网得众 不舍正观 名为来复 正于法身 卫乃得众 有幽网而立身 必须素能见机则即 说法不须 卫网有功 性修融合 卫天地解 卫体戒雷阵 树甘露法语 则是出世过 三草二目 各得以时生长熟托 非佛菩萨何能用此解之实灾 项曰 雷宇作 解 君子已设过幼罪 勿犯之过 则直设之 令其自心 轻重诸罪 亦宽幼之 令得莫减 佛法试者 即作法取相无生三种颤法 令人决移出罪 又观心试者 即是端作念实相 消灭众罪也 初六 五九 项曰 刚柔之计 义无就也 解则阴阳何以 而以六居出 上映九四 适当其计 故义无就 九二 田或三胡 得皇室 征集 项曰 九二征集 得中道也 以刚中而上映六五 本字无可胡仪 六三不中不正 意欲成我 项如三胡 我田猎而获除之 得与六五柔中相合 此正而即者也 皇位中色 诗欲之道 得其中之之道 顾除以而应呼真意 六三 父切成 智寇至 真令 项曰 父切成 意可丑也 自我智荣 又谁就也 阴柔不忠不正 自无应语 上司赋四 下欲成而 不知其非道也 是故二以为胡而填之 四以为母而解之 五以为小人而退之 上以为笋而舍之 不义至可修乎 九四 解而母 彭治思福 项曰 解而母 为当位也 三在四下 欲赴于四 故四以三为母 四为当位 不如九二纲中 故二自能填或三胡以从五 四必呆二之志 始姓母之以解也 二与四皆羊泪 故名为朋 六五 君子为有解 即 有福于小人 项曰 君子有解 小人退也 五与二位正应 而三且思成而 则五不能无疑于二义 赖九二之君子 刚而得中 绝能解去六三 尚从于我而及 但观六三之退 则信九二之有解 尾 上六 公用涉损于高雍之上 或之 无不利 项曰 公用涉损 以解备也 损高非而善至 以欲赴且成之六三也 当解之时 人人乐为君子 独六三被理非至 二虽田之 四虽解之 以皆各有正应 不同上六之在局外 又养与殷勤必相得 故或以为胡 或以为母 不如上六之绝无情细 只以为损 且居挂中 则公侯之位也 柔而得正 则藏气于身 呆时而动者也 顾获之而无不利 观星是六摇者 六三即所致之祸 与五摇皆能治之法也 初以有会之定 上应九四有定之会 或不能累 故五九 九二以中道会 上应六五中道之定 而六三以世间小定小会 成其位正 窃思乱之 顾必列退胡仪 乃得中之正道 六三一于是禅 资于是智 其慢起见 妄逆佛祖 顾为正道之所对之 九四有定之会 故能治祸 以被六三见慢所赴 且为达中道 顾必呆九二中道之会 使能解此体内之祸 六五以中道定 下应九二中道之会 会能断祸 则定乃气里 上六以出世镇定 对治是禅是治邪慢邪见 故无不利 对下更上 顺 有福 缘吉 无久 可真 利有忧望 何之用 二贵可用想 难记解已 相安于无事 必将包明以奉君 此事道之损也 获记之以 从此增道损身 此观心言损也 且以事道言之 凡位上者 必其劳而不怨 欲而不贪 真足以取信于名 则虽损之而缘即无久 凡位下者 必亦可真之事意上 悟共于 悟现意 悟开劳民伤财种种弊端 则利有忧望 盖下世上 尤人是天地鬼神祖宗也 想以其成 不以其物 不以其物 虽而诡辩可用想 其亦多物未尽灾 关心者 信佛界及九界 故缘及五九 知九界及佛界 故不动九界而力往佛界 不坏二弟而想于中道也 断约 顺顺下意上 祈祷上行 顺而有福 缘及 无九 可真 利有忧望 何之用 二贵可用想 二贵应有时 顺刚一柔有时 顺意淫须 与时斜行 下继未亦 上行为损 此圣贤关于天下万事不亦之道而立此名也 上必有福 乃可损下而缘及无九 下必可真 乃力有忧望 以亦上 虽二鬼亦可用想 盖不过各论其时 但贵与时斜行而已 项曰 山下有则 损 君子以成分治愈 山下有则 则山必日损 君子以为无心之当损者莫若愤愈 故成分则如崔山 治愈则如田和 彼赴于平地而后已也 出旧 以示传网 无九 着损之 项曰 以示传网 上何至也 出与四位正应 以损我以亦四者也 四方应柔有吉 故以以我之事 而肃往亦之 则得无九 然以刚亦柔 但使斟酌得终可而 悟令过也 以刚正而应柔正 顾往则何至 九二 立真 真凶 浮损一之 项曰 九二立真 终以为至也 九二刚中而不过刚 六五柔中而不过柔 各守其真可以 又何须更枉一之 已成过由不及之凶灾 浮损而亦 其亦乃大 故五有或亦以石鹏之规者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 亦人行则得其有 项曰 亦人行 三则一也 六三与下二摇 皆损下以亦上者也 出二人阳 三独辩而未因 三人行损一人矣 经以亦因上行而亦上九 再我故为国而亡家 而上九阳刚 反能以服损之亦亦我 不亦得其有乎 所以凡事宜专一也 六四 损其极 始传有喜 无久 相曰 损其极 亦可喜也 阴柔不忠 极也 出九亦传来亦我 我但滋出九亦自损其极 则出有喜而我无久亦 传指出九 六五 或亦之石鹏之规 福克为 元吉 相曰 六五元吉 自上又也 柔中虚己以应九二 九二守真 福以有行之物亦之 故能使天下归心 往不来亦以重宝也 盖人均能虚心用贤 则何于上天 而自上又之以 上九 福损亦之 无久 真吉 力有忧望 得成无家 相曰 福损亦之 大德志也 上九受六三之 亦即以 苟不有亦抱之 三虽无怨 人必不服 安能无久 安能真吉 安能力有忧望 然欲一三 正不必损我也 盖三之为臣 故所谓国尔王家者 但身见其依人独行之臣 则大德其志 而三以为的友谊 是为福损亦之 正下训上 亦 力有忧望 力设大川 损而有福 则与时邪行 可以致意 此世间迎虚消息之理也 增道损身 则日尽于自利利他之欲 此观星辰亦也 忧望已处长 射川已处变 苟得其意之道 则无不利以 断曰 亦 损上亦下 名说无将 自上下下 其道大光 力有忧望 忠正有庆 力设大川 目道乃行 异动而训 日静无疆 天师的身 其意无方 凡一之道与时邪行 忠正 至九五六二言之 正训皆属目 顾其道可设川 天师 顾昆德其出遥而为正 的身 顾甘德其出遥而为训 然不止于正训而已 举凡坎离更对等 无非天师的身之意 顾其意无方 而与时邪行也 一击全体乾坤 全体太极 全体意道 其余六十三卦无不皆然 圣人 顾举一余 令人自得之耳 佛法侍者 损佛界之上 以一九界之下 损己立人 顾名说无疆 本高基下 顾自上下下 而其道大光 天行 圣行 名为中正 犯行起于因病二行 名为目道乃行 放光献锐以动之 四辩说法以训之 开圆解以显性 得名为天师 立圆行以成修 得名为帝身 种而守守而拖 翻翻四夕 名为与时邪行 项曰 封雷以 君子以见善则迁 有过则改 封以古之 迁善之夙也 雷以动之 改过之永也 陆庸成曰 封之入也最为 顾片善不移 欠过必踢 雷之法也最逊 顾迁无流流念 改无停机 出旧 利用未大作 远及无旧 项曰 远及远旧 下步后世也 居易之初 受上义最后者也 以下未受此后义 可安然摩所是乎 然刚正而未正主 必能大作以至远旧 则无旧已 苏梅山曰 义之出酒 笋之上酒 皆正受义者也 彼自笋而专义我 将以后则我也 我必有以赛之 顾损损上酒 有幽往 亦出酒 利用大作 然上之有味也其事义 有功则其力背 有罪则其则薄 下之有味也其事难 有功则利归于上 有罪则先受其则 顾远及而后无久 以所居者非后世之地也 六二 获益之时彭之归 福克为 永真集 王用响于帝集 项曰 获益之 自外来也 阴柔中正 以受九五阳刚中正之意 惠我以心 而不惠我以物 故能使天下归心 往不来亦我以众宝也 为臣则永真集 不可因天佑人助而亦其心 为王则用响于帝集 自心心明而其命为心 项曰 自外来者 明其非心所其 以本无济功牟利之私故也 六三 亦之用凶事 五九 有福中行 告公用归 项曰 亦用凶事 故有之也 不忠不正 居下之上 而受上九之吉 其己我也 正所以亦我也 知凶事之真能亦我 则无就已 为虽不忠 而有福则为忠行 可以告公用归 公之上九 归以通信 信通则归人还公 不取公之物亦我 但取公之己亦亦我而 恒人每亦凶事未非亦 故圣人特名凶事之亦故有之 能信凶之为亦 则不凶亦 六四 忠行 告公从 利用卫一千国 项曰 告公从 以义至也 六四与上二遥 皆损上以义下者也 五上仁阳 四读辩而未应 是指以身殉名 岂非千国之相 岂非忠行之道乎 初遥即受我义 刚而得证 有大功之心 方将利用大作以报我 我即以之为一可义 由其志在义名 顾名皆以功心从之 九五 有福会心 勿问缘吉 有福会我得 项曰 有福会心 勿问之义 会我得 大得志也 阳刚中正 应于六二 真实以义下为心者也 会之以心 则会而不费 天下贤辈其则 其缘吉何必问哉 故能敢六二永真之吉 大得其志 而还报我 而还报我以好得也 上九 莫义之 获吉之 立心勿痕 凶 项曰 莫义之 偏词也 获吉之 自外来也 上九本以损意 以一六三者也 因六三不中不正 顾不与其意而返及之 三顾得其凶事前垂之意 然在上九 其可恒以此立心哉 以此立心 则具凡在下者 皆亦莫义于我 而获吉于我已 顾借以立心勿痕 恒则必凶 上九不中不正 不仁而在高位元 但思义我 不料及我 思义而不得意 顾曰偏词 不料及而得及 顾曰自外来也 周一禅解卷第五 周一禅解卷第六 北天目道仁偶义秩序者 下经之耳 甘下对上 绝 阳于王庭 符号有力 告自义 不利及荣 利有忧望 约世道 则明说无将 坐享风乐 而所行必诀 约佛法 则顺己利他 化功归己 绝当尽断于祸 正己果也 夫世间 启荣有阳 而无阴 有男 而无女 有君子 而无小人 然阴居阳上 女占男先 小人 距于君子之上 则必将 共觉去之 必将 至王庭 以阳之 必将 相约 相信 而申明 其罪 以耗之 凡此皆有力 之道也 无谓以反身 修德而告自义 不宜以利真 而即荣 但使以德 网化 则无不利 以 佛法侍者 体或法界 即或晨智 明告自义 敌对相处 明为即荣 担曰 绝 绝也 刚绝柔也 见而说 绝而合 杨于王庭 柔成武刚也 符号有力 其为乃光也 告自义 不利即荣 所上乃穷也 力有忧望 刚长乃中也 见而说 绝而合 证明应以德化 不应以利真也 只为则光 上力则穷力有忧望 则以德化小人 小人皆为君子 而刚长乃中也 相曰 则上于天 绝 君子以师路即下 居德则记 路一师 得一居 路不师则恩枯 得不居则本丧 又以此师路 则积下而可以化人 以此居德 则自满而为人所记 出旧 壮于前指 网不胜未旧 相曰 不胜而往 旧也 重纲不忠 不宜静 而壮于静步 徒字折耳 何能胜灾 久而 替号 末夜有荣 无序 相曰 有荣无序 得忠道也 刚而得忠 知据知锦 居得济周 则有荣可无幻以 九三 壮于魁 有凶 君子绝绝 独行欲语 若如有韵 无就 相曰 君子绝绝 终无就也 过刚不忠 怒且信性燃现于其面 太刚必舍 有凶道也 君子于此 何不自觉其绝 舍上下四阳 而独行其与上六应之正理 则已得相化 阴阳相合 数欲语而若如 虽比群阳不知我心 不量我机 或有韵者 然化小人之道必应如此 终无就也 言绝绝者 群阳以绝去小人未绝 今无以绝不同 比群阳未绝绝也 九四 屯无夫 其行刺且 千阳毁王 闻言不信 相曰 其行刺且 未不当也 闻言不信 聪不明也 九四 九四以下摇 未臀下摇 唇钢无柔 如有骨无肤 臀记无肤 行必刺且不前 若让彼羊在前 而随其后 则羊人属我所牵 便可毁亡 但以刚不中正 闻此善言 绝不相信也 阳 至上六 未对之主 四以千之 不宜觉之 亦不宜语之真前后也 九五 线路绝绝 中行无久 相曰 中行无久 中未光也 上六柔翠如现 而在五纲之上 如现在路 人人的践踏之 接接 彼独非昆德乎 彼独非太极全体所成 还惧太极全体者乎 是一觉彼群羊所觉而护养之 乃未中行之道 可无久而 然在绝时 终不免以君子小人而其心 未肯望于大同 故约终未光也 圣人于父 则尊尊以保护为羊 于觉则尊尊以保护残阴 阴阳岂可偏废灾 上六 五好 中又凶 项曰 五好之凶 中不可常也 下之五窑 圣人所以劝戒群羊者质疑 以六居上 虽得其震 而阴柔才弱 不能替好以字周悲 故中不可常不若反呼下以为购耳 训下千上 购女状 勿用娶女 约是道 则绝之于意中者 必将遇之于意外 约佛法 则绝断于或而上同诸佛者 必巧用信恶而下遇众生 又约究竟 则绝是无见道 构是解脱道 约初心 则绝是前会 构是礼水也 以无好之意应呼反于下而得其所安 事必见状 故九二一包而有之 不宜使兵取之 佛法 是者 在佛为信恶法门 在众生不了 则为修恶 九二行菩萨道 自可视同修恶 不令于人作恶 又解脱道 依得永得 明女状 摩索取者 明物用取女 礼水一耳 断曰 苟 欲也 柔欲刚也 物用取女 不可欲偿也 天地相遇 品物贤章也 刚欲中正 天下大行也 构之时亦大已灾 不约刚欲柔 而约柔欲刚者 柔为正也 佛法是者 刚是信德 柔是修德 以修显性明柔欲刚 刚是妙观 柔是妙止 从止其观 明柔欲刚 刚是智慧 柔是禅定 应定发会 明柔欲刚 修本无家于性 旨意不可偏甚 定意不可偏多 故约不可语长也 天地相遇 天德的之初遥而未训 挠万物者莫及呼风 其呼训 而万物结其 故约品物贤章也 九二之刚 下欲初六 上欲九五之中正 在释法中 则为大臣的君以辅明 在佛法中 则为智慧称性以臣服 故约天下大行也 相约 天下有风 苟 后以施命告四方 包乎上者反乎下 明知约父 信德也 官惠也 不可及致用也 故如雷在地中 而后不审方 绝乎上者反乎下 明知约苟 修德也 指定也 即刻以取笑也 故如天下有风 而后施告命 父以见天德之心 够以见十亿之大 够及甘之大事 够及坤作成物 够及精深 够及欲震 够及智巧 够及胜利 而复如以亦应借小人士之 不亦露乎 初六 细于精密 真吉 有幽望见凶 雷使福之竹 相约 细于精密 柔道千叶 无君子莫智也人 无也人莫养君子 此事法之必应互相细数者也 无性不能起修 无修不能显性 非智不禅 非禅不智 此佛法之必应互相细数者也 亦应始生于下 得九二经你以细之 此真吉之道也 不细则有幽往 往则见凶 如雷使必能执足 由不早未掉欲故而 柔道已与刚德相迁 则互相与有诚意 九二 包佑于 无久 不离兵 相约 包佑于 义不及兵也 修显性 则性有修 定发会 则会有定 性修交成 定会平等 无就之道也 但可内自证之 其可举四他人 是法一耳 无名无子 其可令他人分至哉 九三 屯无夫 其行刺且 立 无大九 相约 其行刺且 行为千叶 二进于出 故包佑于 三远于出 顾团无夫 无夫则行必赐 且已 然虽利而无大救者 已与出六同居训体 但行为与柔道相迁和尔 九四 包吾于 起凶 相约 吾于之凶 愿明也 刚不中正 执行而废修 世慧而弃定 犹是宰府 居上而远明也 方其高谈理性 正称狂会 不知其为凶 灵命忠实 地狱相限 则会魔所及 由包中无余 起水而后之之 九五 以起几家四 包吾 含章 有云自天 相约 九五 含章 中正也 有云自天 至不舍命也 枸杞之软而长 以此包吾 则其慢交细而不可解 此九二与出六相遇之相也 九五未够之主 乃高居于上 远不相及 但以刚见中正 则信得九勋成种 将欲发唤 故名寒章 由其置不舍命 不肯自暴自暴自弃 故出六虽不相遇 必有自天允罪已遇我这已 发的本有 名为自天 无心弃合 名为有允 又九二如大臣 能有出六之名 与名故节 九五如圣君 能用九二之贤臣 故名寒章 既有九二 则并九二所欲出六之名 而有之以 名与之 及天与之 故云有云自天 上九 够其角 令 五九 相曰 够其角 上穷令也 居够之中 不予柔欲 名够其角 此如二圣偏真空会 但免无余之凶 不无交牙拜种之令也 昆夏对上 翠 亨 王甲有妙 力见大人 亨 力真 用大升级 力有幽望 相遇则相聚 世出世之常也 聚安有不亨者哉 幽明之情粹 故有妙可假 上下之情粹 故大人可见 用大升以假有妙 力有往以见大人 皆顺乎十一之所当然 所谓真也 断约 翠 聚也 顺乙说 刚中而应 故聚也 王甲有妙 智孝想也 力见大人亨 聚以正也 用大升级 力有幽望 顺天命也 观其所聚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以 同一致孝想而 有时云二鬼可用 有时云尊九鬼而 金则云用大升级 同一见大人而 有时云不利射穿 有时云往简来说 金则云力有幽望 夫其有思意于其间哉 以简则简 以风则风 可往则往 可来则来 皆所以顺天命而 观物情而 相曰 则上于地 翠 君子已出戒戒戒不渝 阳词胡曰 则所以能诸水而高上于地者 亦有房也 名所以的安居而聚者 不可无五倍也 除智容器 戒备不渝 皆大义之道也 偶义子曰 曰佛法 则疲靡内境 曰观心 则密咒窒息 初六 初六 有福不忠 乃乱乃脆 若好 一握未孝 悟序 往无久 相曰 乃乱乃脆 其治乱也 当脆之时 未有不至于脆者也 二阳未受脆之主 二阳未受脆之主 而四阴脆之 初语四未正应 本可信也 不忠不正 故不能终其性 而乃乱乃脆焉 乃乱故若好 乃脆故一卧未孝 言其好孝夹杂而未一卧也 然即是正应 何所一叙 不若网从未无久而 治乱故好笑夹杂 名相应之理未常乱也 六二 隐及无久福乃力用月 相曰 隐及无久 中未遍也 柔顺中正 上映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本无可疑者也 乃出六与六三皆往翠与九四 我居二者之间 舍不自隐而出 何以取信于九五乎 苟隐出而得其信 则不必用大身 而用月亦利矣 舍二因而独从所应 故如用月 其物甚薄 但由二有终得 故不便所守以随两因而 六三 翠如皆如 无忧力 往无久 小令 相曰 往无久 上训也 尚无应语 至欲翠而无从 故皆如而魔所力 然当翠之时 往从九四 亦可无久 但非正应故得小令 而九四则迅已受之以 九四 大吉无久 相曰 大吉无久 未不当也 当翠之时 出六应之 六三归之 不己已成拟君呼 故必大吉乃的无久 如依隐周公之中 尽成道可也 九五 翠有味 无久 匪福 袁永贞 慧王 相曰 翠有味 智慧光也 阳刚中正 以天为而受粹者也 然为二十应之 上十复之 而出于三以粹于九四以 尽可无久 若能忘无味已认九四 听彼二应之匪福我 而原粹于四者永真福改 则九四继位无成 二应何亦非无名也 故得悔亡 射但是其位已为粹 则智位光已 上六 积资涕涕 五九 相曰 积资涕涕 未安上也 以应居应 而在上位 心不自安 故积资涕涕 以赴月于九五 得无就也 逊下昆上 身 缘亨 用剑大人物序 难争及 气聚而上身 如木之身于地 缘亨可知也 逊顺非果于有位者 顾劝亦用剑大人物序 万物其呼逊 而相见呼离 顾难争则急 欲其向明以行至也 断曰 柔以时身 逊而顺 刚中而应 事以大亨 用剑大人物序 有庆也 难争及 至行也 迅木本柔 顾必以时而生 木之身顾必及土 土亦以生木为公 经九二纲中而应六五 盖部为木之志 亦是土之志也 项曰 地中生木 生 君子以顺德 积小以高大 道体本无大小 而君子之机得也 顺而治之 必有小以高大 譬如何报之木 始于为盲 但不可 骗心好歌 乏 亦不可助长而 初六 允申大吉 相曰 允申大吉 上何至也 未许之主 上宇二扬何至 顾性能生而大吉也 九二 福乃利用月 五九 项曰 九二之福 游喜也 生九二之求福于六五 以各不得其政 非如翠六二之福于九五也 但翠之六二 以两灵同之 而不同之 故中虽未辨 而须隐及 今生之九二 以两灵一至 而至相何 故不为五九 而且游喜 九三 生虚意 项曰 生虚意 摸索一也 以尖刚之墓 上身于柔顺之土 何以祖哉 六四 王用亨于其山 即 五九 相曰 王用亨于其山 顺世也 许之身也为墓 坤之身也为山 而人之身也为亨于天地山穿鬼神 其事不同 其所以未顺意也 方木之身于地 人但以为木克土而 不知木生即是地生 以离地四为 别无木四为故 如太妄之去兵而亦于其 人但以为王弃兵而 不知亦其即是亦兵 以非舍兵人而别辅其人故 六五 征集身皆 相曰 征集身皆 大德智也 朝有君子 则圣王之智德 由得有桥木 则成圆圆 故地位有不以身目为智者也 九二纲中 而五应之 此名语已可生之道 由圣王之设皆已生君子 但恐其已应居阳 不能见九二之福 故特以真戒之 欲其真于九二也 上六 明身 立于不习之真 相曰 明身在上 消不负也 身至于明 可以习以 而又不习之真 则以明而义生 此所谓天觉也 修其天觉 则匹夫不畏平见 而不负可消以 砍下对上 困 亨 真大人即无九 有言不信 生而不以避困 此淫须消息之常也 困心恒律 实所以致亨 然不以正道持之 不以大人处之 何能即无救灾 设无功行使得 而但有空言 绝不足以取信以 团约 困 刚言也 显义说 困而不失其所亨 其为君子乎 真大人即 以刚中也 有言不信 上口乃穷也 砍刚在下 而未对柔所言 刚记备眼 水漏则哭 困之向也 触险而说 宿患难行乎患难 顿世无闷 不改其乐 非君子其熟能知 九二九五 皆以刚而得忠 此大人之真 疾之道也 苟不守此真 而图上口 士族已取穷而已 相约 则无水 困 君子已致命遂至 水在则下 则中无水 枯搞穷困 此已定之命也 君子致之而已 其容作义而不顺受 刚中故处显能说 此在我之至也 君子则心遂之 其因颠沛而或稍微 初六 囤困于珠目 入于幽谷 三岁不敌 相约 入于幽谷 幽不明也 六摇接触困者也 为刚中大人能不失其所亨 初六居下 囤之向也 上映九四之珠目 震荡困时 不能相避 而阴居显出 则如入于幽谷 三岁不能相见已 九二 困于九十 诸福方来 利用亨四 真凶 五九 相约 困于九十 终又庆也 当困之时 能以刚中自养 顾名困于九十 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必将以诸福 必将以诸福息我 使我同济时困 我但当漠然以尘印之 如亨四然 若聚枉则必有凶 而志在旧时 人无旧也 终又庆即是真打软即 此如亦饮旧汤 福 必兮也 六三 困于时 聚于吉利 入于齐宫 不见其妻 凶 相约 聚于吉利 成刚也 入于齐宫 不见其妻 不祥也 阴柔不忠不正 居于二阳之间 四如时 二如吉利 上六不语相应 固入齐宫而不见其妻 有无真详之德 所以自取其胸 九四 来徐徐 困于京车 令 有忠 相约 来徐徐 志在下也 虽不荡位 有欲也 夫处困而亨 非刚中者不能也 九四正在困时 由不能忘情于初六 而来徐徐 既志在初六 岂唯不与九二合得 反困于九二之经车而令已 然九二刚中 必能与我同济时困 必能与我同济时困 不因我不当位而遂弃我 故可有忠 九五 一月 困于赤福 乃徐有说 利用济寺 相约 一月 智慧得也 乃徐有说 以忠止也 利用济寺 受福也 九五阳刚中正 居于尊位 是天下如意生者也 上六困于阁类 如意我之鼻 出六困于珠目 如月我之足 我方赖九二同行即困 犹如赤福 而比方困于九十 则是我困于赤福也 然九二终止 必须应我而有悦 我当结成以赶之 如祭四然 树可以受福以 上六 困于阁类 于涅溃 约动会有会 真吉 相约 困于阁类 未当夜 动会有会 即行也 处困之急 可以动而行矣 阴柔才弱 一律未当 由千禅而不自安 聚其动而有会 而每字退会也 故圣人只以真吉觉知 训下砍上 井 改意不改井 无丧无德 往来井井 弃志 异未欲井 雷其平 凶 夫井者 居其所而迁者也 知井之居所而迁 则知困之穷而通矣 故赐困而明井 亦可改 井不可改 可改则有丧有德 既不可改 何丧何德 使水者往 未使者来 人又往来 井何往来 下平将即与水曰弃至 得水收神为静曰为玉井 玉井则有功 为玉雷其平则凶 此皆人之得丧 非井之得丧也 知井无得丧 则知信得六而常及 知人有得丧 则知修得及而常留 故曰谨得之地也 又曰谨以便意 团曰 迅乎水而上水 谨 谨养而不穷也 改意不改井 乃亦刚中也 弃志亦未欲井 未有功也 雷其平 是以胸也 水轮寒地 故凿地者无不得水 欲如来藏性 具一切应介入等 故观应介入者 无不得物藏性 但贵以妙止观力 深入而显发之 藏性亦显 自养养他 更无穷敬也 困之真打人及 约以刚中 经改意不改井 亦约乃以刚中 困四专止修得 其时发明全修在性 经四专止性得 其时要人全性起修 故随名为有功而雷平则凶 其重修得胜以 项约 墓上有水 井 君子以劳民劝向 夫丹水惠人 则所及者寡 早井任吉 则所润者多 丹水者有作善 早井者无作善也 君子之位劳于民也 则劝其交香味养烟 故养而不穷已 初六 井尼不识 就井无情 项约 井尼不识 下也 就井无情 施舍也 井之六摇 三阴未尽 三阳未全 出居最下 故相如泥 不为人不识之 情亦不顾之以 礼及佛也 九二 井骨摄腹 问必漏 项约 井骨摄腹 无语也 在下之中 故为井骨 有权可以摄腹 而尚无应语 如问记必漏 不能相及也 于知智晓者名父 盖智初六 此事名字即佛 保有闻勋 为陈法器 九三 井谢不识 为我心策 可用疾 王明 并受祈福 相曰 井谢不识 行策也 求王明 受福也 以阳居阳 齐全结以 由居下挂 不为人识 事可测也 上六应之 故可用疾 盖王济明而用闲 则闲者之福 非只独受而已 此事观行疾佛 原浮五注 顾锦谢 为正理水 顾不识 以求诸佛加倍 则可自立立他也 六四 井咒无久 相曰 井咒无久 修井也 咒者 以瓦师包弃其棒 所以欲污而结全者也 故曰修井 此事相似即佛 从私会入修会 欲二边之屋 而结中道之全 九五 井列韩全时 相曰 韩全之时 中正也 阳刚中正 全知至结而凌然者也 公及于物 故得时之 此事分正即佛 中道理税 自立立也 上柳 井收雾木 有福元吉 相曰 元吉在上 大臣也 以英居上 如井之收 收 即井兰 长漏之而雾木 众皆吉之 而所养无穷已 而所养无穷已 此事就尽即佛 功德满足 尽未来寄恒润众生 篱下对上 阁 以日乃福 缘云立真 毁王 夫一改而 井不改者 延其处也 井就 则无情而泥 可福格乎 学者以变化气质未先 有火之断经也 方其虾也 经必苦之 祭虾尘气 而后姓火之功也 此格之道 及乾坤之道 大亨以震者也 未姓故有悔 以夫则毁王以 团曰 格 水火相袭 二女同居 其智不相得 曰格 以日乃福 格而姓之 文明已说 大亨以震 格而当 其毁乃王 天地格而四时臣 汤无格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格之时大以灾 格而姓之 明为格则人不姓也 格而当 乃使人姓 其毁乃王 明不当则毁不亡也 虚如天地之格时 汤无之格命 方可取信于人耳 格何容易 相约 则终有获 格 君子以智力名识 实无实法 依于色心分为贾力 心无形象 依色表剑 色有共相及不共相 共相之在上者 为日月星 素百加西 人 因日月星 素百加西 人 周行于天 据其所立之度 以明春夏秋冬之时 春则万物皆春 乃至冬则万物皆冬 故之时为新线 无在而魔所不在 犹如火性无我 亦无在而魔所不在 虽则终亦自有之 比大海中火光长起 及其燕也 出九 拱用黄牛之格 相约 格用黄牛 不可以有位也 离位能格 对位所格 而出九居下 尚无应语 此不可以有位者也 但用黄牛之格 以字巩固可而 六二 以日乃格之 真即无久 相约 以日格之 行有家也 因柔中正 为离之主 得格物之全能者也 格必以日乃福 而尚应九五 是其家配 顾真吉而无久 九三 真凶真利 格言三九 有福 相约 格言三九 又贺之以 过刚不忠 而应上六 上六阴柔的阵 乃君子而如文报者也 何荣更以刚造格之 真则必凶 真则必凶 虽得其真 义人为力 但可自格以相顺从 其言至于三九 数亿可以取信也 九四 毁王 有福改命集 相约 改命之集 性至也 对经之之 本员下 本呆下已成器 而九四 无应于下 则无肯成我者 悔可之也 但刚而不过 又负尽于 离体之上 其至可信 顾毁王 而有福 可以改其所 柄之定命 而日 尽于自立 立他之 寓意 九五 大人 虎辩 未占有福 相约 大人 虎辩 其文 丙也 以阳刚 中正之 大人 又得六二 阴柔中正 之 应以辅助之 顾如 虎之 神辩 并忽有文 不代战 而足以取信 于天下也 上六 君子抱便 小人革面 真凶 居真吉 相约 君子抱便 其文位也 小人革面 顺义从君也 抱一生 而有文者也 但呆时 而便现而 九三刚造 小人 既见其变 一格言三就 以相顺从 燃景格面 为使格心 君子正不必 申求也 若欲令心格 而亡真之 未免得凶 为居真以 莫化之则即 训下离上 顶 缘吉亨 格物者莫若顶 此桃贤助圣 烹佛练祖之气也 安得不原吉而亨栽 团约 顶 向也 以目训火 亨认也 圣人亨已想上帝 而大亨已养圣贤 训而耳目聪明 柔静而上行 得忠而应呼刚 是以缘亨 初音为足 二三四阳为父 五音为耳 上阳为炫 非顶向呼 以目训火而亨认 非顶用呼 物为顶之道小 圣人亨已想上帝 亦次顶而 及大亨已养天下圣贤 亦次顶而 何必离世别求理灾 且以挂得言之 内则迅顺 外则离而耳目聪明 六五亦柔为离之主 静而上行 得忠为而应九二之纲 此其非圣贤佛祖自逃自助 自碰自恋之道 其缘亨也已以 项曰 目上有火 顶 君子以正位宁命 顶着 国之重宝 君位之所计也 得其道以正其位 则命可宁 得不称位 则命去而顶随去矣 曰向明之 得如目 命如火 有目则有火 目镜则火王 有得以正其位则命宁 得王则命亡 故曰为命不于长也 初六 顶颠指 立出否 得妾以其子 吴九 项曰 顶颠指 未备也 立出否 以从贵也 出位顶指 应四顾颠 然及其位碰雾而颠之 就机否恶从此可出矣 颠指如得窃 出否如得子 目以子贵 应其子而知的妾之未备 应出否而知颠指之有功也 九二 顶有时 我愁有疾 不我能疾 疾 项曰 顶有时 甚所知也 我愁有疾 终无有也 二当顶腹之下分 阳刚顾未有时 尚应黄尔精炫之六五 能护守之 出虽颠指而有疾 终不害己我也 然在耳 则宜盛所致以 九三 顶尔格 其行赛 至高不识 方语窥晖 终极 项曰 顶尔格 失其一也 三当顶腹之中分 其识于美 有至高可失以 尚无应语 如顶方格尔而不可行者焉 赖六五柔中之黄尔 冠上九刚而不过之欲炫 方将举二以及三 如阴阳之何而得语 则可以窥毁而终即以 怀道而不思致用 故失其意 有所云不适无意 积之始即时行道也 九四 顶者足 复公 优 文家术 其行我 凶 项曰 复公宿 姓如何也 四当顶腹之上分 其时记满 而下印出六 则不胜其重 足云者已 行貌能无难憨忽 始也不自知其得薄 知晓力晓 望具尊位 而谋大任重 今一旦不胜其任 此其所自信者未如何也 六五 顶皇尔精炫 立真 项曰 顶皇尔 终以为时也 无畏顶尔 尔又忠德 顾其色黄 以虚寿时 顾未经炫 炫及纸上酒也 以炫贯尔 一耳俱顶 尽天下圣贤而养之 岂非圣人大亨之震道乎 然六五字本无时 特下印九二之刚中 以之为时 即以此而养天下 所谓为天下的人者而 上酒 顶玉炫 大吉无不利 项曰 玉炫在上 刚柔皆也 尚未鼎炫 自六五官之 则如金之刚 自其刚而不过之得言之 则如玉之润矣 金玉猛火则荣 玉非火所能坏 以此举定 故大吉无不利也 正下正上 正 哼 正来细细 笑颜雅雅 正经百里 不丧彼唱 主重弃者莫若长子 长子未有部分动已出者也 故正则必亨 然其亨也 必有道已致之 方其出动而来 细细呼 如银虎之周环顾律 人不失其何 而笑颜雅雅雅 夫为存于己者 既言且何 以此守重弃而未 既主 纵欲正经百里之大便 能不丧其彼唱以 佛法事者 以念出动 即以四性四孕而推荐之 名为细细 知其无性无身 名为笑颜雅雅 烦恼夜境种种模式横发 名为正经百里 不失定会方便 名为不丧彼唱也 断曰 正 哼 正来细细 孔治福也 笑颜雅雅 后有则也 正经百里 经远而聚而也 初可以守宗妙设计 以为既主也 恐惧乃能致福 福不可以信妖 所谓生于忧患也 雅雅亦非放异 人不失其法则也 为其养之有素如此 故虽当今远距而之便 人皆退避 而偏能出此凝定之神 以当之 可以守宗妙设计 而为既主也 为既主 即是不丧彼唱住脚 项曰 见雷正 君子以恐惧修审 君子不忧不拒 其似雷见正 而后恐惧修审灾 恐惧修审 正指平日不读 不闻圣读功夫 平日功夫能使善长恶消 犹如剑雷能使阳书因散也 为其恐惧修审惯于平日 故虽欲剑雷 亦父不忧不拒已 问曰 孔子迅雷风裂必变 复云何通 答曰 此事与天地何德 辩则同辩 亦非优惧 初九 正来细细 后笑颜雅雅 即 相曰 正来细细 恐致福也 笑颜雅雅 后有则也 六瑶皆明恐惧修审之道 而德有忧烈 为有当否 顾及凶分焉 初九刚正 为正知主 主弃莫若长子 即可知已 六二 正来细 亦丧悲 基于九龄 物竹 七日得 相曰 正来细 成刚也 六二成出九之刚 盖言诞切磋之未有也 借此身自替力 以正刷我阴柔懦弱之席 举无平日所谓中正纯善多种宝贝 初之所以经发我者 苏苏而不切以 三当自以正行 物应远于未有 而换其恐惧修审之功 则无审也 九四 正随意 正随意 相曰 正随意 为光也 九四亿正主也 以阳居音 复献四音之间 随四见智 随师其微而入泥 其能如细细雅雅之有光灾 六五 正往来立 亦无丧有事 项曰 正往来立 为行也 其事在终 大无丧也 正六二者为出九 故弹云来立 正六五者 则出九与九四也 出正寄往 四正赴来 五的借此以自替力 令所行日尽于高明 故曰为行 有所云邦有道为言为行也 以六居五 不过于柔 又得忠道 故其得甚多 而毫无所丧 但有恐惧修审之事而 上六 正所所 是绝绝 真凶 正不于其功 于其灵 无久 昏够有言 项曰 正所所 中未得也 虽凶无久 为灵戒也 出九之纲 故不足以己我 九四正亦遂逆 身以所所无于微矣 而阴柔若即 方且是绝绝而黄或无措 以此争妄 则忠心无主 神已先乱 胸壳之也 燃正既不及其身 至及其灵 即因正灵而恐惧修审 亦可无久 但或未至而先防 乃名者保身之道 躺欲昏够伤之 必反以为欲而有言以 君子可服自免呼 更下更上 更其背 不惑其身 行其停 不见其人 无久 夫动与止 虽是相对待法 亦是相连属法 又是无实性法 究竟是无二体法也 不动曰止 不止曰动 此曰相对待言也 因动有止 因止有动 此曰相连属言也 止其动则未静 止其静则未动 动其止则未动 动其动则未止 此曰无实性言也 止即是动 顾及记横感 动即是止 顾及感痕迹 此曰无二体言也 知动止无二体者 时刻语言之意 夫人之一身 五官备于面 而五藏司之 五藏居于腹 而已备戏之 然玄黄诸子沉于前 则芬然请起 若沉于备 则浑然枉之 故事人皆以备为止也 然备之止也 纵令五官近物于情欲 而人自济然 歹情之动也 纵赴以备 原谋所分别 而必尽随网 故以面从背 则备指而面亦随指 以背从面 则面行而备亦随行 就近面之与备 原非二体 不可两判 经此挂上下皆更 指而又指 是更其背者也 更背何以能无救灾 是必不惑其身 行其听不见其人 思无救而 身本非时 特意情欲固知 望见有身 经向近时观察 其中间者属地 润者属睡 宣者属火 动者属风 眼耳逼舌意其用 四只投足意其名 三百六十古节 八万四千豪巧 毕竟以何谓生 生计了不可得 即使力设万变 又岂有人相可得哉 故行其听而亦不见其人 此则止不爱行 即行恒止 故无就也 断曰 耿 止也 施止则止 施行则行 动静不失其时 其道光明 更其止 止其所也 上下敌应 不相语也 事已不惑其身 行其听不见其人 无就也 止其行而未静 止其止而未动 动静以时 无非妙止 故其道光明 也 止非面强 之止 所非处所 之所 特意法 法本不相知 法 法本不相道 由此挂之上 下敌应 而不相语 事已密身 了不可得 虽行其听 而亦了 无人相可见 何于光明之道 而无过也 向曰 尖山梗 君子已私不出其位 两山并至 各安其位者也 事故草木生之 禽寿居之 宝藏新烟 未未无非法借故也 君子于此非不思也 知离此现前之位 别无一法可得 故思不出其位 不出位而恒思 则非苦搞寂灭 思而不出其位 则非持足纷纭 恒思则能尽其位之用 故一切悬甘转昆事也 无不从此法界流 不出则能称其位之量 故一切为天欲物功能 无不还归此法界 初六 更其指 无久 利永真 相曰 更其指 未失正也 居更之下 其位未止 指之于初 不另觅于所欲望 思故未失正而无就已 然必立于永真 失指则止 失行则行 乃或蹲更知己而 六 而 更其肥 不正其随 其心不快 相曰 不正其随 未退听也 止也 肥也 故也 皆随心而未行指 这也 然指无力 不能自专 又正行时指缘自制 经六二其位未肥 而以应居应 当更之时 力能专指而不随心动 顾约不整其随 此非动静不失其时之道 盖由未肯迁退 而听命于天君 顾令其心不快 九三 更其限 列其迎 立熏心 相曰 更其限 为熏心也 三位再现 而以刚居刚 为更知主 则妖昆应指 不可屈身者也 夫上下本自相连 犹如迎然 经分裂而不相细数 其为力不易熏心以乎 六四 更其身 五九 相曰 更其身 指诸功也 四位再于胸腹 担云更其背 而此之云更其身 身指责背不带言矣 夫千千万谋皆由身起 精英柔的震 能指诸功 何就之有 阳归山曰 谣言身向言功者 身为身 屈为功 屈身在我不在物 兼谣语相 是屈身兼用矣 六五 更其福 言有序 毁亡 相曰 更其福 以终正也 五位再心 心之身由府已宣 而以阴居阳 又复得中 能于言为出口前预定其衡 故言无妄发 发必有序 而口过中可免以 上九 敦更 即 相曰 敦更之即 以后中也 为更之主 居挂之中 可谓止于至善 摩索不用其己者已 信得本厚 而修得能称信负之 故曰以后中也 正为常男 顾举甘之全体代用而 细于其出 更为少男 顾举甘之全体代用而 敦于其上 亦时亦中 之即人手之功倍 非动非净之体 复以 更下训上 简 女归及 立真 夫敦更既非面强 则止而不失其行之时 以 行之以训 顾名曰简 君子将至身以有位 必如女之归夫 始终以礼而非苟合 乃得及而 苟不立真 则造尽故族取入 虽渐尽亦其能证人哉 佛法侍者 理则顿悟 成悟并消 如正系而更顿 是非顿除 因此地尽 如女归而渐尽 又此地禅门名之为女 即是禅而达实相名之为归 以缘解便修事禅明之为真 断约 剑之禁也 女归及也 静得位 往右攻也 静以正 可以正邦也 其位 刚得中也 指而逊 动不穷也 静有顿见 精明以剑而静 故如女归则及也 得位则往右攻 躺静不得位 则不可往明以 以正则可正邦 躺静不以正 则不能正邦明以 然此挂何以为静得位 则有九五纲的中而 何以为往右攻 则有指而迅故动不穷而 指者动之源 射无止体 则移动即穷 如勾快音与赞音 可力呆其何也 相曰 山上有目 见 君子已居贤得善俗 目在山上 以剑而长 观者不觉 君子居得亦富如是 山有桥目 则山亦高 俗有居贤得之君子 则俗亦善 初六 红剑鱼鱼 小字立 有言 无久 相曰 小字之立 亦无就也 红绝山曰 剑何以向红也 红 水鸟 目落南降 兵叛北卒 出则有时 居则有序 苏眉山曰 红 养鸟儿水居 在水则已得路未安 在路则已得水未乐者也 出六阴遥 如红在水 尚无应语 故未见于水涯 于人则未小字 正宜干干涕力 且已有言以求人之切磋琢摸 如红在干 而哀鸣密办 乃无就也 无应本已有就 已当见出 而能自立 则其亦可无就已 六二 红渐于盘 饮食看看 即 相曰 饮食看看 不肃宝也 二亦在睡 而应九五 则如渐于盘时 饮桌皆和乐以 养到已呆时 岂无事而时哉 九三 红渐于鹿 夫真不负 复运不遇 凶 利遇寇 相曰 夫真不负 离群丑也 复运不遇 失其道也 利用遇寇 顺相保也 九三